我们南陵仙宗 是整个南部区域最强的仙宗之一 仙宗的强者和底蕴 超出你们任何人的想象 现在不要胡乱想太多了 等你们全部都修炼到天仙境界七八重天的时候 才有资格知道一些仙宗真正的秘密 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地修炼 努力地修炼 快速地修炼 这个仙将强者冷酷地说了一声 不知道是否因为众人现在已经是仙宗的内门弟子 或许和他也是同门师兄弟的原因 这个冷漠无比的仙将强者倒是对他们解释起了这些事情 没有之前那么冷漠 一句话都懒得多说 好了 你们的接引任务到此结束 我要去接引下一批 你们面前的这个大殿是内务堂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从这里获得解决办法 现在你们进去 加入仙宗之后需要注意的各种事项 以及仙宗弟子要具备的一些责任和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带着众人顺移到了一座非常宽阔的宫殿门外后 这个仙将强者淡默地说了一声 也不给众人问话的机会 身形一闪就直接启动了传送阵法 顺移走了 只留下了原地的宵尘等人面面相去 不过还不等他们进入大殿 从大殿内就走出了另外一个仙人 冲着众人微微笑了起来 这个家伙的修为并不强 也就是天仙境四五重天左右的样子 不过能从这个内务堂走出来 很显然也是仙宗的弟子 所以众人都是齐齐地看向了此人 诸位师兄们好 我叫齐飞 是先宗的外门弟子 有幸获得长老的赏识 现在在内务堂当中做事 诸位师兄们都是第一次加入到先宗 就由我来负责为各位师兄们 讲解一下先宗内各种需要注意的基本事项和一些事情 出乎意料的是 这个从内务堂中走出来的天仙境的仙人 称呼他们所有人为师兄 并且还说自己只是一个外门弟子 这个齐飞是师弟 你真的是外门弟子 有人好奇地问了一声 毕竟这个齐飞看起来年纪也不大 就已经是天仙境六重天的实力 这样的人都无法成为内门弟子吗 当然 先宗内的规矩是很森严的 所有的外门弟子 不管是什么修为 什么境界 见到内门弟子都必须称呼师兄 这是先宗应性规定之一 齐飞微笑着为众人解释了这第一个问题 随后也不等众人开口 他就领着众人进入到了这个大殿之内 并且同时说道 在没有达到天仙境七重天或者八重天之前 在先宗内只能算是普通弟子 在这之前 诸位师兄们的首要唯一任务 就是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 先宗会定期给你们发放各种资源 这些资源和宝物 是不需要诸位师兄付出任何代价的 但是先宗提供的也很有限 如果想要赚取更多的先金 去购买更多的宝物 就需要诸位师兄自己去挣钱 在宗门内普通弟子想要赚钱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诸位师兄们的手中 应该都有一个内门弟子的令牌 这个令牌有着诸多的妙用 比如内务堂会发布一些任务 在令牌当中就可以选择任务接取 然后去完成 最终获得报酬 普通弟子能够完成的任务不多 不过能够完成的那些任务 都不是一次性的 也不是唯一的 可以无限制的完成 这其中最简单最悠闲的任务 就是帮助宗门内 培育一些仙草仙药之类的东西 或者就是宗门内 哪位师兄或者长老 又需要打下手的时候 也可以过去帮个忙 跑个腿什么的 这些都是有报酬的 而且报酬还不低 除此之外 也还有一些任务 会稍微累一点 但是报酬同样丰厚 对于普通弟子而言 赚取仙京的速度 绝对比在村落当中快上十多倍 而且还会非常的安全 关于具体能做什么任务 令牌之中 你们稍后自己就可以查看到 除此之外 就是同门之间不得互相残杀 竟争可以 但是一旦过头 就会被逐出先宗 重则的话 就会被直接抹杀 这些规矩 我想我不用过多的解释 诸位师兄们都一定会理解 还有就是 对于诸位师兄们来说 比较稍微难以接受的就是 在没有成为精英弟子之前 是禁止随意离开宗门的 如果被发现 绝对会严惩不怠 绝对会严惩不怠 逐出宗门 所以 诸位师兄们如果想要自由的话 千万记得一定要快速的修炼 提升自己的修为 除此之外 除了那些普通的内务堂发布的 可以无限次完成的任务 偶尔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任务发布 一旦完成 会获得天价的报酬 诸位师兄们记得 一定要经常去完成任务 因为完成任务的话 除了能够获得一些仙精用来修炼 更多的 还能获得一定的贡献值 在宗门之内 贡献值的用处 可比仙精大得多 贡献值 那是什么东西 萧尘他们都有些纳闷 嘿嘿 这可是好东西 内务堂发布的所有任务 都会附送一定的贡献值 不过像你们这些 刚刚加入宗门的普通弟子 想要争取贡献值 也是很慢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建议你们 最好多做任务 把贡献值攒着 到以后会有大用 此人快速地解释了一遍 之后又说道 贡献值怎么使用 从你们的身份令牌当中 自然会知晓 贡献值能够换取一些仙精 根本买不到的东西 甚至如果贡献值足够多的话 你们可以请宗门内的那些厉害的长老们 为你们指点一下修炼上的疑惑 有了那些长老们的指点 可想而知 会提升得多快 贡献值 还可以换取宗门内一些修炼宝地的使用时间和权限 等等一系列超级丰厚的好处 这么厉害 萧尘他们这些人听闻之后 全都是有些愕然 随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 把神念探入到了令牌当中 片刻后就响起了一阵阵的惊呼声 天呐 这令牌竟然可以直接联系到内务堂 以及其他的一些宗门内的地方 可以直接在里面接任务 好方便啊 也好神奇 是很神奇 但是这贡献值也太坑爹了吧 对呀 我们现在能做的任务并不多 但是像那样照看仙草仙药的任务 一次也只有一个贡献值 那些帮其他师兄或者长老们打下手的任务 稍微好一点 但是一次也只有两个贡献值 这贡献值给的也太少了吧 给的少就算了 但是换取东西却要这么多 萧辰他们在从令牌当中了解到了贡献值的用处和获取方法之后 一个个都是目瞪口呆 有些愤愤不平 对于他们这些普通弟子来说 想要获取大量的贡献值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贡献值能够换取的东西的确都是一些非常珍贵的宝物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需要的贡献值多的夸张 就比如说这个外门弟子所说的换取那些长老们的指点 先王进三重天以下长老们的指点半个时辰 就要足足一百万贡献值 如果是六重天左右的长老的指点 半个时辰就要五百万贡献值 至于九重天左右的长老们的指点 半个时辰一千万贡献值 先帝进长老们的指点并没有标价 但是很显然非常的恐怖 按照他们赚取贡献值的速度 一百年都不一定能够赚取到一万贡献值 也就是说 如果想要得到一位先王进三重天左右长老的指点 以他们现在赚取贡献值的速度 最起码得一万年的时间才行 要知道他们这些人可都是天才呀 从出生到现在也没有活够一万年呢 何况在这万年当中 谁敢保证自己的贡献值不用 都一定能攒下来呢 而且这个价格也只是普通的那些 先王进长老们的价格 如果是那些有着特殊专长 领悟了非常厉害的法则之力的那些 厉害的长老们的指点 那这个价格要翻上好几倍 唯一的好处就是 这些指点都是一对一的进行专门的指导 不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贵了 太坑爹 相对于这些长老们的亲自一对一的指点 获取那些先宗内的宝地的修炼时间 还是相对好点的 宗门宝地分为两种 一种是天级的 另外一种是人级的 不过天级的宝地 只有核心弟子才能够使用 所以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都没有资格去享受天级的宝地 不过就算只能享用人级宝地 也是非常变态的了 人级的宝地先灵之气 是外界的千倍 当然这并不是说进入宝地之后 他们的修炼速度会提升千倍 只是说先灵之气比外面浓郁了这么多 在同一时间内 他们吸入的先灵之气会更加多一点 至于具体能够提升多少倍 和自身的功法有关 也和自身的天赋有关 不过总的来说 进入到这种级别的宝地当中 最起码能够比他们在其他地方修炼的速度 快上最低十多倍 最高几十倍的加成 而且除了修炼速度的加成 还会有一些特殊的宝地当中 会对某些方面有着更高的加成 总之这些宝地真的是非常的变态 而且价格比请那些长老们指点便宜了很多 人挤宝地一个时辰只需要二十万贡献值就可以 而且尚不封顶 只要有足够的贡献值 那么在其中就可以无限期的修炼下去 当然也没有人会这么土豪 更多的情况下 是在大家即将突破瓶颈的时候 选择花费一点贡献值 选择这样的宝地来进行最后的突破 如果一直在其中修炼 谁都吃不消啊 除此之外 贡献值更是能够兑换大量的天才地宝 个个都让他们眼馋 哎 贡献值 还能用仙晶来换取 不过这个价格 呃 是我看错了吗 一百万仙晶只能换取一点贡献值 忽然 其中一人发出了一声惊呼 紧跟着消沉他们也都看到了这一个说明 全都瞪大了双眼 这价格何止坑爹呀 简直是坑了祖爷爷了 一百万仙晶那是什么概念 如果没有加入到仙宗的话 他们差不多得几十年 上百年才能弄到 而且还都得冒着天大的生命危险 这个兑换的价格比例实在是坑 远远不如去做任务换取贡献值来的划算 而且最坑的是 仙晶兑换贡献值的比例这么高 贡献值却不能直接兑换成仙晶 如果贡献值可以兑换仙晶的话 众人对视一眼想一想都兴奋 虽然贡献值他们现在也的确很难赚取 但是如果可以兑换成仙晶的话 那也绝对会让他们成为富翁的 哈哈 诸位师兄虽然在宗门内无法用贡献值兑换成仙晶 但是实际上如果师兄们需要的话 还可以私下找一些需求贡献值的师兄们互相交易 这些在宗门内都不是什么秘密 只是我还是想提醒师兄们一句 贡献值在宗门内是比仙晶更加有用的东西 如果不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缺钱 建议不要随意的兑换 这个外门弟子轻声地笑了一下 好吧 萧辰等人闻言之后都翻了一个白眼 果然有买卖的地方就会有市场 就会有交易 虽然不能直接和宗门换取 但是却可以找其他师兄弟来换取 诸位师兄们 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统领牌当中你们就知道能做些什么 还有就是现在诸位师兄们刚刚进宗 在百年之内 是不能离开宗门的 这一点还请师兄们务必牢记 这百年之内会有一次考核 具体考核什么 我不能告诉诸位师兄们 但是请诸位师兄们 务必要珍惜这百年的时间 因为如果百年之期到的话 没有通过考核 就会被降为外门弟子 这个负责为他们讲解的外门弟子说完之后 就直接离开了 百年考核 肖尘他们对视一眼有些紧张了起来 这仙宗内的规矩果然严厉 如此残酷的选拔标准 进来之后竟然还要再经历一次考验 才能最终成功地留在内门当中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全都不知道这个考核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也不知道到底要考核些什么东西 这才是最让人担忧的 看来 接下来的百年时间 必须要时刻得小心谨慎 如履薄冰了 万一最终没有通过考核 被驱逐出了内门 这可真的是一个大笑话了 肖尘和大黄两人对视了一眼 都看出了彼此心中的想法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接下来 他们根据令牌当中的指引和安排 找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 环境倒是挺不错的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别院 别院还都挺大的 最起码有上千个平方 安置完之后 大黄就直接过来了 大哥 现在我们怎么办 感觉夹到这个先宗里面 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处 大黄撇了撇嘴 主要是现在没有人来管他们 让大黄觉得一点都没有被重视 而且还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除了有限的一些地方 其他地方都是禁止他们随意过去的 而且在百年之内都不能离开宗门 极大的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这对于生性好动的大黄来说 自然是非常难以承受的 刚刚不是说了吗 令牌上也有说 我们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修炼 你在修炼之余 就是要去多做一些任务 挣一点先经和贡献值 将来都用得上啊 萧辰笑着说了一声 他也明白大黄现在的情绪 虽然他也同样不太喜欢 这种非常受约束的生活 但是却不得不强迫自己释样 哎 好吧 那大哥我回去修炼了 大黄轻叹了一声 没有再多说什么 淡淡地说了一声之后 就直接转身回去 萧辰则是在屋子里盘膝坐下 说实话 他现在也有一些迷茫 因为来到仙界之后的情况 和他当初预想的有些不太一样 小钟 我们真的就这样 要在这个宗门之内一直待下去吗 沉默了一会儿 萧辰冲着东黄中传音 萧大哥 你不要心急 这是每一个刚刚进入到仙界的新人 都要遭遇的问题 等过了这一段适应的时间之后就好了 慢慢地就会发现这仙界的丰富多彩之处 东黄中轻轻地笑了一下 好吧 萧辰文言便不再多问 萧大哥 我建议你在这一百年之内 修炼只用去三分之一的时间 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去做任务 多多地参与一下宗门的活动 东黄中却是忽然又说了一声 为啥 现在做任务获得的贡献值和钱都很少 根本不划算 还不如奋力修炼 萧辰有些不解地问了一声 毕竟现在以他们普通弟子的身份和实力 去做任务的话 收益真的并不大 刚才那人不是说了吗 在加入宗门的第一个百年之内 会有一次考核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种考核 一般考核的就是弟子对宗门的归属感 以及宗门的荣誉感和集体感 东黄中快速地解释道 如果多多完成宗门的任务 参与宗门的活动 就会让宗门的那些考核的长老们 也认为你对这个宗门 非常的有归属感 再加上做任务之类的 也能让那些长老们觉得 你有这个心 愿意为宗门的建设和发展出力 这样的话通过考核的可能性 会大大增加 毕竟对于宗门的这些大宗门而言 想要招收一些天才弟子 不是什么难事 他们要的不仅是天才弟子 更加需要的是 对宗门非常忠心的天才弟子 这样才会加大力度地培养 而这百年的时间 就是看你们个人的表现罢了 还有这个说法呢 萧辰一瞪眼 觉得这些宗门的考核 还真是有些奇葩 当然 所以我才说 让萧大哥和大黄你们两个人 没事的时候 多多去做一点任务 总是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而且你们都走入了一个误区 你们现在觉得 这个贡献值很难 所以几乎都不太想去做任务 但其实 现在虽然弄贡献值的确不简单 可是花费一些时间 挣了贡献值 可以去宝地当中修炼 而且还可以换取一些 低级的天才弟宝 那些低级的天才弟宝 使用之后 都远远比得上 你们现在全力修炼 百年的效果要大 还能增加宗门长老 对你们的好印象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东皇忠淡淡地说道 行 那就按小钟你说的来 以后我会喊上大黄 多多去做任务的 萧尘明白了过来 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仙人了 寿远很长很长 根本不在乎这百年的时间 哪怕这百年的时间 再努力地修炼 也提升不了多少 百年的时间去驳一下那些长老们的开心最重要 毕竟现在他们最重要的任务 是想办法在考核之后成功地留在内门 修为什么的倒不是最重要的 东皇忠的话提醒了他 让他不要舍本竹墨 对 而且萧大哥这个令牌上其实没有写明 刚刚入门的新人弟子 获取贡献值虽然不会翻倍 但是购买的时候 所需的贡献值却会减半 所以这可是一个天大的机会 最好能疯狂地争取贡献值 把一些能买的全都买下来 因为只需要出平时一半的价钱 东皇忠瞬间化身老司机 把这些门门道道全部说了一遍 还会有这个说法吗 如果真的有的话 令牌上怎么会没有注明 萧辰有些狐疑 当然了 这也是考教新人弟子的一种手段 没有任何一个先宗会直接注明 但是的确存在 东皇忠万分肯定地说道 我信你 既然如此的话 接下来的百年时间里 还真得去疯狂地做任务了 对于东皇忠的话 萧辰自然是非常相信的 瞬间他的心中就涌起了一股干劲 对对对 一定要疯狂地做任务 因为疯狂地做宗门任务 得到的收益远比你闭关百年要大得多 哪怕这百年的时间里根本不修炼 没日没夜地去完成任务 到百年之后 你完成任务所获得的贡献值 能够换来的东西服用之后 也远超几百年闭关修炼 获得的收益 东皇忠黑黑地笑了起来 不过 为了不让宗门的那些老家伙们怀疑 所以说哥哥 你还是要留一些时间去修炼的 这样才会表现得正常一点 也能让那些老家伙们觉得 你既不会偷懒地修炼 又对宗门有归属感 一举两得 好 那就听你的 听完了东皇忠的话以后 萧尘在心中已经有所决定了 对了 萧大哥 那些负责培育仙草之类的任务 能不做就别做 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隔个十天半个月去做一两次就可以了 新人弟子当中最好的任务 就是去给那些宗门的长老们打下手 虽然只是去打下手 但是却能从那些长老们那里 看到和学到更多的东西 而且如果那个长老人比较好的话 说不定在办完事情之后 心情一好 还能给一些额外的赏赐 每一次虽然不多 但是日积月累下来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东皇忠不断地说着 当然 做这些任务 需要您有一个强大的承受能力 因为那些长老们 在你们打下手的过程中 随时都有可能 因为你的失误 或者其他的原因发怒 那个时候一定要强行忍下来 任由长老打骂 要是遇到一些脾气不好的老怪物 说不定还会直接把你们打个半死 但是这些只要能够忍受下来 对于将来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呃 受点苦倒是没什么 只要能够成功地留在内门 还有额外的收入 这些小问题都不是问题 萧陈文言却是笑了起来 吃苦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嘿嘿 当然在其中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如果你在哪一次打下手的过程中 深得某位长老的喜爱 说不定某位长老会直接把你定为他门下的弟子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好处 因为这就意味着铁定会通过考核留在内门 所以萧大哥你和大黄说一下 在打下手的过程中一定要机灵一点 要是能够提前获得某些长老的肯定 那对你们的将来可是有着天大的好处 东黄忠黑黑笑道 还有这种好事 也的确难得 如果得到某位长老的喜爱 那在宗门之中可就等于有了一个靠山 萧陈瞬间就想通了这些好处有多大了 是 这些东西一般刚刚飞升上来的仙人们都不明白 因为飞升之前都是各自界面当中的主宰 要一下子去做这件事情 还要任由打骂 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下来的 但是如果能够承受下来 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东黄忠再度说了一声 谢了 小忠 有你提供的这些情报 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萧陈冲着东黄忠道谢 小事 如果不是因为我现在残缺的太厉害 萧大哥和大黄你们两个也无需加入到这种宗门当中当苦力 东黄忠摆了摆手 不在意地说道 这也算是一种磨练和成长吧 萧忠 你放心 等我和大黄两人有了足够的实力之后 就会开始着手调查你原来的主人的消息 萧陈感慨了一声 然后又冲着东黄忠做出了保证 嗯 和东黄忠交谈之后 萧陈就直接闭关调息了起来 他打算今天修炼一天 明天就开始去做任务 到了傍晚的时候 他直接去找了大黄 把东黄忠的话跟大黄说了一遍 大哥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如何 我们每次都接不同的长老内里的打下手的任务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得到长老们的赏识 不管是你或者是我 有了长老的赏识 我们两个人都会好过一点 大黄听闻之后 一向有些愚笨的脑子在此刻却显得无比的机敏 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哈哈 不过明天的话 还是按照小钟所说的那样 我们先去培育几次仙草 做出一副这种工作很无聊的样子 然后再去打下手 萧陈又叮嘱了一声 喉 大黄对此自然不会有任何的意见 随后 萧陈就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别院当中 等到天亮之后 他就在令牌当中接到了一个培育仙草的任务 这种任务的贡献值和之前所说的一样 都非常的低 培育一次只有一个贡献 仙精倒是还可以 一次百枚 虽然也并不算太多 但是盛在这种工作 根本没有任何的危险 所以整体来说 这种任务的收益 还是要远远大于那些村落的人 出去冒险来的好一些 培育仙草 其实也没有什么复杂的 只是用它们自身的先例不断的灌溉 让仙草得到健康的成长 然后就会被宗门当中的那些炼丹大师们拿走去炼制丹药 培育不同的仙草 花费的时间也不同 短的只需要三两天的时间 长一点的可能需要两三个月 不过对于他们这些仙人而言 两三个月的时间和两三天的时间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萧尘和大黄两人都接连做了五六次这种任务 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毕竟这种任务是最简单 也是最容易的 只是需要消磨个时间罢了 一个多月之后 这一天萧尘终于不再去接受这种任务 而是从令牌当中接到了一个打下手的任务 萧尘轻松地朝着那位长老所在的地方赶了过去 心中却是有些担忧 不知道他即将面对的是什么人 这一次他需要去打下手的是一位姓张的长老 萧尘他们刚刚进入宗门 对于宗门内一些长老的情况完全都不太熟悉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宗门的长老最起码也是仙王境的强者 这可是比仙将还要强悍的存在 修炼到了仙将境 在仙界可以说是一方强者 到了仙王境界 那就可以说成是一方诸侯 南陵仙宗是整个南浮域最强大的仙宗之一 宗门内才会有不少的仙王长者 如果是放在外面那些城池当中 根本不可能见到仙王级别的这种强者 仙王 小忠 似乎你说过你的原主人也是一位仙王对吗 在朝着那位长老指定的地方赶过去的路程当中 萧尘忽然问了一声 对 不过我的主人可不是普通的仙王强者 我的原主人连仙帝境的强者都可以随意战杀 东皇忠点了点头 提到他原主人的时候明显有非常骄傲的神色 这么厉害 不是说成仙之后想要跨越大境界战斗根本不可能吗 就连同一个小境界之内的差距都是天差地别呀 萧尘被东皇忠的话给惊住了 哈哈 那只是一些普通仙人的认知罢了 成仙之后 道路会很广阔很广阔 充满了无限可能 不管是自身的天赋血脉 亦或者是领悟天地法则等等 有太多太多的办法可以增强自身 他们说的那些同一个境界 那天差地别的战斗力 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有着强大的天赋血脉 或者领悟了一些厉害的天地法则 所以才会同级无敌 先人们的修炼不是一味地追求修为 更多的是对法则的领悟 或者对自身血脉之力的发觉 东皇忠不屑地笑了一声 原来如此 那你原来的那个主人 应该是很厉害的吧 领悟了天地法则 或者说自身的天赋血脉很厉害 萧辰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我的原主人不仅血脉厉害 领悟的天地法则 也是绝无仅有 当年虽然只是先王境界 可是打得许多先帝 见到他就跑 可以说整个先界九成九的先帝 都不是我原主人的对手 当年主人只差一点点就能突破到先帝 可惜 提到他原主人 东皇忠立刻变得滔滔不绝了起来 言语中提到他的那位原主人的时候 尽是自豪和骄傲 这么厉害 那不就等于是站在了先界的巅峰吗 萧辰砸巴了一下嘴巴 对于东皇忠的话他不怀疑 而是充满了震惊和羡慕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在先尊不出事的情况下 先帝竟强者就是先界的巅峰存在了 而东皇忠的原主人可以杀的那么多先帝 不是对手 可不就是真的站在了巅峰吗 可想而知 如果他的老主人当年成功地突破到先帝境的话 那又该会是怎样的可怕 小忠 现在你总可以告诉我 你的原主人是出了什么事吗 以前你总是含糊其词 现在可以说了吗 忽然 萧辰又有些好奇了起来 既然东皇忠的原主人那么强大 又是怎么陨落的 原主人他 是被四大先帝围攻而死的 东皇忠的语气有些低沉了起来 嗯 你刚刚不是说 原主人可以杀的那些先帝们俯首称臣 怎么会被围攻 萧辰一愣 老主人是很强大 可以打得过绝大多数的先帝 那四个先帝同样也是站在先界巅峰的人物 他们任何一个人同样可以杀的其他先帝俯首称臣 但是即便这样 还是四人联手 才暗算老主人 如果是单对单的话 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是老主人的对手 提起这件事情 东皇忠的情绪变得异常的暴躁 抱歉 小忠 勾起了你的伤心事 我不该多嘴的 萧辰见状连连道歉 没事 这些事情 萧大哥你早晚也知道 那四大先帝现在应该还活着 估计实力也更变态了吧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 那四大先帝是何人 修炼到了他们这种地步 如果发现一个修士 对他们有极大的杀意 说不定能够从冥冥之中感应到 对于萧大哥你们来说 不是好事 东皇忠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平静了下来 随后淡淡地说了一声 好 先帝的手段那么厉害 都能感应到谁对他有敌意 萧辰还是有些震惊 当然 那四个老不死的 当年就已经快公餐造化了 绝对参悟了因果县 虽然也不一定会在乎一个小修士对他们的敌意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不能告诉你 东皇忠点了点头 言语当中透着恨你 好吧 小忠 只要你哪天觉得我和大皇实力足够了 就可以告诉我们 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萧辰没有在追问什么 毕竟现在的他和大皇都实在是太弱小了 有些事情的确是知道了 不如不知道的好 好的 萧大哥 那你就准备去工作吧 我就继续修炼了 东皇忠文言点了点头 然后就直接沉寂了下去 虽然东皇忠只是一件法宝 但是东皇忠非常独特 可以通过不断的修炼来提升自己 也算是非常的神奇 萧辰早就见怪不怪了 他也没有再和东皇忠说话 而是忽然停下了脚步 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和状态 然后走到了眼前的一个别院当中 别院就是那位张姓长老让他过来帮忙的地方 长老大人 弟子萧辰接了内务堂的任务 过来为您打下手 萧辰并没有直接进入别院 而是站在别院的门口轻轻地说了一句 这是最起码的规矩 他不能不遵守 进来吧 随着萧辰的话语 一个非常中气十足 而且有些微严的声音响起 然后别院的大门就自己打开了 萧辰见状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走到了别院当中 然后他就看到了别院内站着的一位老者 这气息深不可测 虽然只是静静地站在这里 并没有刻意地释放什么气息 但依旧还是让自己感到一阵阵的压抑 萧辰只是朝着这个老者看了一眼 就觉得无比的难受 虽然他也并不清楚 这个长老是先王静几重天的实力 但是也让萧辰对于先王静强者的威势 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识 单单是站在这里 就有一股王者气息 真的可以称之为先中之王 你是这一次新进来的弟子 在萧辰打量老者的时候 这个长老回过头瞥了他一眼 一瞬间萧辰就觉得仿佛自己面对了 无上的纤微 有一股卑微渺小和沉浮的念头 不过这种感觉随着老者闭口不言 而又瞬间消失 这让萧辰的心中真的非常的震撼 先王静的强者根本没有刻意对自己释放任何攻击性的气息 只是随意的一句问话 就让自己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真的是强大到变态 不过瞬间 萧辰就反应过来恭敬地说道 回长老的话 晚辈只是这一次新加入宗门的弟子 能为长老打下手是弟子的荣幸 哈哈 嘴巴倒是能说会道 荣幸 只不过是人人都可以接的任务 你自己接的快一点罢了 行了 在我这打下手 不要多说任何一句废话 包括那些溜须拍马的好听话 我的问话 若是再敢多说一个字 让我听了觉得不爽 你就不必在内门继续待下去了 最讨厌你们这些拍马屁的小东西 这位长老又淡淡地瞥了一眼萧辰 然后冷漠地说了一句 是 弟子记住了 萧辰文言心中一领 然后立刻恭敬地说了一声 不敢再多说任何一个字了 同时他也明白了 为什么许多给长老们打下手的任务 没有人接了 而且东皇中之前说的话 真的很有先见之明 在做这种打下手的任务当中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遇到的 会是什么样性格的人 就像这位长老 刚刚一见面就直接给自己 说了这么严重的话 很显然这个长老的脾气不怎么好 在打下手的过程中 若是得到了长老的赞许 的确有不少的好处可以拿 但是得罪了长老 那下场也是很惨 而且打下手的任务贡献值 只比去培育那些仙草之类的多了一点 培育仙草虽然枯燥无聊 但是实在没有什么危险性 这打下手的任务 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下来的 不过萧辰早就得到了东皇中的提醒 所以现在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情绪 他知道自己来这里 是为了做任务挣钱和挣贡献值的 长老不喜欢的事情和话 那自己不去说不去做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耍什么小心思 嗯 跟我来吧 这位长老很满意萧辰刚刚的表现 淡淡地说了一声 最后直接进入到了别院当中的一个房间之内 萧辰没有说任何的废话 跟着这位长老走到了房间里面 你以前可曾接触过炼丹方面的知识 进到了屋子内之后 长老淡淡地问了一句 不曾 萧辰回答的简明恶药 那对于药材可能分辨得清楚 长老又问 出一些特殊的药材都可以 如果长老炼丹使用的全都是仙草的话 弟子不敢保证全都认识 萧辰如实回答 真是够笨蛋的 看来以后发布任务的时候 一定要备注一下 需要一些炼丹基础的人过来帮忙才行 不然的话 每次都在浪费老夫的时间 这位长老听了之后眉头一皱 有些不悦 但还是随手甩出了一个玉剪扔给了萧辰 这其中是一些药草的基本知识 给你两个时辰的功夫 把所有的东西全都记下来 等会儿需要你打下手的时候 千万不要出错 否则的话直接给我走人 甩出了这个东西之后 长老便在屋子内的一个蒲团上坐了下来 萧辰则是任何话都没有说 瞬间把神念探入到了玉剪当中 开始疯狂地记忆了起来 玉剪当中蕴藏的信息量真的很大 即便萧辰现在都已经是仙人了 但是两个时辰想要记住其中所有的东西 依旧是有些困难的 不过让他有些惊喜的是 东黄中忽然传音给他说道 萧大哥 你不要急 能记多少是多少吧 我的原主人 以前也是一位非常强大的丹师 虽然我的记忆遗失了不少 没有觉醒太多 但是那些普通的药理知识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看这个长老想炼制的丹药 应该也不是什么太过厉害的丹药 记不住的那些也无所谓 到时候他说什么 我就告诉你怎么做就可以了 太好了 这个长老分明有些难为人 这里面的东西别说两个时辰 就算是这个时间再多加一倍 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记得住 萧陈文言松了一口气 哈哈 这个老头的脾气是有些古怪 不过这个老头似乎挺厉害的 我感觉他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的仙王 只是现在我不敢查看他 我觉得这个老头有些不烦 担心他会发现 所以萧大哥 你要是这一次做得好了 说不定能给这个老头心中 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或许还能得到一些额外的好处呢 这些脾气古怪的家伙们 只要能把事情做得让他们满意 一般好处都是少不了的 东黄忠黑黑笑了起来 嗯 那等会儿就要多依靠你了 萧陈点了点头 随后便不再和东黄忠传音交谈了 虽然有东黄忠帮他 但是他自己也必须把一些该记的记在心里 两个时辰的功夫简直是眨眼即逝 小子 遇见当中的那些信息可都记得怎么样了 长老开口时间掐得分毫不差 萧陈深吸了一口气 道 弟子已经完全记下 嗯 你说什么 你把遇见当中的所有信息全部记住了 长老文言一愣 然后眼神忽然变得有些危险了起来 是 萧陈毫不犹豫地回答 其实他本来不想这样说的 但是东黄忠一直窜到他 一定要表现得夸张一点 这样或许才能在这个性格古怪的老头心中 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只是现在看情况似乎不太妙 嗯 看来你不仅喜欢拍马屁 还喜欢说谎 甚至有些自不量力 那遇见当中的信息两个时辰就算是老夫都无法记住 何况你是第一次接触 居然敢说全部记住了 长老忽然面色一冷 然后大手一挥 一股可怕的力量笼罩了萧陈 萧陈的身体在这股可怕的力量之下 瞬间重重地砸到了房间的墙壁之上 萧陈瞬间喷出了一大口血 他现在真先进的修为 在这个老头的面前 简直是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对方挥手间就可灭杀他 萧陈瞪着这个老家伙 眼中有着怒火 毕竟无论是谁 孤然来了这么一下子都不会好受 不过最终他还是忍下去了 并没有说任何话 也把怒意强行给压制下去 他的心中谨记东黄中的话 做这种打下手的任务 就是要吃得了苦 受得了委屈 这些对于他在仙界混下去 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 所以萧陈很快就调整好了 自己的情绪和心态 然后缓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走回了原来的位置 恭敬地站着 没有说任何话 虽然早就知道会遇到这些脾气古怪的 但是他也没有想到第一次就遇到了这样的人 但是萧陈依旧是不断地提醒自己 一定要忍住 一定要忍住 这个长老看到萧陈的这一举动之后 眼底闪过了一抹诧异之色 但却紧跟着冷哼一声 老夫平生最恨你们这些说谎话的家伙 尤其是如此的不自然的不自然而言 再给你一次机会 告诉老夫刚刚的信息你到底掌握了多少 弟子全部记下了 萧陈深吸了一口气 却是没有任何改口的迹象 哈哈 你真是有够自大的 既然如此 可别怪老夫等会儿为难你 如果等一会儿你帮忙的过程中出现了任何的失误 不仅无法继续留在内门 外门也去不了 我会废了你的修为 把你扔出去 老头一咧嘴笑了起来 但是这笑意和说出的话 简直如同魔鬼一般 萧陈强忍着翻白眼的冲动 在心中已经把这个老家伙给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你妹的 有这么自大的人吗 这脾气何止是古怪 简直是无理取闹好不好 这老头说他自己都无法记住 但是不代表别人记不住啊 是 没错 萧陈同样不是自己记住的 但是他有东黄忠啊 这和他自己记住没什么两样 总之在过程中不会出现差错就可以了 可是这个老家伙倒好 一听说自己全掌握了 二话没说 先给了自己一巴掌 开始吧 这老头的嘴角都起了一抹戏虐的笑意 然后直接启动了这个房间内的炼丹炉 丢一份半紫阳草 半份零星木 两份冰破石 刚刚启动炼丹炉没多久 长老长老就直接开口了 是 萧陈随口便答应了下来 同时一边有条不紊的 快速的准确的 把刚刚这个家伙点出名字的药材 全部放入了丹炉之内 有点意思啊 看来刚刚是掌握了不少信息 这位长老见到这一幕之后 淡淡地笑了一下 但是语速却越来越快 星魂木 鬼域 银叶草 新灯花 这个老头的语速越来越快 到了最后说出来的材料 也是越来越难辨认 一连串说出了上百种药草的名字之后 萧陈都是在同一时刻 准确地把那些药草给丢入到了丹炉之中 哦 这臭小子似乎还真的是厉害呢 张老见到萧陈的动作不仅快 而且准确之后 眼中头一次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但是紧跟着 他又快速地念起了一些更加难以辨认的药草 千几十 灵指路 灭神花 虽然这个老头的话语越来越快 但是萧陈依旧是同一时刻都能达到要求 并且完美的执行放入丹炉之中 随着时间的过去 这位长老眼中的精益之色越来越浓郁 很快就变成了赞许 因为萧陈的确没有说什么大话 竟然真的把预见中的信息完全吃透了 否则的话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 百叶草 浑浑花 长老的语速竟然忽然变得平缓了起来 又念出来几十种药材的名字 不过忽然萧陈的手中却是一顿没有继续头发 而是看向了长老 嗯 怎么突然停下了 我让你停了吗 这位长老的脸色瞬间一凝 严厉了起来 没有 萧陈立刻回道 那你为何忽然终止 是不是因为刚刚根本没有完全掌握这些信息 所以老夫刚才说的那些药草 你弄混淆了 老头的眼中又出现了冷冽之色 不是 而是弟子觉得 长老您这次炼制的丹药应该是千荣丹 但是炼制此丹 先生叶和菩提木不能同时加入 否则的话会导致药效冲突 而您刚刚接连点出了这两种药材的名字 所以弟子 所以弟子才会停下 萧陈迅速地回答 你竟然能够看出来老夫炼制的是什么丹药 这老头文言却是有些诧异 是 你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说从未接触过炼丹方面的东西吗 怎么能够看出来老夫炼制的是什么丹药 这老头的神色瞬间就严厉了起来 身上甚至还冒出了一些杀鸡 长老 您刚刚给弟子的那个预见当中信息量很大 除了一些药材的基本认知和药理之外 还介绍了一些比较常见的丹药的炼制方法 以及丹药方面的其他知识 弟子这才会从您炼丹需要的这么多的材料上推断出来 您要炼制的是千荣丹 如果弟子失误的话还请长老责罚 萧辰不虚不及地说道 你 难道就是因为刚刚看了那个预见中的东西 就能够猜出老夫炼制的是这种丹药 更加找到了老夫刚才的失误之处 这一下这位长老可是真的有些惊讶 是 如果长老不相信弟子的话 弟子可以发出本命誓言 弟子在今日之前的确不曾深入地研究过炼丹方面的知识 萧辰不卑不亢地回答了过去 哦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这位长老轻吟了一声 却是没有继续把话说完 而是朝着萧辰手中的药材看了一眼淡淡道 那继续吧 是 不过就在他们刚刚继续的时候 一道狂暴的声音却忽然从房间之外传了进来 张老头 快出来 老子最新钻研的那个阵法 有眉目了 与此同时 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了整个房间 这无形的力量虽然并没有什么攻击性 但是在笼罩到炼丹炉的时候 刺激了所有药材的力量 整个丹炉在这一瞬间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爆炸 鬼老头 老子跟你拼了 萧辰只见到长老怒哼了一声 身形一闪 就直接消失在了房间之内 然后他就感受到别院的上空爆发出了一阵 让他感到心计的波动 很明显是这个长老和刚刚那个大吼的强者交手了 不过两人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的几个呼吸的功夫就停了下来 哼 鬼老头 你钻研阵法有成果就有成果了 为什么来我这里大闹 你难道不知道我刚刚是在练丹 张姓长老非常的不爽 你也练不出什么厉害的丹药 毁了就毁了 多大点事儿 鬼老头哈哈一笑 胡说 老子在炼制千荣丹 张姓长老臭骂了一声 千荣丹 这玩意儿虽然不是什么最顶级的丹药 不过倒是妙用无穷 但是此丹药炼击到最后 可是需要一种阵法辅助 才能强行把所有的药材的药力凝聚在一起承担 你又不会阵法 炼制这玩意儿干嘛 鬼老头顿时一脸诧异的说道 我也只是想尝试一下 看看能否成功的熔炼所有的药力 如果真的能够到达最后一步 才打算去喊你的 不过刚刚却被你破坏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既然你来了 那就刚刚好帮我完成最后一步 长老撇了撇嘴 随后说了一声 好吧 走 要是你真能炼制出千荣丹 那对我们也有不少好处 鬼老也收敛起了玩笑之意 随后两人又一起全部进入到了炼丹室之内 萧尘一直在炼丹室内等着 虽然他也很好奇 但是之前的经历 让他知道好奇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所以在长老出去之后 他一直就在炼丹室内静静地等着 现在看到长老和另外一个长老进来之后 冲着两人行了一礼 没有说话 现在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本分 鬼老头只是朝他看了一眼就没有在意了 因为有时候他钻研阵法的过程当中 也会在内务堂发布一些任务 让一些弟子来帮忙 对于这些普通弟子 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长老 自然是不会多加关注的 继续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老夫炼制的是哪种丹药 就按照刚刚的顺序来吧 有问题吗 张姓长老子是朝着萧尘看了一眼 淡淡地说了一声 没有问题 萧尘回了一句 那好 开始 张姓长老挥了挥手 没有再多说 而是把炼丹炉当中 刚刚炼制失败的那些药渣 全给清理了出来 然后继续开启了炼丹炉 萧尘则是有条不紊地继续投入 刚刚已经投入过的药材 这小子挺机灵的呀 过了一会儿之后 鬼老头有些诧异地看了一眼萧尘 哈哈 还可以 比以前那些过来打下手的小东西 能稍微用得顺手一些 张姓长老淡淡地笑了笑 当然了 他们这只是在传音 呦 张老头 你可是很少夸人哪 怎么 觉得这个小家伙 挺合你的心意 鬼老头文言惊讶地 看了一眼张姓长老 实话跟你说吧 这小子的悟性不错 而且 人也够机灵 也挺懂规矩的 最主要的是 似乎对炼丹还有一些特殊的天分 所以 我打算考教一下他 如果真的合适的话 把他长期地招过来 给我打下手也不错啊 张姓长老呵呵一笑 哦 真有你说的这么好的话 那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你这炼丹 有时候还是需要帮忙的 的确需要一个机灵的 还得懂一些炼丹的家伙 打下手更好一点 鬼老头点了点头 嗯 先考教一下这个小子吧 上次你那几个打下手的小家伙 用得怎么样 你不是说 其中有两个培养一下 应该就可以 可堪大用 现在 培养得怎么样了 张姓长老反问了一声 嗨 别提了 那两个小家伙 我以前觉得还挺可以的 但是真的是 没什么阵道天赋 鬼老头撇了撇嘴 有些不爽 那只能再找了 张姓长老淡淡道 嗯 阵法一道太难 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真的是挺难的 专门招收了这么多年的弟子 竟然没有一个人 让我看得上眼 也是有些无语 鬼老头无奈道 哈哈 慢慢来 可遇不可求 这小子 这小子 我也得多考教几次呢 张姓长老 张姓长老大笑了 张姓长老大笑了起来 我看这小子还可以 没有你的指点 把材料分配得分毫不差 应该还可以 鬼老头 鬼老头朝着消沉看了一眼 颇有些赞许地说道 再看看 张姓长老随意地应了一声 然后又过去了片刻 这一次的炼丹到了最后的关头 得布置阵法 才能让这千荣丹彻底成功 鬼老头 看你的啦 张姓长老停下了炼丹 只是维持着一丝极其微弱的火焰 然后看向了鬼老头 小事儿 鬼老头哈哈一笑站起了身 布置一个这样的阵法 的确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鬼老头瞬间在炼丹炉上 打出了几个手印 然后就有一股无形的波动 笼罩在了丹炉之上 不过鬼老头却并未停下动作 反而是更加认真和严肃了 毕竟千荣丹是非常高级的丹药 不能出错 这鬼老头阵法造诣还不错 不过他现在布置的这个阵法 有些急于求成了 这个丹药的药像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厉害几分 他现在的这个阵法不会成功 忽然萧尘的脑中响起了焚煞剑的声音 小煞你能认出这个阵法 萧尘有些诧异 焚煞剑懂阵法他是知道的 他也跟着焚煞剑学过 但是这里毕竟是仙剑 他以为焚煞剑的那些知识现在用不上 没想到焚煞剑似乎挺厉害的 当然 我的阵法造诣比这老头强多了 大哥别说了 快点阻止这个老头 不然等一下 这里就要遭殃了 焚煞剑得意的说了一声 而后迅速的叮嘱了起来 萧尘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就向前跨出一步 打断了鬼老头的动作 长老且慢 正在布置阵法的鬼老头 听到萧尘的话 瞬间直视了过来 眼中有着强烈的怒意 张姓长老也看了过来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去 以他们两人的身份地位 在炼丹和布阵的过程中 怎会允许一个普通的弟子打扰 刚刚他还觉得萧尘的表现 有些让他高兴 不过现在却是恨不得一巴掌把萧尘给拍死 因为实在是太不懂礼貌了 鬼老头可是宗门内有名的阵法大师 萧尘这样出生 分明就是在质疑鬼老头 这简直是极大的不敬 你为何打断老夫的布置 鬼老头虽然生气 但是他毕竟自持身份 还是问了一声 如果萧尘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他肯定不会这么好说话了 长老 弟子以前也钻研过一些阵法方面的知识 当然和长老您的阵法造一枚的比 不过这个千荣丹的要性 可能比两位长老想象的还要强烈一点 晚辈比较敏感 所以能够感知到这细微的变化 而长老您现在布置的这个阵法 其中有好几处细微的缺陷 虽然并不致命 但是如果就这样布置下去的话 这个千荣丹是无法承担的 所以弟子才斗胆打断了您 萧尘不慌不忙地说了一声 你说老夫的阵法有缺陷 还有好几处 鬼老头文言双目瞬间一凝 其中露出了几分杀气 他的阵法造诣在整个先宗之内可都是有名的 但现在却被一个普通的弟子这样质疑 对于他当然是一种挑衅 不过很快鬼老头就把这份愤怒给强行压制了下去 虽然他是大师 有自己的傲气 不喜欢被人质疑 不管是维护自己长老的身份 或者是出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 鬼老头并未直接动手 而是看着萧尘冷漠的 一个小小的真仙境弟子 质疑老夫的阵法有缺陷 那你倒是给老夫说说 看老夫刚刚布置的阵法当中 到底有怎样的缺陷 可别怪老夫没提醒你 如果你刚刚只是随口一说 找不到任何证据的话 后果你知道的 那弟子就冒犯了 萧尘拱了拱手 非常不客气地直接说了起来 长老您想要布置的阵法 正常情况下来说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弟子斗胆推测 您两位长老应该是 第一次炼制这个丹药 并且是第一次布置这个阵法 理论上当然是没问题的 但是千荣丹的药性 比两位长老之前想象的还要大 而长老您在布置的过程中 一共出现了三处失误 当然也不能说是失误 或许是您想要略微地改动 您想要更加完美地 控制千荣丹的药力 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点 您刚刚改动的三个地方 让整个阵法变得极其地不协调 就算成功布置下阵法 这个丹药也不会成功 什么 你竟然能够看得出来老夫 刚刚在布置阵法的过程中 改动了三个细微之处吗 鬼老头文言则是满脸的震惊 没有办法不震惊啊 他都已经是先王境的强者了 还是一个阵法大师 而肖尘呢 现在只不过刚刚飞升上来没多久 就算在下位界面学到了一些阵法的皮毛 可是也不可能看出来他刚刚的三个细微改动 然而事实却是肖尘的确看出了这阵法三个改动之处 这就不得不让他震撼了 你是如何看出老夫刚才对阵法的三次改动的 鬼老头盯着肖尘 此时此刻早已忘了去责备什么 反倒是充满了好奇之色 这 弟子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刚刚长老您改动的时候 弟子隐隐有所察觉 肖尘沉默了片刻 然后才缓缓地说了出来 你是说你就凭感觉 感受到了老夫刚刚改动了三次 鬼老头瞬间瞪大了双眼 是 肖尘一咬牙直接说了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而事实上 当然不是他凭感觉感受出来的 而是焚煞剑让他这样说的 但是事到临头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所以才只能这样找个理由推脱掉 然而 听到他的话之后 鬼老头却是瞬间瞪大双眼 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喃喃道 莫非这是传说中的哪个玩意儿 随后 肖尘就发现鬼老头的双目亮得吓人 小子 你刚刚所说句句属实吗 若是有一丝一毫的欺骗老夫 你不仅不可能继续成为宗门的弟子 还会被残酷的折磨死 是 弟子不敢欺瞒长老 肖尘再度咬牙说道 哈哈 好 既然你察觉出老夫改动了三次 又说按照现在这个阵法继续布置下去的话 但要不会成功 那么你可有改良的办法 出乎预料的鬼老头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向着肖尘问了起来 这让一旁的张姓长老有些愕然 弟子不敢说有绝对把握 但应该能够尝试一下 肖尘犹豫了一下 没有把话说得太满 行 那你来改动一下 让老夫看看 看看刚才你所说的的确是真的 还是说你只是一派胡言乱语 鬼老头竟然一边控制着阵法 一边缓缓地离开丹炉的范围 冲着肖尘招了招手 鬼老头 你 一旁的张姓长老见到这一幕之后 则是有些震惊 别说了 其实我刚刚也感觉这样的阵法布置之后 再一次的炼丹多半要失败 既然这个小子如此有信心 不妨让他试一试 鬼老头冲着张姓长老咧嘴一笑 这 不会吧 张姓长老有些震惊 的确 这小子说对了 你是第一次炼制千荣丹 我也是第一次辅助炼制千荣丹 肯定是有一些失误的 刚刚我之所以改动三次 就是因为改动之前 我觉得如果不改动可能会失败 只是没有想到连续改动三次 依旧被这小子说有失败的可能 鬼老头苦笑了一下 说出了实话 就你这水平 还敢再说自己厉害 如果等会儿这小子真的成功了 我看你这张老脸往哪儿放 张姓长老忍不住失笑了起来 如果这小子等一下真的成功了 我这张老脸就算是丢干了 又怎样 鬼老头则是哈哈一笑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你难道 张姓老者眉头一皱 看向了鬼老头 现在说这些都还为时过早 且看看这个小子到底有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在说 鬼老头却是微微一笑 没有再多言 而是看着萧尘去改动他部下的阵法 长老 弟子冒犯了 弟子虽然能够看出来这阵法当中的一些失误 不过想要由弟子自己完全来修改的话 还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还是希望长老您能够亲自主持修改 萧尘却并没有自己去动手修改这个阵法 毕竟鬼老头可是一个先王境的强者 还是宗门内的长老更是一个阵法大师 就算萧尘自己说他懂一点阵法 如果真的由他自己来完成这个阵法的修改的话 那可就的确有些太过惊世骇俗了 这已经不单单是什么天赋天资 可以搪塞过去的事情了 所以即便焚煞剑完全有能力 把这个阵法布置到完美的程度 但是萧尘在心念电转之间 还是决定他自己从旁辅助 还是让鬼老头来完成这个阵法的最终布置比较好 哦 这样也好 刚才是我失误了 就算你能够看出来这个阵法的缺险 但是以现在的能力 估计也不足以直接动手改动这个阵法 行 你说吧 怎么改 我自己来 鬼老头听到了萧尘的话之后微微一愣 然后瞬间反应过来 又上前几步站在了单炉跟前 长老 刚刚的三次改动之中 第一次的改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改动 让整个阵法的整体出现了一些不协调 这细微之处就会造成整个阵法的崩溃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再改动两次 把那两个细微的失误彻底抹去 萧尘一边说着 然后一边跟焚煞剑交谈 然后把焚煞剑说的话全部再转告给鬼老头 包括焚煞剑所说的对这个阵法的改动 全都说给了鬼老头 片刻后 鬼老头的脸上就露出了动容之色 这 这 这阵法竟然还可以如此改变排列 鬼老头按照萧尘转告给他的话 并没有费多大的功夫 就把整个阵法给重新布置了一遍 等到按照萧尘所说的话 把整个阵法全部重新布置一遍之后 鬼老头这才有深刻的感觉 这个阵法才真正的在这一刻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同时他对阵法的领悟又有了一些新的东西 毕竟焚煞剑所掌握的阵法知识 可以说完全是超乎他认知的太多 虽然 虽然同样只是两次细微的改动 但这两次每一次的改动都是在阵法最关键的地方发生了一些变化 让整个阵法的核心都产生了质变 太不可思议了 鬼老头根本掩饰不住自己语气中的惊叹 连连感慨 小子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鬼老头感慨了好大一会儿之后 然后转头看向萧尘 满脸的惊讶 虽然一开始萧尘就说过对阵法懂一点 而且是感应到的 但是鬼老头真的不太相信 毕竟对阵法懂一点怎么可能懂得要超过他 至于感应 能够感应出来这其中的变化也就罢了 但是怎么能够如此完美地把这个阵法 从崩溃的边缘给拯救回来呢 然而萧尘还是密不透风的 把自己早已想好的说辞给说了一遍 哎 看来你这小子还真的是天生就适合钻研阵法 鬼老头听完之后没有说什么话 只是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萧尘文言则只是笑了笑并没有接话 张老头你这次运气好 要是没有这小子的话 这次千荣丹铁定练不成啊 鬼老头并没有再多说 而是转头冲着张姓长老痴笑了一声 嗯 好了小子 这次既然是有了你的大力帮助 才让老夫成功地炼制了这一炉丹药 放心 老夫不会亏待你的 这千荣丹承丹后 老夫送你一颗 张姓长老也点了点头 随后冲着萧尘淡淡地说了一句 多谢长老赏赐 萧尘连连行礼 这可是实打实的好处 一枚千荣丹在宗门内价值三十万贡献值啊 可以说就算这一次哪怕没有其他的奖励 单单是这一颗丹药的收获 就赶得上他百年疯狂做任务的奖励了 哈哈 你这个小东西倒是奇特 刚刚鬼老头夸赞你 你都没有这么恭敬和开心 真是一个小财迷 张姓长老见到萧尘的反应之后 忍不住笑骂了一声 呃 萧尘文言瞬间有些尴尬 他总不能说他来做任务 就是为了这额外的奖励吧 这什么夸奖不夸奖的 就算夸奖的再多 也不如真金白银来得实在啊 哈哈 行了 小子 这次的任务到此结束 你可以回去了 过几天老夫还会再发布一个任务 到时候你记得过来 张姓长老健壮笑了笑 没有再多言 好的 那弟子就告退了 萧尘文言再度行了一礼 宣吉直接离开了 而在他走之后 鬼老头和张姓长老两人 则是站在炼丹房内相互沉默 老张头 你觉得这小子怎么样 过了一会儿 鬼老头首先问道 哈哈 你觉得他怎样 张姓长老 张姓长老淡淡一笑 老坚俱火 好吧 我承认对这个小东西有点兴趣 主要是他的阵法天赋太厉害了 既然你都把话说得这么明了 那我们两个人也就先把话说明 我们公平竞争 看看谁先能把这个小东西收入到门下吧 鬼老头笑骂了一声 然后语出惊人 不会吧 才紧紧这么大会儿功夫 你就想把这小子收入到你的门下 张姓长老瞬间有些惊恶 哈哈 这不是很正常吗 阵法一到本身就比你们炼丹要困难得多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这样的苗子 要是我轻易放过 那才是笨蛋呢 鬼老头哈哈一笑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这小子我也不打算轻易放弃 他有天赋是有天赋 但最终选择什么 还是要看他自己的喜好 张姓长老淡淡一笑 并不在乎鬼老头的话语 那就看我们谁先能吸引到这个小子吧 哈哈哈哈 好多年没有为弟子的事情动过心了 看来最近真的需要去活动一下了 鬼老头哈哈一笑 然后也并没有再停留 直接就离开了张姓长老的这个别院 张姓长老的目光闪动了一下 却是沉寂了下去 而在另外一边 萧辰离开了别院之后 心情则是瞬间就放松了下来 毕竟不管他先前做好了多大的心理准备 做好了要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的准备 但是说实话 在面对那个张姓长老的时候 他依旧还是感觉到了一阵阵的心颤 对方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哪怕人家没有刻意地去散发什么气势 只是静静地站在张姓长老的身旁 就让他感觉到了一阵阵的压抑 再加上那个长老的脾气有些古怪 动不动就会打骂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办事 的确是一种非常大的压力 不过收获当然也是非常大的 除了这个任务本身 宗门内给他的固定奖励之外 他得到了一颗千荣丹 这可是价值三十万贡献值 以他们这些普通弟子来说 获取贡献值没有什么危险的任务 就是打下手 但是打下手一次也只有两点贡献值而已 三十万贡献值 如果一直依靠做任务的话 他得做十五万次 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 而且仅仅百年的时间 也不可能做这么多次 所以这一次的收获 真的足以抵得上他数百上千年的收益了 肖大哥 我建议你把这颗丹药 拿去内务堂 直接兑换成贡献值 然后把这些贡献值 全都换成提升自己修为实力的资源 这颗丹药虽然好 但是现在肖大哥你用的话 未免太浪费了 但是如果不用 一直留到以后再用的话 又会白白失去 节省这么多时间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肖大哥最好 还是把这个丹药 换成贡献值比较好 东黄忠忽然出声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这么多的贡献值 再加上买东西的时候会打一半的对折 现在用这些贡献值能买到不少的好东西 能够快速提升我和大黄的实力 肖臣点了点头 他当然知道现在怎么做才是最合适的 仙将境以下的修炼并不是很难 只要有足够的财富 就能够换取到一些提升修为的天才地宝 可以快速增加他们的实力 而对于刚刚入门的他们而言 数十万的贡献值作用实在是太大了 足以让他和大黄两人拉开和其他那些普通弟子的差距 这样一来在百年之后的考核当中就有更大的可能会留在内门 继续成为内门的弟子 到时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高枕无忧 只要不犯什么大错 几乎就能在宗门内立足 所以肖臣并没有直接回去自己的别院 而是直接就朝着内务堂走了过来 接任务都可以直接通过弟子的身份令牌完成 完成任务的话也能 但是像这样需要提交物品的任务 还是必须得去内务堂亲自完成的 内务堂 肖臣第二次来 说实话 虽然整个先宗之内的人数非常多 但是内务堂当中的弟子数量并不多 那些不需要提交任务品的任务 都可以直接通过身份令牌来确认完成 当然也就没有人会有事没事的朝内务堂来跑 不过虽然不多 但还是有那么一点的 肖臣的到来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毕竟一看肖臣的实力和身份令牌 就知道他是刚刚加入到宗门内的新弟子 对于新来的师弟 这些师兄们自然都是有兴趣的 师弟 你刚刚加入宗门不久吧 怎么亲自跑来内务堂 接取任务 只需要通过身份令牌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往内务堂这边跑 浪费时间呢 肖臣刚刚进入到内务堂当中 就有一个替着光头的师兄走了过来 冲着他笑嘻嘻地说道 肖臣先是一愣 然后打量了此人一眼 实力比他强了一个大境界 至少也是天仙境 不过一个高高在上的天仙 留着一个光头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诡异的 而面对这位师兄善意的提醒 肖臣点了点头 客气地说道 多谢师兄提醒 不过这次来 我是想要兑换一些东西的 他想要把丹药兑换成贡献值 就必须把丹药交给内务堂的人才行 不得不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更何况他兑换了贡献值之后 还想要再买一些东西 同样需要亲自到内务堂来 诶 你要兑换东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像你们这些普通的刚入宗的弟子 能接的任务很有限 而且没有什么任务是有任务品的 通过令牌就可以直接完成啊 这个光头师兄文言有些疑惑 其他人也都朝着肖臣看了一眼 毕竟一个刚刚入门的弟子 就要来内务堂兑换东西 这还是有些让人惊讶的 肖臣无奈地贪了贪手 这个光头师兄为人也真是有些太热心 又和光头师兄交谈了两句之后 他就直接过去兑换东西了 片刻后 整个内务堂当中的人都知道肖臣兑换了什么 我去 我刚刚没有听错吧 这个刚刚入门的小师弟兑换了一颗千荣丹 你应该没有听错吧 因为我也听到了 三十万贡献值 这里的那些仙人师兄们瞬间就沸腾了起来 虽然数十万的贡献值对于他们而言也不是很多 但同样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尤其是肖臣明明才是前不久加入到宗门内的弟子啊 就有这样大的收获 所以对于肖臣才刚刚入门就能拿出千荣丹 兑换贡献值的这个事情都还是感到了震惊 肖臣虽然也看到了这些师兄们的惊讶 但是此时此刻他却并没有去管 而是冲着这位内务堂的长老 把自己需要的东西挨个抱了一遍 等到用贡献值买完了所有的东西之后 他身上的贡献值又只剩下了区区的数百点 唉 数十万的贡献值 一下子就没有了 还真是有些心疼 肖臣有些肉疼的叹了一口气 不过很快他也就不再多想了 因为说实话 这几十万的贡献值来的的确是有些非常容易 只是去打了一次下手就弄到了这么多的贡献值 所以他也并不是很心疼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被那个张姓长老给揍了一下 不过也根本不值一提 反倒是看着空间戒指当中 那又多出了那么多能快速提升他修为的材料之后 肖臣的心中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安慰的 贡献值再多也只是一个数字 转化成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师弟 你才刚刚入宗 是怎么一下子弄到这么多贡献值的 看到肖臣兑换完毕之后 刚才的那个光头师兄又凑了过来 满是好奇的问道 其实不光是这个光头师兄 其他人也全都是好奇的看着肖臣 想要知道他一个刚刚入宗的新人弟子 是怎么弄到这么多贡献值的 我去给长老打下手 长老赏赐给了我一枚丹药 我用这一枚丹药换的 肖臣看着周围那众多好奇的眼神 想了一下之后 还是如实说了出来 毕竟他才刚刚入宗 正是需要建立人脉关系的时候 现在如果直接因为这一点点的小事 得罪了这么多的师兄们 可能以后在宗门内的日子不会好过 再加上这也不是什么需要保密的事情 所以他也就直接说了出来 打下手 给哪位长老打下手 能够赏赐给你价值如此多的丹药 光头师兄文言明显一愣 其他人也都是再度看向了肖臣 我也不清楚那位长老的名讳 只知道他姓张 是一位先王 还是一位炼丹师 肖臣叹了叹手 依旧如实回答 姓张 是一位丹师 众人文言都是一愣 然而下一刻光头师兄就一拍那光溜溜的大脑袋 倒吸一口冷气地说道 你该不会是去帮张冲长老了吧 张冲长老 我不知道那位长老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肖臣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肯定是张冲长老 我们先宗内有名的丹师 而且姓张的只有张冲长老一人 天哪 师弟你真是勇气可嘉 竟然敢跑去张冲长老那里打下手 他有没有揍你呀 光头师兄文言 瞬间有些佩服地看着肖臣 光头 你傻呀 刚刚师弟不是还说了吗 他这一次的丹药就是张冲长老给他的 当然是没有挨打了 光头师兄的话语落下之后 就有另外一人吃笑了起来 也是 可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竟然有人在张冲长老那里打下手 不仅没有被赶出来 反倒得到了赏赐 这真的是有些难以置信 光头师兄文言 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然后哈哈大笑了起来 的确是很难以置信 这位师弟 你在长老那里到底做了什么 竟然能够得到长老的赏赐 这也太伟大了吧 不少师兄们都是一脸惊异地看着肖臣 这下可是轮到肖臣自己有些纳闷了 怎么听这些家伙的意思 自己在那个张姓长老那里打下手 得到赏赐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呢 甚至都用上了伟大这两个字 这的确也是让他有些震惊 诸位师兄弟 你们这是何意 张长老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肖臣好奇地问了起来 哈哈哈 果然不愧是刚刚入门的新人 你难道不知道吗 张长老可是我们先宗内脾气最古怪的人之一 超级难相处的 以前那些去给他打下手的弟子们 不被张长老打个半死就已经不错了 怎么可能得到赏赐 光头师兄文言哈哈一笑 然后就有另外一位师兄紧跟着说道 是啊 反正总之只要去过一次张长老那里的人 以后绝对不想再去 所以师弟 你竟然能够从张长老那里得到赏赐 这要是传了出去 估计整个先宗的弟子都会感到惊讶 有这么夸张 肖臣有些愕然 虽然他也觉得张姓长老的脾气的确不怎么好 但是也没有这些师兄们说的那么吓人呐 动不动就把人打个半死 除了最开始 因为他犯了一点错误 被张长老打了一巴掌之外 其他的时候只要遵守规矩 张长老可是很好相处的呀 而且非常的大方 那千荣丹可是价值三十万贡献值 说给他就给他了 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你根本不知道张长老的脾气 到底有多古怪 一言不合就直接动手打人 前不久还有一位弟子因为直接得罪了张长老 被直接贬到了外门去呢 你说可怕不可怕 光头师兄怪叫了一声 这么吓人 真有师兄因为得罪了张长老 被贬到外门去吗 消沉闻言 这才是吓了一跳 因为他刚刚过去的时候 张姓长老也说过 如果不能让他满意 他就无法留在内门 那个时候 他还觉得张姓长老这句话可能有些夸张 毕竟随意地调动一名弟子 应该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吧 应该也得经过先宗的一些其他长老们的同意才行 但是现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消沉才觉得自己似乎真的有些小看了这位张姓长老的厉害了 当然了 张长老可是我们先宗内最厉害的炼丹师之一 丹师的地位在仙界可是非常高的 他如果要随便惩罚一位弟子 根本不需要上报给先宗 所以很少有人敢去他那里呀 被打一顿 被骂一顿 都还是小事 万一直接被逐出了内门 那可真的是欲哭无泪 光头师兄连连感慨 这么厉害 可是我怎么觉得张长老也没你们说的那么可怕呀 只要遵守他的规矩 我觉得张长老还是很好相处的呀 消沉嘀咕 我的天 我今天一定是吃错药了 都出现幻听了 竟然有人说张长老好相处 这个小师弟实在是太可爱了 听了消沉的这句话之后 整个内务堂的所有弟子脸上全都露出了忍俊不禁的笑意 估计也真的只有这种什么都不知道的新人弟子 才会说张长老可爱吧 真的有那么难相处吗 消沉看着众人的神色 心中的确比较怀疑 因为他是真的感觉 虽然张长老的脾气有些古怪 但是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夸张 哎 只要师弟你觉得张长老好相处就可以 以后张长老那里的任务 你可以多做一点 光头师兄等人文言并没有再解释什么 只是过来亲切地拍了拍消沉的肩膀 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 这是自然 消沉认真的点头 因为张长老很大方啊 只要完成了他的任务 给自己一颗丹药 就换了这么多的贡献值 他的心中其实早就打定了主意 以后如果张长老还有任务的话 他肯定会尽力去做的 这还真是 光头师兄等人 听到消沉的话之后都是一阵苦笑 诸位师兄 如果没有别的吩咐的话 师弟就先告辞了 消沉又冲着光头师兄等人问了一声 没事没事 师弟有事的话就去忙吧 光头师兄文言连连笑了笑 示意消沉可以自行离开 好的 那师弟就先告退了 消沉又冲着众人 行了一礼 便直接离开了内务堂 他和这些师兄们之间并不熟悉 再加上刚刚用贡献值换了不少提升修为的资源 也想着赶紧回去修炼一番 不过消沉还没有直接回到自己的别院 而是先去了大黄那边看了一眼 发现大黄接了任务出去之后还并没有回来 随后他才自己回到了自己的别院当中 三十万贡献值所能换取的东西 对于目前的他和大黄来说真的不算少 所以他也换了一些对大黄有好处的东西想给大黄 不过现在大黄竟然还没有回来 他也就没有等 大黄也听他的 接了打下手的任务 这种事一般是没什么时间限制的 所以他也不清楚大黄究竟什么时候会回来 小钟 我先修炼一会儿 过几天再去接任务 好吧 回到了自己的别院当中之后 消沉冲着东黄中说了一声 嗯 小大哥 你自己安排就好 那个张长老的脾气 如果真的有刚刚那些人所说的那么古怪的话 却给了你这么大的赏赐 我觉得消大哥以后可以多多去此人的那里接一点任务 东黄中应了一声 随口又说了一句 我也正有这个想法 不过这一次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奖励 应该还是我帮他们完成了那个丹药的炼制 不然的话应该也不会直接就给了我这么大的赏赐 消沉点了点头 但心中还是很清楚的 那个张姓长老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的这么的大方 还是因为这一次他帮了对方的大忙 所以才会得到这样大的赏赐 这种好事肯定不会天天都有 虽然这次的赏赐 的确是因为丹药的原因 不过我也觉得 那个张姓长老 应该还是挺大方的 只要按照他的规矩来 完美地完成他需要做的事情 赏赐一般还是不会少的 再加上这种长老的脾气古怪 别人相处不好 而萧大哥 你如果相处得好了 说不定在宗门之内对你有一些好处 东黄中笑嘻嘻地说道 非常的希望消沉以后 多多去这个张姓长老那里打下手 好好 我知道了 以后只要是张长老发布的任务 如果我能抢到手的话 我一定去 萧辰听着东黄中的话 有些哑然失笑 虽然东黄中并没有表现出 太过明显的一些东西 但是萧辰依旧还是可以感受得到 自从他们进入到仙界之后 东黄中的心中一直还是比较激动的 虽然说着让他们不要着急 慢慢来 可是实际上对于一些能够帮助他们尽快提升实力的事情 东黄中可是比他们自己都上心 这也足以看得出来 东黄中的内心还是极其地想他们快点地变强 然后去找到他的老主人 我先修炼了 虽然用贡献值兑换的那一些东西全部炼化之后 最起码能够让自己的境界彻底稳固下来 虽然不能突破到真仙境二重天 但是也要比现在稳固不少 肖尘又冲着东黄中说了一声之后 就直接盘膝坐下 拿出了刚刚用贡献值兑换的那些资源炼化了起来 这次修炼 肖尘一共用了五天的时间 炼化了兑换的那些东西当中大部分的资源之后 才停下了修炼 的确没有突破到真仙境二重天 不过也不是太远 相信只要再有个几十万的贡献值 应该就差不多了 肖尘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状态 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就是有宗门的好处 他才加入到这个仙宗当中没有多久 就已经快要能够突破到真仙境二重天了 如果还是在村落当中的话 现在肯定还是为了一些仙境发愁 又怎么可能提升得这么快 大黄应该也完成任务回来了吧 把剩下的那些东西给他 自己再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打下手的任务 肖尘没有做任何的耽搁 直接联系大黄 大黄的确已经回来了 而且这家伙在见到肖尘的时候 是满脸的笑意 很显然 这次的任务当中 他估计也得到了赏赐 事实也正是如此 还不等肖尘开口询问 大黄就直接说道 大哥 这次我去做任务的时候 那个长老看我挺顺眼的 任务完成之后 额外给了我一些奖励 我现在有一万多的贡献值 厉害厉害 肖尘文言笑着点了点头 并没有多说自己之前 在张姓长老那里的遭遇 毕竟在这宗门当中 能够得到额外的赏赐 的确证明 大黄在做任务的时候 真的很用心了 大黄 这是我之前在内务堂 兑换的一些东西 给你用的 你这几天先别去做任务了 先修炼一下 肖尘说着便拿出了那些东西 然后他就看到大黄的眼睛 瞬间就更大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我去 大哥 你是打劫内务堂了吗 这些东西最起码 价值接近十万贡献值吧 你哪里来的这么多贡献值 大黄瞪着双眼 尽是难以置信 他这一次去给一位长老打下手 费了好大的心思 才讨得那位长老的欢心 才额外赏赐了他一些东西 让他有了一万多贡献值 大黄就已经很兴奋了 可没想到 肖尘这才短短几天的时间 竟然拿出了价值十万贡献值的东西 这让他如何不心惊 肖尘文言瞬间翻了一个白眼 打劫内务堂 我倒是想啊 可是真去打劫内务堂的话 估计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那大哥 你这些东西是 大黄有些晕了 他们这些新人弟子 想要做贡献真的很难 他的一万多贡献值 都还是各种机缘巧合之下才弄到的 所以大黄并不会认为弄贡献值很容易 可是肖尘这才多长时间啊 就弄到了这么多的贡献值 的确很让人震惊 不提了 我也是运气比较好 去一位长老那里做任务的时候 得到了赏赐 换了一些东西 我自己用了一部分 这是给你换的 先彻底把境界给稳固下来再说 肖尘并没有多提之前 在张长老那里的事情 只是一股脑的 把手中的东西交给了大黄 大哥不愧是大哥 做任务得到的赏赐 比我多了这么多 大黄见状也不再多问 只要肖尘这些东西的来路是正的就好 他真怕肖尘刚刚进入宗门之后 为了一些贡献值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行了 我都修炼了几天了 打算再去做任务了 接下来这几天你修炼吧 我就先走了 肖尘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就直接走了 这次任务肖尘去了另外一位长老那里打下手 整个过程没有出什么错 但是那个长老也并没有额外赏赐给他什么太过贵重的东西 除了任务固定的奖励之外 长老额外的赏赐也就是一百左右的贡献值 说实话 有了先前的几十万贡献值 现在对于这么少的贡献值 肖尘的心中并没有任何的波动 他也知道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得到张姓长老那么大方的赏赐的 也不是每一次都有那么好的机缘 能够恰好帮助那些长老们完成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次额外奖励一百的贡献值 已经相当于他已经节省了五十个普通的任务时间 所以这样一想的话 他也觉得额外的奖励一百贡献值还是挺多的 这一百的贡献值加上他身上剩下的几百贡献值 一共也只有五六百左右的贡献值 根本不足以在门内兑换到任何稍微好点的东西 所以肖尘也并没有再继续修炼 而是接连的去做任务 一连做了十多个任务 这十多个任务下来 肖尘才发现 在宗门内普通弟子想要弄贡献值真的是很难 也不知道是大家都商量过的还是怎样 每一次任务之后能够额外奖励给他一百贡献值 就已经算是很多的那种了 通常情况下额外的奖励都是一些非常非常不值钱的东西 或者是几十块鲜金或者就是几十点的贡献值 甚至还有更少的 可是他也只能无力吐槽了 并且感慨自己第一次的运气真好 在张姓长老那里 无意之间帮助对方炼制成功了丹药 才得到了几十万的贡献值 否则他哪怕是连续做一百年的任务 几乎都不可能赶上那一颗丹药的价值 而且萧辰发现有些长老的脾气那才是真的古怪 人小气就算了 做任务的过程中真是各种奇葩的要求都有 有些时候真的就连他都不想忍受 而且随着接触的长老越来越多 这种感觉就越强烈 虽然他已经非常非常的小心翼翼了 也时刻谨记谨言慎行这个法则 也无可避免地被一些长老们狠狠地教训了几次 好在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自身并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失误 所以那些长老们也只是对他小小地惩罚了一番就算了 倒是没有说要逼迫他离开内门或者怎样 不知不觉距离萧辰进入到这个先宗当中 就已经过去了半年的时间 在半年内他做的任务最起码有两百多件 贡献值也有了一万多 平均下来每一件任务都能得到五十点左右的贡献值 如果就这样下去的话 哪怕是整个百年的时间过去 他顶多弄到一二十万的贡献值 根本比不上最开始的那一颗丹药的贡献值 萧辰在最初的时候 也偶尔地去关注过那个张姓长老 有没有继续发布过任务 不过半年过去 张长老没有发布任务 萧辰后来也就逐渐地并不在意了 而且萧辰不知道的是 他在这半年当中 在他们这些普通的弟子当中也算是小有名气 甚至一些弟子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叫做任务狂魔 半年两百多件任务 差不多平均一天一件 这样算来的话 萧辰根本没有什么时间去修炼 全都在做任务 所以自然而然的就被众人这个样子称呼了 对此 萧辰也并不介意 虽然有些人也觉得他这样的举动比较傻 但是萧辰自己明白 这对于他通过百年之后的考核 有很大的帮助 毕竟去打下手 就有机会接触到那些长老们 只要不给那些长老们留下太坏的印象 对于他在宗门内总归是有一些好处的 这天 萧辰又来到内务堂交任务 他刚刚到来 就恰好又碰到了那天的光头师兄 嗨 任务狂魔师弟 你又来交任务了 光头师兄一看到萧辰 也忍不住打去了起来 半年当中不只是那些新入门的弟子 这样称呼萧辰 就连他们这些老一辈的师兄们 也同样知道萧辰是一个任务狂魔了 是的 听闻前几日师兄出去历练了 看师兄的样子应该是收获不小 萧辰也并不在意这样的打趣 然后看了光头师兄那满是笑意的脸上 同样说了一声 哈哈 还可以 师弟 我就先不跟你说了 我得赶紧回去闭关修炼一番 这一次弄到了一个好东西 光头师兄哈哈一笑 随后直接就走了 萧辰则是交完任务之后 又习惯性地打开令牌准备接任务 却忽然精神一震 张长老居然又发布任务了 刚刚打开令牌准备接任务的萧辰 在看到张长老发布的这个任务之后 心中生起了一股惊喜的感觉 因为不管其他的弟子们怎么说 萧辰还是觉得张长老这个人挺好的 最起码大方 而且只要按照规定完成张长老的任务 奖励也不会太少 所以现在他看到张长老又发布任务之后 萧辰没有任何犹豫的 就直接把这个任务给抢先接了下来 当然实际上也谈不上什么抢先接下来 因为张长老的任务 在宗门里很少有弟子会去接 走 接下了任务之后 萧辰没有任何犹豫的 直接朝着张长老所在的别院赶了过去 小子 又是你接了老夫的任务 张长老看到萧辰赶过来之后 眼中闪过了一抹说不出的笑意 但是隐藏得很好 并没有被萧辰发现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 萧辰只是恭敬地站着 并没有接话 因为这句话不管怎么接 都显得不是那么合适 进来吧 你上次已经在老夫这里接过一次任务 应该了解老夫这里的规矩 只要做得好 额外的赏赐是不会少的 上次的表现还算不错 这一次如果表现得还可以 上次依旧不会少 多谢长老 弟子一定尽全力的 萧辰文言心中一喜 最后又恭敬地说了一声 好吧 开始吧 这次老夫要炼制的丹药 比较高级一点 需要你做的并不多 只是需要把那些药材 给我分类整理一下 就可以 张长老也没有多说什么 淡淡地点了点头 就直接进入到了丹房之中 是 萧辰应了一声 跟着张长老进入了炼丹房 然后按照张长老的要求 一丝不苟地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 这次张长老炼制的丹药 没有告诉萧辰是什么丹药 但是单单从那些药材的复杂性之上 萧辰也可以多多少少地看出来 这次的丹药非常地厉害 小家伙 看来 你的确是把上次 老夫给你的预检当中的所有东西都记下了 这些药材 不仅按照药性和一些特殊的习性 分门别类地归纳了 竟然还挑出了其中一些特殊药材 进行了特殊的保存 不错 张长老在炼丹之余 朝着萧辰看了一眼 随后眼中露出了一抹诧异之色 因为萧辰做的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好 多谢长老夸奖 这是弟子的分内之事 萧辰文言又是谦虚地说了一声 而后把手中最后一份药材给放好了 从你这分门别类的手法上可以看出 你对这些药材的药性和各种特性都非常的了解了 既然如此 你就帮老夫把这几种药材给熔炼一下 张长老沉默了一下 然后忽然指了指萧辰面前的六种药材 然后说出了一种让萧辰有些惊恶的话语 长老这恐怕不太好吧 这六种药材都是您此次炼丹需要的一些主药材 您太看得起弟子了 万一弟子失败的话可就损失大了 而且弟子也只是从您上次给的预见当中 学到了一些理论知识 从未动手炼过丹药 现在让弟子熔炼的话 弟子恐怕难以胜任 萧辰一惊 然后立刻推脱了起来 开什么玩笑 他的确懂一些理论知识 东皇忠似乎也懂得炼丹 但是懂得理论知识和亲手炼丹 那可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如果丹药真的那么好炼制的话 炼丹大师们的地位也不会如此高了 如果随随便便一个人懂得了一些药材的习性 就可以炼丹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也就不需要什么所谓的炼丹大师了 人人都可以炼丹了 更何况张长老说的这六种药材可还都是非常高级的那种药材 萧辰连低级的丹药都没有尝试炼制过 突然让他熔炼这种高级的药材 他当然是没有任何把握了 而失败的代价他可承受不起 这些药材虽然具体的价值他不知道 但是绝对超出他的想象 一旦失败恐怕张长老会暴怒 他的下场肯定也会非常惨烈 哈哈 就算失败了 老夫也不会惩罚你 让你熔炼就熔炼 这是老夫给你的任务之一 你照做吧 谁知张长老却异常的坚定 这让萧辰颇有些无奈 好吧 既然是长老的吩咐 弟子自然不敢不从 萧辰见状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 只好一咬牙答应了下来 嗯 熔炼吧 这些药材 老夫这里还有 张长老淡淡的说了一声 便不再多言 萧辰无奈 只好分别拿了一份药材 走到了旁边的一个 稍微小一点的单炉跟前 把这些药材一股脑袋全都丢了进去 至于如何熔炼药材 他真的是一点都不懂 好在有东黄中帮他 小钟 你说这长老 不会是故意想找我茬吧 萧辰在神念中和东黄中交谈 有些无语 不知道 这个老头的想法 我也捉摸不透 以你现在的能力来熔炼这些药材的话 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东黄中也是撇了撇嘴 一点成功的可能性都没有吗 萧辰无语 没有 一丁点成功的可能性都没有 东黄中丝毫不顾及萧辰的情绪 无比直白地说道 萧辰翻了个白眼 无言以对了 沉吟了良久才问道 那现在我该怎么做 哎 也不知道啊 这个老头 或许就是故意为难你吧 不过萧大哥 你如果还是要尝试熔炼的话 我倒是可以告诉你 怎样提升一点成功率 当然最终的结局肯定失败 只不过是能让你把这些药材的熔炼程度 提升一点罢了 东黄中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说了一声 说吧 就算要失败 也不能失败得太难看 萧辰的心中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不过他还是决定尝试熔炼一下 毕竟以前他也从未炼过丹药 这一次也想看一下 炼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和体验 那就开始吧 东黄中嘀咕了一声 先熔炼那个阴阳花 这玩意儿是这六种药材当中 药性最薄弱的一个 但却是最难以熔炼的一个 如果想要熔炼的程度稍微高一点 必须先把它熔炼了 然后再熔炼其他的药材 这样才能够平衡一下彼此之间的药性 东黄中开始冲着萧辰指点江山 而萧辰也开始按照东黄中所说的 开始熔炼药材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面前的六种药材都被萧辰熔炼得差不多了 而在这个熔炼的过程中 萧辰发现自己对于熔炼这些药材 居然非常的得心应手 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和这些药材的亲和 让他在熔炼这些药材的时候 根本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阻碍 很轻松的就把这六种药材分别给熔炼成功了 这种感觉甚至让他有些怀念和不舍 萧大哥 按照我之前跟你所说的顺序 把这些所有的药材都融合在一起 至于能不能成功 就听天有命了 半个时辰之后 萧辰已经把所有的药材都熔炼了一遍 然后东皇忠又很不负责任地说了一句 便沉默了下去 萧辰翻了一个白眼 随后深吸了一口气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把所有熔炼过的药材全部放在一起 开始进行最后一步的融合 而刚刚把这些药材放在一起 打算融合的时候 炼丹炉内就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响动 萧辰瞬间苦笑了起来 果然还是要失败呀 听到这响动的一瞬间 萧辰就已经知道了结局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虽然一开始连东皇忠都说过了 他这一次的融合必然是失败的结局 但是先前在熔炼不同的药材的时候 他的感觉还是非常棒的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差错 所以萧辰的心中也忍不住生出了一股希望 但是现在确实被现实又狠狠地打了一把脸 虽然单独融炼药材的过程中 他没有出现什么失误 但是到这最后融合的时候 以他那几乎没有任何功底的单道造诣 还是无法完成最后的融合 果不其然 就在他的这个想法刚刚升起没多久之后 单炉之内就传来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接连两声爆炸声响起 宣告着萧辰这一次的融炼彻底失败 长老 弟子愧对长老的重托 萧辰深吸了一口气 还是硬着头皮转过头 冲着张长老说了一声 他觉得张长老一定会狠狠地惩罚他 然后找个理由随便地责罚他一番 毕竟让他一个没有什么炼丹功底的人 去熔炼这么高级的药材 这根本就是为难 然而张长老听到他的话之后 却是出乎萧辰的预料 没有任何生气的意思 反倒还冲他露出了一个微笑 居然还点了点头 赞叹道 不错 做得不错 啊 萧辰一愣 有些蒙圈了 这是什么情况 张长老居然夸赞自己了 没有听错吧 哈哈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不过这次 你确实做得不错 让老夫比较满意 虽然没有彻底的熔炼成功 但是在熔炼的过程中 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丹道天赋 怎么样 小家伙 有没有兴趣跟着老夫 一起学习炼丹之术 张长老却是微微一笑 然后说出的话 让萧辰呆愣在原地 这算是张长老对他自己的肯定吗 而且张长老居然说让他跟着学习炼丹之术 这句话的意味可就深了 这岂不是说明张长老在心中已经认可了他 如果他只要答应的话 那就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百年之后的考核 绝对可以成为内门弟子 而且还可以成为张长老的弟子 成为一个普通的内门弟子和成为一位长老的弟子 这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拥有这样一位在宗门内都位高权重 身份特殊的长老坐靠山 他的身份自然也能水涨船高 也能得到诸多的好处 这和普通的弟子自然是没有很大的区别 萧辰的喉头动了一动 就想要答应下来 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考虑的好吗 虽然并不知道这个张长老 为什么在自己容炼失败之后 还会说出这样的话 但是这对他来说 绝对是一个天大的机缘 可以立刻变得和那些普通弟子们不同的机缘 他当然要牢牢地把握住 更何况东皇忠在听到张长老的这句话之后 就已经在神念中疯狂地对他怒吼了 让他答应下来 所以他根本没有任何犹豫地就要开口答应 然而还没有等他把话说出口 忽然一道威压从天而降 愣是让他张大了嘴巴 无法说出任何话语来 鬼老头 你这个家伙 这时候又来做什么 然而张长老却是丝毫不受这股威压的影响 反倒是直接怒骂了一声 老夫当然是来这里串门的呀 看到你要收弟子 老夫喜不自尽 过来看看 随着鬼老头的话语 鬼老头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单房之内 我收不收弟子 管你什么事 张长老一脸的不爽 别人的话当然不关我的事 不过你可别忘了我俩上次的约定 这小子现在还没有去我那儿呢 你就想独吞了 别瞪我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可别怪我直接下手抢啊 鬼老头瞪着眼睛 嘴唇微动 但是消沉却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 很显然 他是在传音和张长老交谈 我俩虽然上次的确是约定好了 但是你也看出来了 这个小子有着如此超高的炼丹天赋和亲和 自然是跟着我炼丹更好了 而且你没有看到 他刚刚已经要答应了吗 张长老眉头一皱 同样传音回复道 我可不管 那是因为这小子还没有去我那儿 还没有感受到阵法的奇妙之处 否则的话他可不会这么轻易的答应你 鬼老头瞪眼 张长老瞬间无语 你可别忘了 我俩后来的追加约定啊 如果你要是违反约定的话 嘿嘿嘿嘿 鬼老头却是黑黑一笑 并没有说出具体的话来 但张长老却是沉默了下去 随后张长老抬头叹息道 罢啦 鬼老头听到了张长老的叹息 这才得意一笑 随后看向了萧尘 只是看着却并未说话 而张长老也不等萧尘回答 就直接又说道 我刚刚只是一个提议罢了 你也不必着急 现在就回答老夫 你先回去考虑上一段时间 过段时间再来回答老夫 也不迟 呃 这下可是彻底的轮到萧尘不解了 刚刚长老明显对他颇有兴趣的样子 可是转眼和鬼老头交谈了几句之后 态度竟然又变了 这让萧尘感到很无奈 考虑 还考虑什么呀 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 他真想现在立刻就说 不用考虑 直接答应下来 不过他还是很敏锐地听出了张长老话语当中的意思 分明就是不希望现在他再继续纠缠这些事情 所以萧尘尽管心中有些失望 也还是恭敬地应了下来 然后他又朝着鬼老头看了一眼 虽然心中很清楚现在不能直接答应下来 多半和鬼老头有关 但是毕竟两者的身份和实力还有地位相差悬殊 他也不敢表露出任何不满的样子 只是站在一旁不再说话 鬼老头身为先王境的强者 就算萧尘现在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 可是他经历的事情何其多 只从萧尘刚刚看向自己的那一眼 就能够知道萧尘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不过鬼老头并未去解释什么 只是轻笑了一声也没有再多说 小子 再帮我把这些材料给整理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张长老又冲着萧尘淡淡地说了一声 是 萧尘没有任何的犹豫 走了过去 把所有的材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好 然后他这一次的任务就算是已经圆满完成 把你的弟子令牌给我一下 见到萧尘完成了所有的任务之后 张长老并没有直接拿出赏赐 而是冲着萧尘要身份令牌 对此 萧尘已经见怪不怪了 之前做了那么多的任务 长老们就不会直接给一些东西 而是直接把一些贡献值当作额外的奖励 直接转给他 现在张长老明显也是这样做 片刻后 张长老就已经把身份令牌递了过来 萧尘把神念探入其中一看 然后就瞬间冲着张长老恭敬的行礼说道 多谢长老赏赐 弟子感激不尽 好了 你回去吧 张长老对此只是含笑点头 最后直接让萧尘离开 萧尘文言又冲着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行了一礼 便直接离开 回去的路上 他的心中则是无比的感慨 这一次张长老给他的额外赏赐 虽然不及第一次那么多 足足三十万贡献值 但是却也直接转给了他整整一万的贡献值 这可是一万贡献值 要知道他在之前的大半年当中 做了那么多的任务 最多每次也就能得到一百多点的贡献值的额外奖励 这一次张长老直接一下子就给了他一万的贡献值奖励 这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张长老到底有多么大方了 要知道这一次他可并没有帮助张长老做什么 完全就是真的在打下手 而且还容炼失败了一次 浪费了六种珍贵的药材 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张长老依旧给了他额外一万贡献值的奖励 这让萧辰的心中如何不惊喜 对此他就愈发的肯定 这个张长老虽然脾气怪 但是为人是真的大方 而且他也打定了主意 以后只要是张长老的任务 只要他能够看到能够抢到手 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抢到手 毕竟给张长老做一次任务 赶得上他做上百件其他人的任务 而且他觉得自己多半也摸清楚了张长老的脾气 只要不惹怒张长老 在张长老这里挣贡献值 简直不要太容易 张长老本身就身为先王静的长老 又是宗门当中最厉害的炼丹师 身价支付是可想而知 只要再稍微刻意地讨一下张长老的欢心 那想要挣贡献值真的是太容易 而且之前听张长老的话语 似乎对自己还满是欣赏的 想让自己跟着他脸蛋 这样一来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 张长老其实心中还是比较对自己认可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关头被鬼老头给打断了 但是也不要紧 只要以后自己再多去张长老那里做一点任务 和张长老的关系再打好一点 以后在宗门内的路肯定会走得简单一点 萧尘走在回去的路上 心里却是在不断地琢磨 而且越想他越觉得自己以后只要不犯什么大错 这一次应该能百分百地通过百年后的考核了 小钟 你觉得我们现在还有必要疯狂地做任务吗 我现在都有一点不想去其他长老那里打下手了 这些长老们一部分人还好 另外一部分实在是太难伺候了 而且经常是出力不讨好 给他们做一整年的任务 还不如去张长老那里做一次 萧尘也有些拿捏不定主意了 还是打算询问一下东皇忠的意思 嗯 我觉得萧大哥你刚刚的想法没错 这个张长老似乎对萧大哥你表现出来的恋丹天赋 有些喜欢 所以估计是想要收你为他的弟子 因此我觉得萧大哥接下来的时间 只需要去张长老那里多混混脸熟 其他长老那里的任务 偶尔去做个一点 不至于太少就可以 东皇忠沉吟了一下之后 也有了想法 毕竟萧大哥你所说的也的确是事实 去其他长老那里 的确都是吃力不讨好 而且只要最终能够得到张长老的认可 萧大哥绝对可以留在内门 那个时候 其他长老那里的任务 做不做都已经无所谓了 所以接下来萧大哥首要任务就是 获得张长老的认可 其他时间大部分还是用来修炼 毕竟现在的情况和之前不同 现在有张长老想要收你为弟子 我们自然也得改变一下策略 东皇忠很快就理清了其中的关键 冲着萧辰建议了起来 嗯 行 我跟你的这个想法是一模一样的 萧辰点头 而心中有了计划之后 他们就直接改变了策略 不再是去疯狂的做任务 而是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修炼 只是十天半个月的 偶尔出去做那么一两次任务 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 就是关注一下令牌当中 有没有张长老发布的任务 让他感觉到有些遗憾的是 过去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长老依旧没有发布什么任务 萧辰也没有什么意外之色 毕竟上一次张长老两次发布任务的时间 足足隔了半年之久 很显然张长老并不是一个 随时都需要别人打下手的人 炼丹的话需要打下手的时候也很少 随着入宗时间的增加 萧辰其实也知道了 宗门内那些长老们 其实发布出来的大部分任务 并不是多么的需要人来打下手 就比如上一次他去张长老那里帮忙 就只是整理了一下药材 和做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这些长老们完全可以亲自动手 无非也就是多耽误一点点的时间罢了 只不过这是宗门的要求 让他们尽量多发布一些任务 也是给宗门普通弟子们的机会 知道了这一点之后 萧辰还是觉得 这个宗门的那些高层们思考的 还是挺全面的 对于宗门发展这种大事 他自然也是懒得去思考的 他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弟子 连实力也只是可怜的 真仙境一重天罢了 在整个仙界当中 那就是垫底的 现在连他自己的未来都还不清楚 哪有什么功夫 去思考宗门的发展大事 现在萧辰最期望的就是 张长老能够多发布一些任务 虽然以张长老这样的身份 就算不发布任务 那些高层们也不会多说什么 但是从张长老之前 发布任务的次数来看 张长老的心中 也的确是想给一些弟子们机会的 所以他还是蛮期待张长老 能够再继续发任务 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去 张长老那里混个脸熟 说不定最后能够跟着张长老一起学炼丹 当然学习炼丹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 有了张长老做靠山的话 他在宗门内想要混起来 就太简单了 不过张长老发布任务的次数明显很少 所以萧辰又直接闭关了半个月 诶 这个任务是那个鬼老头发布的 这半个月的修炼完毕之后 萧辰继续浏览任务 并没有发现张长老发布的任务 而是意外之下 发现了鬼老头发布的一个任务 而且这个任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去领 要不要去 萧辰有些纠结了起来 他能够看得出来 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之间的关系很不错 既然张长老那里的任务很少 那他完全可以从张长老的朋友身上下手 如果能够讨得鬼老头的喜欢 那么鬼老头在张长老面前提起他的话 估计张长老对他也会更加的看好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只是上一次很明显 张长老就已经决定让他跟随着炼丹了 可是鬼老头不知说了什么 最终又让张长老改变了想法 这也是萧辰不敢轻易下决定的原因 万一鬼老头并不喜欢他 那他这次过去做任务 可就是直接往枪口上撞啊 那鬼老头应该并不讨厌自己吧 毕竟第一次自己还是帮他完善了一些阵法的 上次鬼老头对张长老说完 对自己也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恶意 或许鬼老头只是觉得自己刚刚入门 张长老不适合这么快地把自己招入门下吧 萧辰认真思量了一番 决定还是去尝试一下 决定去鬼老头那里接这个任务 毕竟除了这个原因 最重要的是鬼长老这次发布的任务 奖励的贡献值足足有五万 这对于他们这些新人弟子来说 可是一个天大的诱惑 为了贡献值 萧辰也觉得自己应该去冒险尝试一下 然后他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接受任务 不过让他感到惊讶的是 当他选择接受任务的时候 一道好听温柔的女子声音 却忽然从令牌当中传了出来 你好 萧辰师弟 我是这次负责内务堂任务轮值的师姐 我刚刚发现你想接鬼长老的任务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这个任务鬼长老已经发布出来半个月了 这半个月当中至少有十多人接受了任务 但是全都被鬼长老给赶了出来 甚至其中有好几人被鬼长老给揍成了重伤 还有两三个新人弟子 直接被鬼长老贬去了外门 所以我想提醒你一下 这次任务奖励的贡献值虽然丰厚 足以让你们这些新人弟子动心 很明显 很明显鬼长老这次发布的任务不是那么好完成的 你作为一个刚刚入门的弟子 我并不建议你看在这个奖励的份上去完成任务 万一不小心被直接贬到了外门 那对你来说可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这个好听的女生自称是内务堂轮值的师姐 一下子对萧辰说了很长的一番话 让萧辰愣住了 良久他才道 多谢师姐提醒 不过师姐竟然可以直接透过这个令牌和我们讲话 哈哈 当然 身份令牌可不仅仅只是帮助你们接任务那么简单 还有其他诸多的妙用 那个师姐笑了一下 多谢师姐告知 不过我还是打算接受这个任务 萧辰应了一下 还是婉拒了这个师姐的好意 有些很不识相地说道 虽然他的心中也很震惊 鬼长老在这半个月的时间 竟然把所有接任务的弟子们都赶走 甚至还让两三个新人弟子直接去了外门 这着实让他有些惊讶 不过他的心中却并不是很忐忑 毕竟鬼长老身为一个阵法大师 接任务多多少少也是和阵法有关 而他有焚煞剑的帮助 或许这一次下场不会很惨 好吧 我也是看在师弟之前 完成了那么多任务的份上 觉得师弟你几乎很有可能 在百年后通过考核留在内门 觉得这次师弟去冒险不太值得 但是既然师弟已经有这样的决定了 那师姐自然就不好再多说什么 师姐就在此祝你成功了 好听的女生再度说了一句之后 便不再说话了 萧尘则是收敛了一下心神 然后就直接朝着鬼老头所在的别院赶了过去 虽然这位师姐提醒了他这么多的东西 但是萧尘依旧还是要去鬼老头那里试一下 任务发布了半个月 几乎每天都有人去鬼老头那里领任务 却每一个去的人都被鬼老头给赶走了 这的确是有些恐怖 看来自己一定得小心一点 萧尘走在路上 心中却是暗暗地警醒自己 提醒他自己务必要保持足够的谨慎 毕竟上一次 他虽然帮助鬼老头完成了那个阵法 成功地炼制成了丹药 但是通过之前在张长老那里的事情 又让萧尘觉得 这个鬼老头对他的态度似乎有些模棱两可 他也不敢有任何的怠慢之心 还是打算以自己最完善的最巅峰的状态 去鬼老头那里做任务 毕竟这些强者们的心思和脾气都太古怪了 一个不小心就搞不好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对方 尤其是在面对这些强者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试图去拉关系什么的 那样的话一定会死得很惨 所以萧尘虽然认为自己有一点优势 但是却也不敢有任何的放肆之心 接了任务之后 萧尘紧赶慢赶之下 就赶到了鬼老头所在的别院 让他有些惊讶的是 鬼老头和张长老两人居住的地方 其实相距的并不是太远 也只是隔了几百里而已 南陵仙宗是非常大的 仙宗内每一个弟子都可以拥有一栋别院 这就足以看出南陵仙宗的占地范围何其广 几百里的距离对于他们这些仙人而言 自然是不算什么的 确实是非常的近 几乎就等于是邻居一般 长老 弟子接了长老发布的任务 特意过来拜见长老 萧尘站在门口 无比恭敬地冲着里面喊了一声 进来 鬼老头的声音非常冷漠地传了出来 萧尘二话没说 直接推门进去 随后就看到了站在别院当中 正在冲着他笑的鬼老头 你小子竟然来了 鬼老头看到萧尘之后 竟然笑眯眯地冲着萧尘说了一句 不过他虽然是这样说着 其实鬼老头的心中也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萧尘会因为上次的事情 根本不接他的任务呢 现在见到萧尘来了 他其实想说的是 你小子终于来了 不过这样说的话 未免有些太过直白 所以他还是换了两个字 这让萧尘有些意外 因为鬼老头对他的态度 似乎有些和善呀 他刚刚还以为 自己来这里做任务 鬼老头对他肯定是非常的冷漠 就算不至于和其他的那些弟子 一样直接被赶走 但应该也不会太客气 不过现在看来 鬼老头的态度 还是让他的心中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也并未多说什么 只是非常恭敬地站在一旁 哼哼 随我进来 小子 我可先告诉你啊 虽然你在张老头那里 似乎有一些得心应手 但是在我这里 可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张老头那个家伙 也有些看好你 但是既然你是在我这里做任务 那么自然一切都要按照我的规矩来 如果有什么做的让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 你可别以为我会看在张老头的面子上 对你手下留情 要是做得不好 进入了房间之后 鬼老头冲着萧辰淡淡地说了一声 是 弟子自然明白 萧辰淡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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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说了一声 随后直接在屋子内严肃地站立 随后他伸手在虚空当中 瞬间点出了数万下 紧跟着一股波动 从屋子内升腾而起 好厉害的大阵 感应着这股波动 萧辰的心中有些惊讶 这些时间他除了修炼 其实还做了一些事情的 那就是跟着焚煞剑 了解了一些阵法方面的知识 只是阵法一到 实在是太过博大精深 所以过去了这么久 他也并没有掌握到什么精髓 但是也多多少少可以感应得出来 鬼老头现在布置的这个阵法 绝对是非常厉害的 你小子难道还能感应出 这个阵法的品级不成 鬼老头听到了萧辰的喃喃自语 然后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问了一声 弟子感应不出来 这个阵法的具体品级 不过却能感觉到 这个阵法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萧辰没有犹豫 直接就照实说道 哦 看来你小子对于阵法一到 的确也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次我需要你帮忙做的东西并不多 待会儿在我完成阵法的同时 你按照阵法最基本的方位 把这些阵法石给镶嵌其中就可以 鬼老头轻移了一声 随后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从空间戒指当中 拿出了数十块乳白色的石头 放在了萧辰的身前 就这些吗 萧辰一愣 他倒不是说这个任务太难 而是觉得这个任务也简单的太过分了吧 阵法石他是知道的 这是明刻了一些阵法在上面的特殊灵石 可以用来辅助完成一些大阵的布置 能够提升一些大阵的威力 其实镶嵌阵法石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只要是懂一点阵法的人 应该都可以轻易地完成 至于阵法的基础方位 那自然是只要懂阵法 自然都不会判断错误的 这段时间他跟着焚煞剑 虽然没有学到太过高深的阵法知识 可是对于这些基本的常识 他还是知道的 所以听了鬼老头的话之后 他觉得这个任务未免也太容易了吧 小家伙 你可别把这个任务想象得那么简单 等你最后做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鬼老头似乎看出了萧尘心中的想法 淡淡地说了一声 嗯 萧尘有些不明所以 但是他看到鬼老头闭眼 明显没有在想要解释的意思之后 也就明智地没有多问 而且他的心中其实也并不在意 因为有焚煞剑存在 估计最后也不会出现什么差错 开始吧 鬼老头淡默地又说了一声 便不再去管萧尘氏什么想法 自顾自地就开始进行布置 和完善这个阵法 而随着鬼老头的动作 萧尘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这个阵法的威力 也变得越来越大 虽然他自己并不清楚这个阵法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但是也并不妨碍他对于鬼老头在阵法一道上造译的敬佩 毕竟这段时间他有时候也会跟着焚煞剑学习一些阵法上面的东西 但是真的是让他感觉到了有些无言以对 他在阵法一道上可以说的确是没有什么天赋的 总是感觉焚煞剑给他说的那些东西都太难以理解了 而一些关于阵法方面的常识他还是知道的 那些越是厉害的大阵布置起来就越是困难 越是需要小心意义谨慎无比 而鬼老头现在布置的这个阵法明显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阵法 可是看鬼老头的样子似乎非常的轻松 这就只能说明鬼老头在阵法一道上的确是有着非常恐怖的造诣 这个老头上次还真是有些小瞧他了 这个阵法算是比较厉害的一种阵法了 焚煞剑的声音忽然在萧尘的脑海中响起 萧尘 你知道这个鬼老头在布置什么阵法吗 萧尘文言却是心中一喜 因为如果焚煞剑知道鬼老头布置的是什么阵法的话 那等一会儿想要完成任务就简单得多了 这个阵法 啊 抱歉 萧大哥 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是什么阵法 你也知道 我现在和东黄中的状态差不多 都是在自我修复的过程当中 只是恢复了一部分的记忆而已 不过我能够感觉到这个阵法的一些脉络和走向 等一会儿帮助萧大哥 你完美的完成任务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焚煞剑沉吟了一下 似乎是在感应这个阵法 但是很快就直接又说了出来 好 没事 反正等一下我可得靠你了 要是没有你的话 这任务我可没有什么把握完成 虽然鬼老头说起来听着简单 可是最后鬼老头刚刚的那句话 还是让我的心中有一些不太好的预感 萧尘冲着焚煞剑笑着说了一声 小意思 帮助萧大哥你多完成任务 也能让萧大哥你早点变强吧 等萧大哥你变得强大 也就能够帮助我和东黄中两人 恢复更多的记忆 觉醒更多的力量 焚煞剑黑黑一笑 表示完全没有问题 虽然他不知道这个阵法具体是什么阵法 但是毕竟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在阵法一道上有着超乎想象的造诣的 只是帮助萧尘简单地完成一下任务 他的心中还是有着绝对的把握的 有了焚煞剑的这句话 萧尘的心中就彻底地放心了下来 本来他还想着静静地感受一下 鬼老头布置阵法的时候一些波动 看看自己能否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但是很快他就放弃了 鬼老头这次布置的阵法层次可能非常非常的高 他根本无法从中感悟到任何一点点的东西 反而是随着精神和注意力的越来越集中 想去感悟东西的时候 还会让他有一种头疼 胸闷非常难受的感觉 萧尘知道这是他和鬼老头这次布置的阵法层次差距太大的原因 所以毫不犹豫当机立断地就直接收回了神念 没有再妄想着从这一次鬼老头布置的阵法身上感悟到什么东西了 而是平心静气地等待了下来 等待鬼老头布置完成 他完成任务之后就可以直接离去了 不过很显然这一次鬼老头布置的阵法或许真的真的非常厉害 即便是以鬼老头的实力也足足用了大半天的时间 才终于停止了布阵 才睁开了双眼冲着萧尘有些疲倦地说道 头方阵法师 是 萧尘文言没有敢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就把之前鬼老头给他的那些乳白色的石头瞬间全部拿了出来 然后按照焚煞剑给他所说的投放位置精准无误地投放了过去 小煞 你怎么让我往这个方位投呢 阵法的五行方位你弄颠倒了呀 忽然萧尘有些迟疑了起来 因为焚煞剑这一次让他投放的方向 有些和他这几个月当中学到的东西 有些不太一样 嘿嘿 小大哥 你就按我所说的位置投放 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老头真的很变态 如此高难度的一个阵法竟然让他完成了一部分的逆转 现在这个阵法已经不能用常理来认知了 所以要投放阵法时的位置也要发生一些变化 随着这个阵法逆转的位置而变化 如果因为按照正常情况的位置来投放的话 那么铁定会失败 最终会造成这个阵法的崩塌 焚煞剑大笑了一声 言语当中竟然充满了几分对鬼老头的欣赏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阵法逆转 这是什么情况 萧辰一愣 因为他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但是现在焚煞剑也没有跟他多说什么 反而是催促了起来 小大哥 你赶紧头发 如果时间间隔的久了 那些阵法时彼此之间的力量不协调的话 这个阵法最终同样会崩塌的 好 这一下萧辰没有敢再耽误了 他也是从心底信任焚煞剑的 焚煞剑肯定不会坑他 很快他就知道焚煞剑果然是非常厉害的 他按照这个相反的方向 投放了阵法时之后 整个阵法不仅没有瞬间崩溃 反而让他察觉到了一丝更加和谐的力量传来 这就让萧辰的心中 这就让萧辰的心中瞬间打定 然后他就再没有任何犹豫的完全按照焚煞剑所说的方位全部投递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他也知道了为什么之前那些家伙多半都被鬼老头给赶了出去 这个鬼老头布置的阵法竟然是发生了那什么所谓的逆转 他根本就无法感应到 如果不是焚煞剑的话 估计这些普通的弟子当中 真的很难有人能够感应得出来 鬼老头这个阵法当中的那一部分的逆转 如果完全就按照普通的阵法方位来 投放阵法时的话 那不失败才怪呢 他们被鬼老头给赶走 也是情有可原的 不过他也有些在心中暗暗不屑老头 明明阵法发生了改变 却不告诉那些弟子们 这分明就是为难人家嘛 没有用多久 萧辰就按照焚煞剑所说的 把所有的阵法时全部投放完毕 而当他把所有的阵法时全部投放完毕之后 瞬间就感受到一股异常雄厚的力量 从阵法上蔓延开来 与此同时 阵法之上陡然爆发出了一阵强烈的波动 这波动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 让萧辰感觉到了异常的压抑和难受 不过下一刻他就看到鬼老头睁开了双眼 冲着他轻轻地挥了挥手 那股让他感到难受的力量就瞬间消散 紧跟着这个可怕的阵法散发出来的阵法之力 也都归于了平静 整个房间内又恢复了最初的安宁 可是萧辰却依旧能够隐隐约约地感受到 这个房间里存在了一股非常恐怖的力量 如果他稍微加以妄动的话 肯定会被这股恐怖的力量给瞬间灭杀 魂飞魄散 很明显 刚刚鬼老头布置的阵法其实并未撤去 而是隐藏在了虚空当中 不会轻易地被人感知到 萧辰站在原地却是不敢有任何的乱动 生怕自己的某个动作引发了这大阵的力量 直接把他给绞杀 鬼老头则是又在原地闭上了眼睛 似乎在感应着什么 片刻之后 他又缓缓睁开眼睛看着萧辰 脸上露出了一抹惊奇之色 笑眯眯地问道 小家伙 你刚刚竟然非常完美地把所有的阵法石 全部投放在了相应的位置当中 你是怎么做到的 弟子只是凭借感应 觉得应该往哪个地方投放而已 萧辰本想说 他知道这个阵法发生了逆转 但是最后关头却被焚煞剑提醒 让他不要说出这些 所以犹豫了一下之后 还是随口编造了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上一次在张长老那里 他就用过一次 一切靠感应 反正感应是最玄妙的东西 谁也不能说他的回答有什么问题 当然最主要的是 萧辰记的上一次 他说他是依靠感应完成了这个阵法的改善之后 鬼老头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怀疑之色 所以这一次他还是照搬了上一次的理由 让他松了一口气的是 鬼老头在听到他的这句话之后 也是点了点头 没有在追问什么 显然竟然是相信了他所说的 看来这小子的阵法亲和力 还有比自己想象的要恐怖一点 竟然能够感应到阵法发生的逆转方位 鬼老头看着萧辰 虽然没有开口说话 但是他的心中也着实非常的惊讶 甚至可以说是震撼 毕竟阵法的逆转连他也只是在摸索的阶段 这一次也只是逆转了阵法极其少的一部分而已 可以说除非是在阵法一道上的造诣极其的恐怖 才能准确地把握到这种逆转 而且精准地投放阵法石 但是萧辰看起来似乎对阵法的了解 真的是一知半解 只是知道一些最基础的东西 却能够单单依靠自己的感应 感应到阵法发生了逆转 从而准确地投放了阵法石 这份阵法天赋就显得有些恐怖了 鬼老头成为阵法大师这么多年 见过了无数的天才 可是像萧辰这样厉害的阵法天赋 还是头一次见 所以他的心中也是相当的震撼 也因此他的心中更加坚定了某个念头 这小子对阵法的感应如此的敏锐 说不定还可以帮助自己完成一下那个阵法的进展 鬼老头的眼中忽然闪出了一抹精芒 随后冲着萧辰说道 小子 你今天先回去 三天之后再来我这里一趟 啊 那这次的任务是完成了吗 萧辰微微一愣 有些不太明白鬼老头所说何意 放心 这次的任务完成了 贡献值少不了你的 至于三天之后你再来 如果能够让老夫觉得满意 老夫直接给你五十万贡献值 如何 鬼老头笑了笑 说出的话 确实让萧辰有些震惊 这么多贡献值 萧辰有些心惊 但还是迅速的反应过来 犹豫着说道 长老 既然是贡献值如此多的任务 想必任务的难度也非常的大 弟子担心 无法胜任 他又不傻 鬼老头无缘无故的 忽然给了他一个如此夸张的奖励的任务 他的心中 当然会惊慌了 放心 我不会故意为难你 再者说了 就算三天后的任务 你的确无法胜任 老夫也会给你一些贡献值做补偿的 你要不要来 鬼老头确实 鬼老头确实脸上露出了无比和善的笑意 态度好的让萧辰感觉到一阵阵不正常 这 萧辰再度犹豫了起来 所谓事出反常 必有妖 说实话 他的心中不是特别愿意答应 不过看着鬼老头那虽然和善的笑意 但是眼底的坚定之色 他就知道如果这一次他拒绝了 肯定会得罪鬼老头 因此 犹豫了一小会儿之后 萧辰就直接答应了下来 现在他没得选择呀 鬼老头都指名道姓的点名 让他三天后来了 他身为一个普通弟子 如果拒绝一位长老的要求 那下场自然是可想而知 这还差不多 今天你就先回去吧 三天之后 切记要再来一趟 萧辰答应下来之后 鬼老头才露出了一个满意 满意的笑意 是 弟子告退 萧辰拱了拱手 然后就直接离开了 跟着他离开的 就是这次任务 鬼老头应允的十万贡献值 萧辰不知道的是 在他从鬼老头不愿离开的时候 整个内务堂那边 却是瞬间就已经炸开了锅 毕竟鬼老头这次的任务给的贡献值实在是太多了 对于他们这些弟子而言都是天大的诱惑 虽然半个多月的时间鬼老头赶走了十多个弟子 但是却依旧免不了有更多的人非常的自信 想要去鬼老头那里试一下 可是现在他们在等任务的时候 却忽然发现那个任务竟然被人完成了 这怎么能让他们不惊讶呢 先前他们等任务的时候 得知任务被人接走并没有什么意外之色 毕竟这半个多月以来太正常了 有人接任务却不一定能够完成 然而现在这个任务却忽然直接显示已经完成 这就让这里等待的众多弟子们彻底呆住了 鬼长老的任务竟然被人完成了 是哪个师兄或者师弟完成的 这也太快了吧 明明才接任务没多久 怎么这么快就直接完成了 我有一种恶心的感觉 还说去碰碰运气呢 居然这么快就被完成了 这个任务完成的师兄或者师弟太彪悍了吧 这半个月来几乎没有人能够在鬼长老内里坚持超过半个时辰 可此人去了之后竟然直接完成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 内务堂里聚集了不少弟子 此时大家全都是一脸的惊讶 虽然接任务他们透过身份令牌就可以接去 不过更多的时候一些相熟的弟子们之间 还是喜欢跑到内务堂里蹲守着 因为这里有一种气氛 是自己在家拿着身份令牌所感受不到的气氛 尤其是出现一些特殊的难以完成的任务的时候 内务堂当中往往会聚集着大量的弟子们 彼此讨论或者是争抢这个任务 所以此时此刻的内务堂当中可是非常的热闹 毕竟像这种打下手的任务 一个任务就奖励足足十万的贡献值 这让一些老牌的弟子们都心动 何况是一些新人弟子 所以现在内务堂里至少有数十个弟子 在等待着刚才接了任务 然后失败之后他们去补上 然而现在这个任务直接被完成 这就让这些弟子们在惊讶的同时 也感到了有些说不出的无奈 到底是哪个师兄或者师弟完成了任务 如此快的速度肯定实力非同寻常 可惜根本不知道是哪个师弟完成了这个任务 看到任务被人完成之后 这些弟子们又感慨了一阵子 就各自散了 毕竟鬼老头发布的这个任务 虽然这些天也弄出了一些风浪来 但是实际上对于一些老牌的弟子们而言 也是不太值得关注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鬼长老的脾气可是比张长老还要古怪几分 他发布的任务难以完成也是很正常的 因此没过多久大家就都散了 虽然心中也好奇是哪个弟子完成了这个任务 不过这个任务并没有奖励实质性的东西 所以完成任务的弟子很明显也不会来这里交任务 他们在这里继续等下去也是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很快就都散了 而在负责接取任务的那个柜台的后面 某一个窗口之内 一位美艳的女子 那绝美的面庞上则是露出了几分诧异之色 那简直可以涉人心魄的毛子当中 也露出了几分惊异之色 这个任务不是自己刚刚提醒的 那个消沉失地接的吗 这才去了这么短的时间 就直接完成了 莫非是她完成的吗 这个美艳的女子呢喃了一声 随后露出了几分好奇之色 毕竟这个任务的难度 她也是多少知道一点的 现在却被一个新人弟子给完成了 她对于消沉的心中 也是有了几分好奇 不过她却并没有再透过特殊的方法和渠道 去联系消沉询问 而是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开始处理自己手中的事情 而消沉自己则是直接回到了别院当中 鬼老头说让她三天之后再过去帮忙 消沉不敢有任何的清代之心 打算这三天再好好地修炼一下 把自己的状态提升到最巅峰的程度 小沙 小钟 回头你们两人多教我一点炼丹和阵法方面的知识吧 我发现在仙界当中炼丹师和阵法师有着超乎寻常的地位 远的暂且不说 单单说尽的 如果我真的能够成为阵法师或者炼丹师的话 在宗门内也能更好地生存 消沉盘西坐下之后冲着焚煞剑和东黄中传音说道 他和其他人都是新人弟子 可是现在其他的那些新人弟子们混得都很一般 而他现在却是有着数十万的贡献值 并且似乎得到了一位长老的喜爱 这就让小沉更加地知道 最起码如果他真的能够依靠自己成为炼丹师或者阵法师的话 在宗门内绝对会好混不少 尤其是张长老那里似乎对自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如果他跟着张长老学习炼丹的话 身份地位一下子就会提升很多 相应的各种福利待遇也会提升很多 因此萧尘才会冒出了这个念头 毕竟是到了仙人境界 单纯地依靠必死观提升修为 已经不是很现实的事情了 而仙人的寿源又是那么的悠久 大量的时间完全可以让他去学习一下别的知识 更何况他有东黄中和焚煞剑 这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帮助他 他没有理由不学习啊 以前在夏威界面的时候 还没有认识到炼丹或者阵法有着怎样的用处 但是到了仙界之后 现在这段时间他所经历的都让萧尘明白 掌握一技之长的确是非常有用的 就算最终碍于天赋受限 他无法在阵法一道或者炼丹一道上走得更远 可是对起码目前为止 如果他展现出来一些炼丹或者阵法的天赋 就能够得到张长老或者鬼老头的喜爱 这样一来有了长老们在背后保驾护航 那在宗门内的地位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不用和普通的弟子那么辛苦的去奋斗 这个想法最近一段时间 萧尘已经有了 只是今天在鬼老头那里的遭遇 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想去学习炼丹和阵法的决心 和同一期入门的弟子相比 他现在绝对算是混得最好的一个 才入门这么点时间 手中前前后后得到的贡献值就有了几十万 凭借的是什么 凭借的还不是因为在东皇中和焚煞剑的帮助下 他展现出来的阵法和炼丹上的天赋 才让张长老和鬼老头对他另眼相看 所以萧尘打算自己亲自动手去学习 毕竟现在不管如何 他终究是没有多少的实际经验 依靠的都只是东皇中和焚煞剑两人 给他灌输的理论知识 现在在出去的时候还可以凭借各种有些古怪的理由搪塞过去 说是自己天赋过人 可是一旦真的决定跟着张长老或者是鬼老头的时候 那必然是要实际动手的 如果到时候在动手的时候露馅儿 那可就惨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毕竟炼丹和阵法这种东西 理论知识虽然也同样重要 毕竟有了理论的支持 才能进行实际的操作 可是如果实在是天赋奇差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根本难以支撑的话 那就算理论知识再丰富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萧辰竟然打算依靠炼丹和阵法 来讨得张长老或者鬼老头的喜爱的话 他就必须得让自己真正的接触这些东西 不能每次都依靠焚煞剑或者东黄忠在暗中帮他 毕竟真正炼丹或者布置阵法的时候 焚煞剑和东黄忠可是没有办法去替他完成的 因此萧辰必须得自己学习 而对于他的提议 东黄忠和焚煞剑两人自然是没有任何犹豫 就直接答应了下来 毕竟萧辰现在算是他们的主人 萧辰变得越强 他们才能跟着变得更强 没有理由拒绝萧辰哪 不过萧辰却并未立刻就开始着手去学习 毕竟三天之后他还得再去鬼老头那一趟 这三天的时间他不想分心 所以就直接闭关了起来 大哥 你在吗 忽然就在萧辰要闭关的时候 门外却传来了大黄的声音 在 进来 萧辰睁开了眼睛 随后看向了门口 大哥 告诉你一个喜事 我被一个长老看中了 他想收我为亲传弟子 你说我要不要打呀 刚一进门 大黄就笑着说道 这么快 萧辰有些发呆 要知道 虽然大家都清楚 在宗门内去做任务 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得到那些长老们的赏识 会被长老收入门下 那样的话就可谓是一步登天 但是这种几率太小太小了 几乎可以小到忽略不计 毕竟宗门里的那些长老们最起码也是先王境的强者 这个级别的强者 除非是遇到那种特别喜欢的弟子 否则才懒得去浪费心神 教导一些天资普通的弟子 那完全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而且到了先王境 通常也是很少收什么弟子的 所以宗门内的长老们虽然多 但是每一位长老都很少收弟子 就算收的话也只是普通的记名弟子 不会有太深的关系 但是大皇这才用多久啊 竟然被一个长老看中了 竟然想要收他为亲传弟子 这未免有些太夸张了吧 就连他自己借助东皇忠和焚煞剑 表示出了如此夸张的炼丹和阵法天赋 张长老和鬼老头现在都还没有下定决心呢 也只是对他表示了一些欣赏罢了 可是大皇竟然赶在了他的前头 直接要被长老收为亲传弟子 这就真的是有些夸张了 大皇 你确定那个长老说的是要收你为亲传弟子吗 萧辰确实很快地就冷静了下来 并没有因为这巨大的惊喜而冲昏头脑 因为这实在是太不寻常了 必须得冷静对待 万一这其中有什么阴谋呢 虽然存在阴谋的可能性很小 毕竟他们两个人才从下面飞升上来 谁也不认识 那些高高在上的长老们 也犯不着为了他们两个普通的弟子去弄什么阴谋 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 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认真思虑 是 大哥 我知道你现在在担心什么 我之所以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 不过我觉得这个长老应该靠谱 这个长老也姓黄 和我大黄的名字有点像 而且这位长老也是妖族 这个秘密你可不要乱说 大黄凑了过来 压低了声音 神神秘秘地说了一句 萧辰又愣住了 那位黄长老也是妖族 是啊 所以我去他那里做任务的时候 长老一下子就察觉出来 我不是人族 就是因为我俩都是妖族 所以长老对我感到异常的亲切 再加上他说我性子直 很对他的胃口 所以想收我为亲传弟子 大哥 你觉得我应该答应吗 大黄挠了挠头 语气中有些渴望 这 你能确定那位长老真的是妖族吗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要知道在仙界当中 似乎妖族和人族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 萧辰更加谨慎了起来 仙界的情况比较复杂 尤其是在仙界当中 人族最强 虽然偶尔也会有一些妖族在人族区域行动 不过都是比较小心翼翼的 因为在仙界当中 人族和其他种族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 说不上是敌人 但也绝对不是什么朋友 所以有一些特殊的妖族 在仙族区域活动的时候 都会隐瞒身份不想暴露 因为会招惹到不被要的麻烦 而这位长老竟然是妖族 这件事情可就比较重大了 当然 也并不是所有的其他种族和人族之间 都有这种微妙的关系 也有一些妖族和人族的关系很融洽的 在仙界当中 其实人族修士也并不会介意对方是妖族 还是什么其他种族 只是这个身份的问题 终究是有一点点的微妙 尤其是一些强大的妖族 一般会被人族的强者们提防 这位长老却悄无声息地在宗门内成为了长老 这个事情就值得推敲一下了 其实仙界之内也是有龙族的 而且龙族在仙界之内也是非常强大的种族 不过大黄现在并不想回到龙族 所以也是隐瞒了身份才进来的 毕竟如果让宗门的高层们知道大黄是龙族之后 肯定不会留下大黄在宗门内的 因为龙族在仙界内也是一方霸主 不可能容许自己的族人流落在外 成为一些普通仙宗的弟子 而现在这位长老不仅告诉大黄他自己是妖族 还认出了大黄是妖族的身份 这让萧尘的心中生起了一股危机感 我能够确定那位长老是妖族 而且是极其强大的妖族 长老为了让我信任他 释放过自己的气息 我感应过绝对不会出错 大黄极其认真的回答 这样的话 萧尘沉吟着 却是并未再开口 如果是一般的妖族也就罢了 一些弱小的妖族 在妖族之内是很难混下去的 所以通常都会来到人族的区域 和人族混在一起 久而久之 其实也和人族没有什么两样 也是被人族所接纳的 但是一些强大的妖族 就会被人族警惕 就如同大黄是龙族这个身份 就不能轻易暴露 而这位长老的身份 如果是那些特别强大的妖族的话 那他潜伏在这个宗门当中 可不一定是什么妙事 不过如果这个长老是故意隐藏在宗门之内的话 应该也不至于告诉你他的身份 甚至还主动释放了自身的妖气让你感应 如此说来这个长老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所以才在宗门内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倒是觉得大黄就可以考虑成为这个长老的亲传弟子 萧尘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 然后把自己的想法缓缓地说了出来 大哥 我也是这样想的 既然这位长老都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给我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大黄点了点头 嗯 是 最起码目前来说是这样的 而且这位长老都已经在你的面前直接暴露了身份 可见他是真心想收你为亲传弟子的 如果你拒绝的话 怕是也不太好 你知道了这个长老的真正身份 却又不成为他的弟子 难免长老的心中不会对你有所记恨 萧尘也有些无奈 因为现在的情况根本不容许大黄有第二条选择 他最好的选择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 就是直接成为这个长老的亲传弟子 不过这件事情暂且不急 长老不是说了吗 给你一段时间考虑 这段时间你就先不要多做任务了 暗中去打探一下这个长老在宗门内的情况 如果可以的话就直接答应他 要是觉得实在不好 拒绝了也就拒绝了 现在我马上也要得到另外两位长老的赏识 最终肯定也会成为他们其中一人的弟子 到时候我关照着你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萧尘又认真地冲着大黄叮嘱了起来 毕竟这件事情一个弄不好 可就关系到大黄的安危 虽然现在那个长老看起来的确是没有什么 而且他们也最好不要拒绝 不过如果真的对大黄安全有什么影响的话 萧尘当然会毫不犹豫地让大黄拒绝掉这个长老的提议 虽然现在他的心中也没有什么把握 张长老或者鬼老头是否一定会收他为弟子 但是这一刻他还是有些稍微夸大了一点 为的就是想让大黄知道无需担心什么 只管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做就是了 大哥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小心的 大黄认真的点头 嗯 对了 把你的身份令牌拿给我 萧尘没有再说这个话题 而是伸手把大黄的身份令牌给要了过来 然后他直接把这一次在鬼老头那里做任务 得到的十万贡献值全部都转给了大黄 大哥 你这是做什么 你从哪里来的这么多贡献值 为什么全都转给我 大黄健壮眼中露出了一抹金融 虽然那个妖族的长老对他也很看好 也想收他为亲传弟子 但是每次奖励他的贡献值也不多 可是萧尘随随便便就拿出了这么多的贡献值 大黄的心中怎能不惊 毕竟上一次萧尘才花掉了三十多万的贡献值 这才过去了这么短的时间 竟然又弄到了十万贡献值 他当然非常的惊讶 我刚不是说了吗 宗门之中有两位长老看好我的天赋 这些都是去他们那里做任务的时候奖励的 这十万你先全拿去用 不用担心我 三天之后 我还要再去其中一位长老那里一趟 到时候如果做得好的话 长老说过了 会直接奖励我五十万的贡献值 萧尘笑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简单地跟大黄说了一下 让大黄安心收下这些贡献值 这么多 大黄瞬间瞪大了双眼 毕竟对于他们这些新人弟子而言 几十万的贡献值 整整百年都不一定能够弄得到 可是萧尘却在这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就弄到了这么多 他的心中都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嗯 所以你也不用考虑太多 先用这些贡献值去提升一下自己的修为 等随后我要是拿到了那剩下的贡献值 应该就可以让我们两个人全部晋升到 真先进二重天了 萧尘笑着说道 好 那我就不跟大哥你客气了 回头如果我要是先成了那个长老的亲传弟子 肯定能从他那弄到不少好东西 到时候 大黄黑黑笑着 心意不言而喻 分明就是在打那个长老的主意了 萧尘也只是无奈地笑了笑 毕竟大黄如果真的成了那个妖族长老的亲传弟子 那自然是少不了大黄好处 不过同样的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如果那个妖族的长老以后真的是出了什么问题 大黄作为他的亲传弟子 也免不了要在第一时间遭殃 只是现在他们也的确是没有更好的选择 只能不去考虑那么久远的事情 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黄的身份 现在也的确挺敏感 他身为龙族 在人族的区域内活动 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方便 真要是拜了一个人族的长老为师的话 说不定还会有暴露的风险 现在拜一个妖族的长老为师 想必那个妖族的长老多多少少也会维护一下大黄 所以说从目前来看 这是对大黄有好处的 大黄 你先回去吧 我需要闭关三天 好好把状态调整一下 不知道三天之后 那个长老会让我做什么事情 不能马虎了 万一出了什么纰漏 几十万的贡献值可就要打水漂了 把贡献值给了大黄之后 两人又商量了一些事情 最后萧尘直接说了一声 好 那大哥 我就先回去了 有什么事情一定跟我说 这几天我会去 暗中小心地打探一下 那个黄长老的情况 如果合适的话 我就直接去拜他为师 大黄点了点头 随后直接离去 没有再打扰萧尘 唉 萧尘看着大黄离开的背影 却是叹息了一声 因为现在他也的确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来仙界之前 他们也没有想到在仙界当中 局势是这么的复杂 人族和妖族之间 尤其是和那些强大的妖族之间 充满了一些警惕 彼此戒备 而龙族在仙界也是非常强大的种族 大黄的身份一旦暴露 肯定会引起一些麻烦 因为大黄不想回到龙族 不想和他分开 萧尘的心中同样也不想和大黄分开 所以大黄才隐瞒了身份留了下来 成为真仙之后 因为大家修炼的都是仙灵之气 所以妖族身上的妖气也并不是很浓郁 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手段 很容易就能够隐瞒妖族的身份 这一点在仙界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再加上当时也从东黄中内里 要了一些特殊的法门 所以大黄的身份现在宗门内的那些长老们 其实是无法察觉到 不过那个黄长老视为妖族 所以还是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大黄真正的身份 当然他也只是发现了大黄身为妖族的气息 却没有发现大黄是龙族的事实 大黄当时也的确是留了一个心眼 机灵地回复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妖族 那个黄长老也并没有在乎 因为龙族在仙界是一个很大的种族 平时也不可能会有族人流落在外 所以现在黄长老只知道大黄是个妖族 不过单单只是这一点就足够了 一旦身份暴露 估计在宗门之内真的会引起很大的波澜 毕竟身为高级的妖族 却隐瞒了身份 加入到先宗之内 单单是这一点就无法不让人多想 只是眼下并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萧尘也就只好不再多想 听天由命去了 而且那个黄长老竟然在宗门内 都已经成为了长老级别的人物 肯定在先宗之内也待了很久很久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闹出什么纰漏来 想来也不会出什么乱子 短时间之内应该还是安心的 当然让萧尘最放心的一点就是 他和大黄两人都可以说是从下界飞升上来的 在先界并没有前辈之类的 这一点可是有据可查的 所以将来即便真的出什么事情 也不会太过的千类大黄 这也是他很放心 让大黄拜皇长老为师尊的原因 随后萧尘便不再多想 安心修炼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第三天的早上 萧尘睁开了双眼 准时准点的朝着鬼老头所在的别院赶了过去 他不知道鬼老头让他三天之后过来 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就冲着那几十万的贡献值 萧尘也会全力以赴 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 鬼老头今天给他布置的任务 因为有了这五十万的贡献值 他和大黄两个人全都能够突破到 真仙境二重天 到了仙人这个境界 每一个小重天之间的差距都是无比大的 尤其是真仙境 一重天只能算是初入仙境 可是到了真仙境二重天 就意味着已经在真仙境站稳了脚跟 实力也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不再是一个孱弱的新人 毕竟一重天的时候只是在打基础 到了二重天的时候 已经彻底熟悉了真仙境的各种变化 实力相对于真仙境一重天来说 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虽然在宗门之内 他们的实力提升不提升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即便如此 在宗门内也是充满了竞争 也让萧尘觉得 在仙界实在是非常的难混 靠别人始终不如靠自己 所以唯有让自己的实力提升 才能让他觉得心中比较安稳 因此无论今天鬼老头让他做什么 他都会拼尽全力 不然的话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几十万的贡献值 他又得等不知多少年去了 在私存之间 他已经到了鬼老头的别远之处 不过这一次还不等他行礼说话 鬼老头的声音就直接传了出来 进来吧 萧尘便毫不停留 直接进入到别院当中 今天我并没有需要你帮忙的 只是我最近感悟一个大阵 感悟了相当长的时间 却始终有一些不太完善 而你这几次所表现出来的对阵法的敏感度 正是我现在所欠缺的 所以等一会儿我会布置那个阵法 你就只需要在一旁静静地感受着 看看我到底是在哪一个步骤 出现了细微的偏差 只要你能够感应出来并且指出来 那么上次我所说的五十万贡献值 就全当做你这次帮忙的奖励 萧尘刚刚进屋子里 就听到鬼老头对他说出了这么一番 莫名其妙的话 不需要帮忙 只是需要他帮忙感受一下 那个阵法到底出现了什么偏差 这让萧尘有些愕然 自己对阵法敏感 这完全是胡扯 因为他这两次完全依靠的是 焚煞剑的帮忙 他自己对于阵法 可没有什么敏感不敏感的 不过是到如今 看着鬼老头那一脸期待和严肃的样子 萧尘还是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虽然他自己肯定无法感应到 鬼老头要布置的阵法的变化 但是焚煞剑肯定能够感应得到 好 只要你小子能够帮助我 完成这一次的阵法 以后在宗门里 我照你 鬼老头大手一挥 哈哈一笑 说出了一句颇为霸气的话语 萧尘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还是说道 长老 您这次布置的阵法肯定很高级 弟子不一定能够感应得出来什么 如果无法做到 还请长老不要责罚 放心 其实说实话 我的心里也没有抱有多大的想法 只是让你来试一试而已 能成功 自然是最好 真要是无法成功 那也没什么 鬼老头呵呵一笑 说出的话让萧尘有些无语 这说的还真是够直白的 对自己没信心 这样直接说出来真的好吗 萧尘撇了撇嘴 随后便按照鬼老头的吩咐 站在了一旁 而鬼老头则是调戏一笑会儿后 就直接开始布置起了阵法 这一次的阵法 明显与之前那几次的有太大的不同 分明是厉害到了极致 鬼老头只是刚刚开始布阵 萧尘瞬间就感觉到了一股说不出的压抑 从屋子内生疼而起 让他的呼吸都开始困难 而这才仅仅只是刚刚开始啊 不过鬼老头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些 伸手一挥 萧尘就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包围了他 把那股压力给隔绝了开来 紧跟着鬼老头迅速布阵 很快房间内的微压就越来越重 这是超级阵法 锁仓穷 然而没过多久 奔煞见颇有些惊讶的声音 就瞬间在萧尘的脑海中响起 超级阵法 锁仓穷 听起来似乎很厉害的样子 萧尘一瞪眼 因为光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厉害 当然厉害了 这个锁仓穷可是超级阵法 一旦布阵成功 可以封锁方圆最大百万里的空间 这可是完完全全的封锁 在这其中 没有办法顺移 根本逃不出去 外人也休想进来 想要离开或者进入 必须得破掉这个锁仓穷大阵才行 不过锁仓穷 大阵一旦布置成功 是很难被破除的 除非有非常厉害的阵法师出手 否则单单凭借破坏力强行破除的话 太难太难了 这个阵法可以用来作为护宗大阵 焚煞剑的口气当中 也带着几分感慨之色 很明显这个锁仓穷大阵 的确非常的不凡 这么厉害 可以封锁方圆百万里的空间 连顺移都无法做到 这岂不是说 一旦陷入到这个锁仓穷大阵当中 就连那些强大的先王强者 也都失去了顺移的能力 而且实力还会被压制 这样的话 岂不是削弱了太多的实力吗 萧尘瞪眼有些震撼 那是当然 锁仓穷大阵一旦布置成功 布阵的人完全就会成为 仓穷大阵覆盖范围内的主宰 可以随意的操控大阵 削弱对方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 如果造语足够强 能够布置出最完美的锁仓穷大阵 而且范围笼罩的不是很大的话 足以让阵法内的敌人实力削弱 差不多一个大境界那么多 而且可以进行群体的压制 不管进来多少人都可以把对方的实力 削弱一个大境界 而且还可以削弱对方的速度等等 可以说如果双方实力差不多 却陷入到敌人手中的锁仓穷大阵之中的话 那基本上就只剩下被屠杀的命了 分煞剑缓缓缓地说道 这么变态 萧尘瞬间被惊得无言以对了 可以足足把对方的实力削弱一个大境界那么多 这简直有些变态的过分 岂不是说先王境的强者在这大阵当中 就只剩下了先将的实力吗 这种大阵对于强者来说削弱的太多了 实力越是强大 被削弱之后受到的损失就越大 不过其实效果也没有 萧大哥你想象的那么变态了 对于那些最顶尖最强大的先帝们而言 即便是被削弱之后 战斗力也远非那些普通的先王强者可以比拟 而且最完美的锁苍穹大阵现在应该都已经失传了吧 这个老头虽然也是布置的锁苍穹大阵 但这并不是最完美的那种 实力和最完美的锁苍穹大阵比起来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不过用来对付一般的强者而言还是足够了 甚至作为一些小宗派的护宗大阵也完全够得上资格 焚煞剑又淡淡地说了一声 哦 萧尘点头应了一声 虽然知道了鬼老头现在布置的锁苍穹大阵不是最完美的 但他的心中也还是有些震撼 虽然不是最完美的锁苍穹大阵 但是在其中也能削弱敌人的实力 也能够封锁空间 这也同样够变态了 那小煞 你能够感应到鬼老头现在布置阵法的过程中 有什么失误之处吗 萧尘并没有忘记今天他的任务 很快就冲着焚煞剑问了起来 目前来说还没有 这个老头布阵的时候还是很稳扎稳打的 显然他的阵法造诣还是不错的 他之所以无法完成这个锁苍穹大阵的布置 最主要的问题应该是出现在后半部分吧 锁苍穹大阵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定要与空间无比的契合 这样才能够做出瞬间封锁空间 那就必须要求阵法师对于空间之力有一定的感悟 否则锁苍穹大阵几乎是布置不出来的 或者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失败 温煞剑解释了起来 那你觉得鬼老头这次能成功吗 萧尘又问了一句 不过话一出口 他就感觉到这个问题有些傻 鬼老头明显是不可能成功的 否则的话也不会叫他过来 想要凭借他对阵法的敏感之处 找出布阵失败的原因 不过温煞剑也并没有在意这些 而是淡淡地说道 鬼老头的阵法造语不错 而且对空间之力应该也有一些掌控 至于具体会出现什么问题 还要等一会儿看他布阵到后半部分的时候 会出现怎样的失误 然后才好做出针对的修改 至于修改之后 这个老头能不能成功地布置出来 锁苍穹大阵 就要看他自己的天赋了 嗯 销尘听出了焚煞剑话语当中蕴藏的意思 然后也没有再多交流什么了 而是静静地等待了起来 可以看得出来 鬼老头在最开始布置阵法的时候 还是非常迅速的 有一种行云流水的畅快感 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就能够比较明显地看出来 鬼老头手中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慢 似乎每一次下手的时候 都会犹豫很久 才敢最终决定 这说明鬼老头对于锁苍穹大阵的理解 的确是如同焚煞剑刚刚所说的那样 问题都出现在后半部分 忽然 随着鬼老头的又一次动作 整个大阵似乎轻微地波动了一下 而这个波动 消沉都感应到了 焚煞剑更是直接说道 果然还是弃合问题 布阵最后的时候 必须要让整个锁苍穹大阵 完美的弃合空间 这个老头在这一步做得不够精妙 欠缺了一些火候 而且他的布置手法 到了后半部分也有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虽然都不是大问题 但这非常致命 十五两三次之下 锁苍穹大阵必然会崩塌 焚煞剑的话音刚落 鬼老头就直接印证了焚煞剑的话 一次的失误出现 似乎就起到了连锁反应 让鬼老头在接下来的布阵过程当中 又紧跟着出现了两次失误 最终鬼老头便无力回天 这个布置了一半的锁苍穹大阵 直接崩塌 鬼老头的身体在这一刻 也是狠狠地摇晃了一下 他深深地朝着消沉看了一眼之后 没有立刻开口询问 而是盘膝坐下 开始打坐恢复 显然布置这个阵法 对他的消耗也是很大的 足足过去了半个时辰的功夫 鬼老头才停下了调膝打坐 似乎是有些恢复了过来 怎么样 小家伙 有没有什么收获 鬼老头清醒之后 第一时间就直接冲着萧晨问了起来 显然他的心中 对于这个阵法有着很深的执念 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呃 有一些感应 萧晨沉吟了一下 随后直接说了出来 没办法 这几十万的贡献值 他不能不说 更何况 现在因为大黄的事情 他也必须得在宗门内找一个靠山 所以现在也唯有硬着头皮表现得夸张一点了 当然 他也不敢一次性地说完 而是在和焚煞剑商量过后 打算在让鬼老头布置三次阵法之后 才把所有的阵法问题都说出来 毕竟如果只是布置了一次 就指出了所有问题的话 那就显得不是什么天才妖孽了 那很有可能就会被人拷问了 看看是否是什么转世的家伙 真的有感应 鬼老头文言却是瞬间眼神一亮 亮得有些吓人 死死地盯着萧晨 那架势似乎萧晨现在如果改口的话 绝对会被愤怒之下的鬼老头给一巴掌拍死 是 弟子的确是有一些感应 但是不知道对于长老你来说能不能有用 萧晨深吸了一口气 似乎是有些担忧地说了起来 你先别管有用没用 先说说看你到底感应到了什么 把你感应的所有东西全都说出来 鬼老头却是大手一挥 直接吩咐了起来 至于什么有用没用 现在不是他考虑的事情 他现在只想听听萧晨到底感应出了什么东西 那弟子就斗胆冒犯了 弟子感觉长老您在布置阵法的时候 到了后面 似乎和空间的契合产生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从而让这个阵法彻底崩塌了 弟子也只是感应到了这一点 不知道是否准确 萧晨装作并没有感应出太多东西的样子 缺缺的说电影标 缺 想过借助萧尘对于阵法的敏感度 看看萧尘能否感应出来一些东西 能否帮助他完善一下阵法 但是说实话 他的心中其实是真的不抱任何希望的 相反 他让萧尘过来帮他感应的最大目的 就是看一下萧尘在阵法上到底有没有天赋 是不是真的如同他前面几次所表现出来的天赋那么厉害 这才是他这次让萧尘过来的主要目的 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 萧尘竟然真的感应到了 他刚刚布置的那个阵法出现的问题所在 这让鬼长老简直是震惊得无以复加 要知道 这可是超级阵法 锁仓穷 虽然并不是最完美的阵法 但是这种阵法以他的阵法造诣 都不能简单地布置出来 可想而知 锁仓穷大阵是多么厉害 这种大阵布置的过程当中 不管出现什么问题 都绝对不应该是一个只对阵法有那么一丁点儿涉猎的人能够感应得出来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然而萧尘不仅感应出来了 甚至还准确地感应到了他布阵失败的原因 这自然让鬼长老惊喜万分 到了此刻 鬼长老心中都已经决定了 哪怕萧尘无法帮助他完善这个阵法 他也是绝对要收萧尘为徒的 如此逆天的阵法天赋 这样的妖孽百万年都不一定能够一见 要是真的错过 鬼老头觉得自己以后肯定会后悔地跳海自杀 至于还能不能感应出阵法的其他问题 现在在鬼长老看来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所谓了 能够感应出来 那自然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要是真的感应不出来也无所谓 反正他的心中已经打定主意 萧尘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的了 是 长老 不过刚刚长老您布置阵法的时候 时间不是太长 所以第一次也并没有能够完全地感应出来其他问题 如果长老您愿意再布置两次的话 或许弟子还可以感应到更多的问题出来 萧尘点了点头 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说辞给说了出来 你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你刚刚其实还是有希望感应到其他东西的 只不过是因为最后阵法崩溃得太快 所以让你没有办法仔细地感应到吗 鬼老头文言确实再度惊喜不已 因为这句话就意味着萧尘完全还有能力感应到更多的问题出来 是 萧尘直接点头毫不犹豫 好 就冲着你小子的这句话 老夫再休息一会儿 稍后继续布阵 下一次布阵的时候 我会注意一下刚刚阵法崩溃的程度 我会尽量稍微往后延长一下 你看看能否还感应到其他更多的东西出来 鬼老头双手一拍 二话没说 也同样就答应了下来 然后他就直接又盘膝坐下 开始恢复去了 很显然刚刚那半个时辰 并没有让他彻底地恢复 只不过是想知道萧尘有没有感应出来的东西罢了 但是既然现在萧尘说已经感应出来了 并且萧尘还说能够继续感应到更多的东西 那鬼长老自然是不想有任何浪费时间的想法 立刻就开始恢复 想要以最短的时间恢复 然后再度布置阵法 让萧尘看看能否感应到更多的东西 不过同样的 为了能够让下一次的布阵尽量持续的时间久一点 鬼老头并没有马虎 而是调息了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才缓缓地起身 表示自己完全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可以继续布阵 萧尘自然也是立刻又打起了精神 站在一旁静静地感受了起来 而且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这一次鬼老头在布阵的过程当中 时不时地朝着他就会看两眼 很明显也是在考虑萧尘的感受 注意萧尘的反应 如果萧尘的脸色有什么不对 他就会瞬间做出相应的调整 很快 阵法的布置程度 就到了第一次出现崩溃的地方 鬼老头的神色也瞬间变得严肃了起来 第一次阵法就是在这个程度上崩溃的 所以鬼老头这一次非常的小心翼翼 这个锁苍穹大阵他已经研究了许多年 崩溃的程度有时候并不是一样的 而且第一次布阵的时候 鬼老头有些疏忽大意了 所以很快就崩溃 不过这一次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鬼老头在布置到这一步的时候 却非常的小心谨慎 最终平安无事地完成了这一步 这次比第一次的时候略微坚持了一些时间 不过坚持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 最终还是直接崩溃了 哎 鬼老头瞬间无力地呻吟了一声 因为这锁苍穹大阵 他每次布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多半都会失败 很难再有寸进 所以这一次才是抱着碰运气的心态 想让萧尘过来帮他感应一下 不过接连布置了两次 他也不知道萧尘到底能否准确地指出 他失败的原因 并且加以改善 这次阵法崩溃之后 鬼老头并没有调息恢复 而是直接走到了萧尘的身旁 虽然没有开口 但是眼神中蕴藏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 长老 弟子感应到了 应该是在布阵的时候 某一个转折的节点 没有能够完美地融合处理好 等一会儿长老布置这里的时候 弟子可以把感应到的和您说一下 您按照弟子所感应出来的方向 看看能否成功 萧尘看着鬼老头的神色 很明智地没有等对方开口询问 自己就先主动说了起来 好 那我现在继续恢复 等恢复完毕之后 就按照你所感应到的方法 来布置这个阵法 鬼老头文言 眼神再度一亮 略微有些激动 玄机并没有再多说 直接去恢复了起来 因为他相信 萧尘绝对不敢骗他 既然萧尘说感应到了一些东西 那多半是真的感应到了一些东西 且不说 等一会儿按照萧尘所说的 能不能真正成功地 把这个阵法给布置出来 只要萧尘等会儿所说的东西 的确是真真切切地感应到了 这个阵法失败的原因 并且按照他所说的 改善之后有增加成功可能性的话 那萧尘对于阵法的天赋 可就真的是变态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了 虽然鬼老头刚刚在心中 就已经打定了主意 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萧尘 要把萧尘收为自己的弟子 但是现在既然萧尘说了 他真的能够感应出来阵法失败的一些原因 那他也就没有再立刻提这件事情 而是打算等一会儿 看看能否成功地完成布置这个阵法 就算无法完成布置阵法 只要萧尘感应到的东西 能够帮助他以后完善阵法 鬼老头也都是会非常兴奋开心的了 仙界的天才妖孽当然是多不胜数 但是对于阵法一道 有这样逆天妖孽之姿的人 鬼老头可真的是很少见过 而且就算有也几乎轮不到他的头上 所以现在鬼老头越看萧尘越是喜爱 至于阵法能不能彻底布置成功 现在真的都已经不重要了 这一次鬼老头足足调戏了一整天的时间 才恢复了巅峰状态 毕竟之前接连布置了两次索苍穹大阵 对于他的精力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更何况这一次他会在萧尘感应到的 那些失败的地方进行完善 很有可能会布阵成功 所以这一次的布阵 鬼老头是相当的重视 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状态 调整到了巅峰之后 才睁开了双眼 冲着萧尘看了过去 可以开始了吗 萧尘点了点头 鬼老头便不再多说 瞬间宁心静气开始布置起了阵法 前半部分的时候 当然是没有出现任何的差错 毕竟这个阵法的前半部分 不是多么的复杂 鬼老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钻研 也早已经可以行云流水地布置出来 到了后半部分的时候 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 小沙 你真的有把握 能够让鬼老头布置成功这个阵法吗 萧尘却是抽空 冲着焚煞剑问了起来 当然 鬼老头现在布置的锁苍穹大阵 并不是最完美的 虽然他的空间契合力差了一点 但是只要略微做出一些改变 想要布置成功这个阵法还是很简单的 别说只是一个普通的锁苍穹大阵 哪怕是完美的锁苍穹大阵 在我的指点下 他也完全有可能布置出来 焚煞剑骄傲的点头 似乎这些事情对他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一样 不过萧尘却并没有觉得焚煞剑是在吹牛 焚煞剑的来历同样也神秘无比 估计来头比东黄中还要大一点 自然有这个傲气和资格 相反的 萧尘在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说道 虽然小沙你有着逆天的能力 能够让鬼老头在你的帮助下一次性完成这个阵法的布置 不过又不能暴露你 而我始终只是一个新入门的弟子 能够感应到这个阵法 帮助鬼老头完善一下就非常的厉害了 要是真的一次性的帮助鬼老头彻底完美的布置出这个阵法 就显得未免有些太过惊世害俗了 所以我觉得要不还是分个两次或者三次 让鬼老头成功布置这个阵法要比较好一点 我表现的天才少一点还说得过去 但如果真的表现过头了 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样也好 木秀鱼林封闭催之 表现的天才一点就足以让萧大哥你达成心中所想 让这个老头重视你了 要是表现的太过头的话 也的确不是什么好事 焚煞剑文言瞬间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既然能够让鬼老头一次性的布置出来这个阵法 自然也能够轻易的分割成两三次 才让鬼老头成功的布置出这个阵法 这些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而就在他们两个交谈的功夫里 鬼老头的阵法又到了之前容易崩溃的地方 长老 东北方位的空间有一些不稳定 萧晨在看到鬼老头睁开双眼朝着他看过来的时候 就瞬间指出了一个可能导致阵法崩溃的位置 鬼老头非常相信萧晨的话 瞬间就闭上了眼睛 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朝着萧晨所指出来的方位集中了过去 其实哪一个方位有一些诡异的变化 鬼老头也多多少少能够感应一些 不过到了后期 不稳定的方位出现的实在是太多了 让他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最能直接导致阵法崩溃的 因为他对空间的掌握之力的确是没有那么深厚 但是现在有了萧晨准确地指出一个具体的方位 他在全身心的感应之下 就能够轻易地发现那个方位出现了怎样的问题 就能够轻易地改变一下 这就是鬼老头让萧晨过来 帮他感应的最重要的目的 而现在看来 萧晨的确是没有让他有任何的失望 东北方位的那一丝变化 在鬼老头之前的感应当中 觉得并不是很重要的变化 觉得不太会可能是引起阵法崩溃的原因 但是萧晨特意指出来之后 他在仔细感应之下也发现了问题 索苍穹大阵最容易崩塌的原因就是和空间的契合度不高 而契合度有时候往往会产生一些欺骗 他对空间之类的掌握没有那么深厚的话 就容易忽略着其中诡异细微的变化 有了萧晨的指出 再加上他仔细的感应 就瞬间改动了一下这个方位的布阵 随后整个阵法又稳定了不少 感应到了阵法又变得稳固之后 鬼老头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了几分喜色 他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次萧晨对他的帮助竟然会是如此之大 他睁开眼睛朝着萧晨看了一眼 萧晨点了点头 示意他可以继续布阵 鬼老头便不再犹豫 又立刻投入到了布阵当中 不多时 阵法又出现了第二次要崩溃的迹象 萧晨又及时地给鬼老头指出了一些 他感应到的东西 自然而然的又是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在第二次崩溃的阵法 接连两次的成功让鬼老头的信心大增 迅速又开始了继续布阵 不过很快阵法出现崩溃的次数就越来越多 到了这个时候 就连萧晨都能够知道是鬼老头 对于这个索苍穹大阵的掌控还不够 对于空间之力的掌握也差了一些火候 如此频繁出现要崩溃的迹象 说明鬼老头现在能力还不足以 真正地布置出来这个索苍穹大阵 不过这一次 他就是为了表现得天才一点 能够让鬼老头更加地看重他 所以让焚煞剑接连帮助了鬼老头十几次之后 在又一次的崩溃到来之时 小陈终于是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冲着鬼老头气喘吁吁地说道 长老 弟子已经不行了 已经无法感应到更多的变化了 哦 感应不到更多的阵法缺陷了 哼 你 鬼老头乍一听闻还没有反应过来 因为接连十几次的成功已经让他信心大增 整个老脸之上满是兴奋的通红之色 因为他觉得这一次在萧尘的帮助之下 他很有可能一次性地就彻底把索苍穹大阵给布置出来 然而这眼看就要成功了 却忽然听萧尘说 已经无法感应到大阵其他的缺陷了 这就让鬼老头瞬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之感 因为他觉得阵法马上就要成功了 真的不能再坚持一下吗 我感觉阵法马上就要成功了 鬼老头满是期待地说道 长老 这不是坚持不坚持的事情 是弟子真的无法再继续感应到阵法的缺陷了 弟子的能力已经不足以达到这个阵法后期所需要的能力了 萧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然后苦笑着说了一声 这是早就和焚煞剑商量好的 一来不直接帮助鬼老头完成阵法 可以让他不用显得那么妖念 二来也可以给鬼老头留一个想法 让他知道萧尘是唯一一个有可能帮助他完成大阵的人 所以以后对于萧尘必然会是更好的 所以现在他自然不可能一次性地就直接让鬼老头完成这个锁仓穷大阵的布置 哎 好吧 是我要求太高了 你现在对于阵法连入门都没有 只是有着超高的敏锐的感知能力 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我也不能再要求的更多 这一次就到此为止吧 等以后你的阵法造一提升了 或许就能直接帮我完成这个锁仓穷大阵的布置了 鬼老头听到了萧尘的话 然后苦笑了一声 知道刚刚那十多次的成功 让他的心态有些失衡了 毕竟不管怎么说 萧尘现在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真仙弟子 对于阵法更是连入门都没有 能够帮助他完成到这个程度 已经让他有很大的收获了 他自然不能再要求的更多 所以很快鬼老头再度感应了一下 这个他完成度前所未有的阵法之后 就直接挥手把这个残缺的阵法撤掉了 然后走到了萧尘的身旁 看着萧尘现在似乎很累的样子 非常关心地问道 你小子现在没事吧 这个给你 这是大还单 服用之后 能够瞬间恢复你所有的精力 今天辛苦你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鬼老头一边关切地说着 一边拿出了一颗丹药 直接送到了萧尘的口中 萧尘的双眼瞬间就瞪大了 心中却是在暗骂 鬼老头这个老东西实在是太奢侈了 他这个样子只不过是故意装出来的而已 哪里有什么泪呀 更何况这可是大还单呢 一颗价值好几十万贡献值 这个老头竟然二话不说 直接给了自己 要是直接给了还好 可竟然强行送到自己的口中 这不就等于他一口吃掉了几十万的贡献值吗 这让萧尘的心都在滴血 太心疼了 败家呀 不过他也只能欲哭无泪 因为鬼老头这明显是关心他 担心他的身体刚刚超强度的工作了那么久之后 对他的本源有损伤 所以直接给他喂了一颗大还单 只是这种关心真的让萧尘很想大吼一句 以后有大还单您老直接给我不行吗 唉 表现得太过头了 也不好 这种关心还真是有点承受不住 萧尘付菲不已 虽然从这里能够看得出来 鬼老头对他的确是真正的关心 可是一想到刚刚自己一口吞掉了价值几十万贡献值的大还单 萧尘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心疼啊 你小子 心疼贡献值 鬼老头活了这么久 都成人精了 一眼就看出来萧尘现在的神色是在想什么 忍不住笑骂了一声 没 没有 弟子只是感动 萧尘甘笑了一声 随后站起了身子 面色非常的红润 毕竟他刚刚服用了一颗价值几十万贡献值的大还单 现在的状态自然是好的不能再好 把你的身份令牌给我 我把这次说好的贡献值 一并转给你 鬼老头又忍不住伸出了手 在萧尘的脑袋上敲了两下 然后才笑骂着接过了萧尘的身份令牌 然后把五十万贡献值直接转到了萧尘的身份令牌当中 之后又还给了萧尘的身份量 这下你小子满意了吧 多谢长老赏赐 弟子感激不尽 得到了数十万的贡献值 萧尘的脸上才露出了几分发自内心开心的笑意 毕竟现阶段对于他来说 这些贡献值才是最实在的东西 能够让他和大黄两人全部突破到真仙境二重天 你这个臭小子 看到贡献值这么开心 要知道刚刚老夫给你喂下的那一颗大黄丹 可是比这几十万贡献值更加珍贵的东西 大黄丹的作用可不仅仅只是帮你恢复一下精力 稍后在你突破境界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妙用了 鬼老头见状又是忍不住笑骂了一声 然后才忽然面色一板 严肃的说道 小子 有没有兴趣成为老夫的弟子 跟随老夫一起学习阵法一道 嘿嘿 你要知道在仙界 虽然阵法师和炼丹师的地位都很高 但是实际上来说 阵法师的地位更加高一点 也更加受人尊敬 想要争取大量的财富也更加的简单 怎样 如果你答应的话 现在就可以成为老夫唯一的亲传弟子 亲传弟子 还是唯一的 消沉一愣 然后就满是惊讶 他之前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夸张 就是想要看看能否得到他或者张长老的重视成为两人的弟子 没想到直接就是亲传弟子 而且鬼老头还说如果自己答应 就会成为他唯一的亲传弟子 这个分量可就更加的不同了 毕竟是唯一的 也就意味着鬼老头以后不管弄到什么好东西 都会给他一个人 不管有什么都会留给他 这就是唯一的好处 这个诱惑不可谓不大 弟子 消沉张口就想要答应 这还需要考虑吗 当然不需要了 直接答应下来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然而就当他要答应的时候 却忽然发现自己又不能说话了 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接就封印了他说话的能力 然后他就听到了张长老略带不满的声音传了过来 随后张长老的人影也显现而出 鬼老头 你这个老东西未免也太不厚道了吧 上次我要收这小子为亲传弟子的时候 你阻拦了 还说我们之间的协议要公平竞争 现在倒好 你怎么一下子就开出这么丰厚的条件 来诱惑这个小东西呢 鬼老头本来见到消沉就要答应下来 也是激动的不行 对于弱者而言 能够找到一个强者做师尊 自然也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是对于他们这些强者而言 能够找到一个自己非常非常满意的弟子 也同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此能够收到消沉这样一个让他无比满意的弟子 鬼老头自然是非常兴奋的 只是没有想到现在报应来了 上次他阻挠了张长老收消沉为弟子 这次又轮到了张长老来阻止他 这还真是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呃 消沉则是被封禁在了一旁 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了起来 他的心中则是非常的郁闷 这叫什么事啊 上次他都差一点拜张长老为师 结果被鬼老头阻拦了 这一次又差一点拜了鬼老头为师 结果却被张长老阻拦了 他想拜个师父 怎么就这么难呢 不过他的心中却并不慌张 因为这很明显是张长老和鬼老头同时看上了他 想要收他为弟子 这对于他来说自然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 不管这两人如何争 他最后肯定能够拜其中一个人为师 到时候在宗门内也算是有了依靠 所以想通了这一点之后 消沉直接就在一旁静静地等了起来 也懒得去管这两个家伙怎么去争了 反正现在选择权根本不在他手里 他也没有任何的资格和实力能够替自己做主 只好听天由命了 张老鬼 你这个老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你晚出来几分钟能死啊 鬼老头见到张长老过来之后 瞬间也是满脸的不爽 你还有脸说我 哼 我如果不上心多盯着点 这小子早就被你抢走了 张长老忍不住破口大骂了一声 今天幸亏他一直在盯着 要是再晚出现那么几秒钟 消沉就会成为鬼老头的弟子了 到时候他说什么都晚了 所以现在张长老的心中才是最不爽的 我说张老头 你也知道 炼丹一道的妖孽弟子虽然不多 但是也绝对不少 最起码比阵法一道的那些天才弟子多多了 你干嘛 非要跟我争这个小家伙呢 鬼老头则是撇了撇嘴 又忍不住嘀咕了一声 你要是收个弟子可比我容易得多 这小子在阵法一道上的天赋真的是百年都难得一见 你就行行好让给我吧 你要是把这个小家伙让给我做弟子的话 我可以免费答应你三个条件 不对 别说三个 这小子在炼丹上的天赋同样不比在阵法一道上差 老夫说什么也不会让给你的 然后张老头却丝毫不买账 一张口就直接拒绝了 你这个老东西 你是铁了心 要跟我过不去 是不是 鬼老头文言 面色一寒 怒喝了起来 是要怎么样 张长长老眉头一跳轻蔑地说道 哼 老规矩 我们来决斗一场 谁赢了谁就收这个小家伙为徒 怎样 鬼老头周身杀鸡毕露 你以为老夫会怕你不成 决斗就决斗 生死自负 张长老同样露出了杀鸡 狠狠地盯着鬼老头 大友一言不合 就要立刻动手厮杀一番的冲动 走走走 几十年没有动过手了 你这个老皮肤 还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今天老夫就让你知道 你除了会炼丹 一无是处 鬼长老文言 瞬间大怒 哈哈 刚好 老夫也想让你知道 你除了会不振 同样也是一无是处 张长老毫不示弱 针锋相对 最后两人就直接朝着外面冲了过去 紧跟着消沉就感应到别院的上空 瞬间爆发出了剧烈的能量波动 很显然 鬼长老和张长老两人刚刚离开房间 就直接大站在了一起 这股能量波动之剧烈 让消沉感到一阵阵的冰寒 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 这两个长老之间的交手威势 远超了他目前的层次所能承受住的 单单只是隔了这么老远 还有尽致的保护 感受一下战斗的余波 就让他感到心惊了 不过 这两个长老未免也太那什么了吧 难道就不问一下我自己的意见吗 消沉忍不住在心中赋匪 现在他身上的那股封禁之力 已经自行消除了 但是他却不敢出去 生怕被这两个老家伙之间的战斗给波及到 小沙 小忠 你们说我究竟选择拜哪个长老为师更好一点啊 消沉躲在房间里 却是冲着东黄中还有焚煞剑两人询问了起来 大哥啊 你犯什么迷糊呢 刚刚那两个老头不是说了吗 他们两人现在决战 决斗之后谁赢就会收你为徒 小大哥你都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 焚煞剑酷酷地说了一声 消沉的额头上瞬间冒出了几条黑线 这个小家伙说话真是一点都不会委婉一点 然而更加让他悲愤的是东黄中同样附和了焚煞剑道 是啊 小大哥 现在的你根本没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拜哪个长老为师 就安心地等待他们两个人决斗完毕就可以了 我怎么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商品 被这两个老头争来争去的呢 消沉闻言非常地无奈 哈哈哈哈 消大哥 这就是命啊 现在你知道了吧 在仙界如果没有实力 只能任人宰割呀 连选择一个师父的权利都没有 东黄中竟然也难得地调侃起了消沉 消沉的嘴角忍不住抽动了一下 不屑道 有实力又怎样 他们两个老家伙不还是连选择自己徒弟的权利都没有 哼 等会儿我直接拒绝 有实力也是白大 哈哈 小大哥 你这副模样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真是太好笑了 不过我支持你 拒绝他们两个人 凭借自己的努力慢慢地在仙界混起来 那样才更有成就感 小沙 你说是不是 东黄中大笑了起来 对 大哥直接拒绝他们 这两个老家伙 直接把大哥你当成商品一样抢来抢去的 根本不把大哥你放在眼里嘛 让他们见鬼去吧 我也支持大哥你依靠自己的努力 在仙界出人头地 师父什么的都是福云 焚杀剑瞬间一脸严肃地说道 明明是在调侃萧辰 却被他说的一副大意凛然的模样 萧辰的面皮也开始抽动了起来 忍不住臭骂道 你们两个小家伙现在长能耐了是不是 居然敢调侃我啦 哈哈 我们可没有调侃大哥你呀 是大哥你自己说的 等会儿要拒绝他们呀 我们当然是什么事情都听大哥你的啦 东黄中和焚煞剑两人同时大笑了起来 我现在不想跟你们两个人说话 让我安静一会儿 我想静静 萧辰感觉已经无法再和这两个小家伙交流了 再说下去 自己非要被他们两个气死不可 静静是谁 是个大美女吗 然而东黄中却又嘻嘻一笑 说了一句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萧辰一瞪眼 心中却是非常的后悔 之前从地球上进入仙界的时候 就不应该在世俗界待了那么久 让东黄中和焚煞剑这两个小家伙 学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现在竟然连这些段子都信手拈来了 也让他着实无语 哈哈哈哈 好了 不逗大哥你了 不过话说回来 不管等会儿那两个老头谁获胜 对肖大哥你来说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而且肖大哥 我和小煞其实有一个想法 这两个老家伙竟然都那么看中你 等会儿你不妨大胆地试探地问一下 说同时拜他们两人为师 看看能不能行 东黄中又笑了一下 然后语气就变得认真了起来 但是说出的话 却让萧辰有些惊愕不已 同时拜两个人为师 有没有搞错吗 这允许吗 似乎有备偿礼吧 萧辰非常的震惊 毕竟在修炼界尊师重道 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 同时拜多个人为师的话 这种人绝对是会被唾弃的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以前也不是没有过这种事情发生 当一个弟子足够妖孽的时候 足以引来许多强者的争抢 如果两个强者对于这个弟子都极其喜爱的话 只要两个人没有意见 那么完全是可以两个人同时收一个人为徒的 只要萧大哥你的心中 把他们两个人都当作自己最尊重的师尊来对待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东黄中认真地解释了起来 这样也行 萧辰再度表示十分震惊 当然 奔煞剑也开口了 在我的记忆当中 有时候一个足够妖孽的弟子 一个师尊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这根本没什么问题 只要能够说服这两个老头 让他们接受就可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哦 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太贪心了呀 萧辰嘀咕 这有什么贪心不贪心的 反正这两个老头都想收你为徒 就算等一下的决斗 他们其中一人获胜了 另外一个人也必然是不会甘心的 而且大哥你的这个提议 能让他们两个人都收到自己心仪的弟子 这难道不是一件能够让他们两人开心的事情吗 再说了 只要这两个老家伙没有意见 他们只会感到兴奋 不会觉得大哥你贪心不贪心的 你真的是想太多了 坟煩煞剑此时此刻画成了一个小大人一样 开始开口教训起了萧辰来 好 好吧 等一下我试试看 要是被揍了的话 回头我可不会轻饶你们两个乱出馊主意的家伙 萧辰想了一下 觉得东皇忠和焚煞剑他们两个小家伙 说的的确是有那么一点道理 同拜他们两个人为师的话 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 就不需要为争一个弟子而彼此仇视 他自己也能同时跟着两个人学习阵法和炼丹之术 对于他来说也是最大的收获 所以虽然会有着很大的被打的风险 但是萧辰也决定等一会儿还是试一下 随后萧辰又感应了一下外面 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之间的战斗 他以为两人之间的战斗很快就会结束 然而这两个老家伙真的是打出了真火 一个出手比一个狠 那剧烈的灵气波动 很快就让先宗内的大部分人都感知到了 然后先宗内所有感应到这波动的弟子全都震惊了 虽然宗门之内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长老彼此之间切磋 但是比较小范围的 不可能像现在的张长老和鬼老头一样 他们两个人都已经打得惊天动地了 简直就像是在生死战斗一样 这当然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尤其是张长老和鬼老头 两人在宗门内的弟子们心中 都是两个脾气超级怪异的人 对于他们两人没有弟子想要多多招惹 然而现在这两个脾气最古怪的人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 就真的让不少的弟子们心中都产生了一股惊恐之感 莫非张长老和鬼老头之间真的产生了什么天大的仇怨 要分个你死我活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长老和鬼长老怎么会忽然爆发出这种级别的战斗 太吓人了 难道这两个长老之间今天要分个生死吗 我的天哪 这就是宗门内长老们的实力吗 这么远 仅仅是一些战斗的余波 就让我感觉到了心惊肉跳 太可怕了吧 一些新入门的弟子们一个个都非常的震撼 而那些老弟子们同样是有些惊讶 因为几十年了 张长老和鬼长老两人之间都没有爆发过大战 然而这次一爆发就是如此剧烈 哪怕是一些知道张长老和鬼长老两人之间 有时候会切磋的老牌弟子们都感觉到了惊讶 觉得今天张长老和鬼长老两人 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问题 想要拼个你死我活 到了最后连宗门内的其他长老都被惊动了 一个个都跑了过来 张老头 鬼老头 你们两个搞什么 怎么忽然就打声打死的了 要是有什么事情完全可以跟我们说说 干嘛一言不合就动手 还打得这么激烈 快住手 别打了 再打下去就上和气了 一些地位和身份比较高的长老们直接开口劝说了起来 一个个脸上都有疑惑和不解之色 因为现在鬼老头和张长老两人打得实在是太激烈了 简直就像是生死仇敌一样 今天不分个胜负 这一战停不下来 然而鬼老头和张长老两人丝毫不给其他长老的面子 冷哼了一声之后 动手又更加剧烈了几分 其他的长老们文言瞬间蒙了 因为他们都感受得出来 鬼长老和张长老两人真的是已经打出了火气来了 然而这却更加让他们担忧 毕竟修为到了他们这个地步 若是一个不察之下 说不好真的有性命之忧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些长老开口询问 但是根本没有人回答 因为没有人知道鬼长老和张长老两人为什么会忽然之间打得天崩地裂 忽然一阵异常恐怖的声波摇摇的传来 紧跟着一张完全由仙灵之气凝聚的虚幻的面孔直接在别院上空显现而出 一道微言无比的声音从这一张巨大的脸庞上传出 你们两个做什么 宗门师兄弟打斗成这样 其他的那些长老和一些老牌弟子看到半空当中这虚幻威严的面孔的时候全都是心中一荒 因为整个南陵先宗身份地位最高的宗主大人竟然出现了 鬼老头和张老头两人之间的战斗竟然都引起了宗主的关注 这让一些长老们在惊讶的同时又暗自松了一口气 既然宗主大人都已经关注到这里了 那么今天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之间肯定不会出现什么重大的损伤了 而在看到这个虚幻的面孔的时候 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也才停了下来 看向了这个巨大的面孔 宗主我们没事 只是为了一个堵住 宗主放心 我们两人有分寸 今日一战只分胜负不分生死 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奇奇地冲着这个虚幻的面孔行了一礼 表示尊敬 然后两人奇奇地说了一声 表示他们今天的战斗不是什么生死之战 哦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再多问 希望你们两人注意一点 别波及到了其他弟子 剩下之人都各自散了吧 虚幻的面孔文言沉默了一下 嘴口却是淡淡地说了一声 紧跟着这一张巨大的虚幻的面孔就直接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那一股令人窒息的微压 也瞬间消失 直至这虚幻的面孔和微压消失 那些长老们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那些普通的弟子们更加是感觉死里逃生一般 毕竟这位宗主大人的修为实在是太强了 自己的真身都没有降临 就足以让这些先王敬的长老们都感觉到了生死危机 那些普通的弟子们自然是更加的不堪了 这就是宗主大人的实力吗 好强悍 弟子们感慨不已 同时心中暗暗下定了目标 将来要成为宗主大人一样的强者 而那些长老们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走了 连宗主大人都说了让他们散去 他们自然也不会再留在这里 至于那些普通弟子们就没有人去管了 反正以这些普通弟子的实力 也根本无法感应到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交战的情况 也就无所谓了 而张长老和鬼长老两人 等到所有人都散去之后 瞬间又爆发出了大战 似乎今天一定要分出个胜负不行 这让那些还尚未真正远去的众多长老们 都是暗暗惊讶 不知道张长老和鬼长老两人之间到底下了什么赌注 怎么会让两人疯狂到这种地步 当然最为惊讶的就是萧辰了 他也实在没有想到这两个老家伙为了争夺他 为自己的亲传弟子 还真是舍得下半前呢 都进行这样激烈的交战 这样下去 他们肯定会两败俱伤 索性自己现在直接传音给他们两人说一下 自己同时要拜师 看看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反应 虽然貌似了一点 但是也总好过他们两人最终两败俱伤的要好 萧辰感应了一下 随后一咬牙 开始冲着两人传音了起来 毕竟现在张长老和鬼长老两人已经打生打死了 他也总不可能真的看着两人彻底分出个胜负吧 那样到最后真的会伤和气 而且两人一旦中伤 想要恢复过来也肯定非常的麻烦 毕竟两人的修为那么高 重伤之后可不是儿戏 所以现在他虽然觉得有些不妥 但也只好硬着头皮传音说了起来 要是能够阻止他们两人继续交战 萧辰觉得也值了 而随着他的传音 半空中两人的交战瞬间就停顿了下来 然后萧辰就看到了张长老和鬼老头 两人的身影瞬间就冲到了屋子之内 两人都是一脸严肃的看着他 小子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你竟然想同时拜我们两人为师 张长老和鬼长老两人都是非常严肃的看着萧辰 是 弟子知道这样做有些冒犯 但是既然两位长老都想要收弟子为徒 弟子也恰恰对炼丹和阵法都有兴趣 如果两位长老不介意的话 弟子可以同时拜两位长老为师 以后弟子必定全身心地供奉两位师尊 事情都到了这一步 萧辰自然是没有任何退缩的可能 一咬牙就直接把这话给说了出来 你这个小东西还真是贪心 然而听到他的话之后 张长老和鬼长老两人对视一眼 却同时怒骂了一声 萧辰一正 然后苦笑了起来 看 这两人的反应其实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毕竟这种事情谁乍一听说都会感觉到不爽的 只是话一出口 目一成舟 他也只好甘笑着 不再开口辩解什么 如果张长老和鬼长老两人无法接受的话 他也不会去勉强什么 甚至他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也已经做好了张长老和鬼长老两人教训他的心理准备 不过张长老和鬼长老两人在说完这句话之后 却是同时沉默了下去 并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也没有想要教训他的意思 很显然这两个老头怕是在暗中传音交谈商量吧 半晌之后 鬼老头开口了 他看着萧辰 我和张老头刚刚商量过了 同时拜师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不管是炼丹还是阵法 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 你如果同时拜我们两个人为师 时间肯定是不够用的 最后肯定会在两条道路上全都无法精进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很显然他们两人被萧辰的这个提议说的有些心动了 毕竟这样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好苗子他们两个人都想收下围图 他们两人也都知道 就算刚刚的战斗分出了胜负 另外一人也肯定不会甘心 两个人同时收一个徒弟 这种事情虽然少也并不是没有 他们在仙界当中都已经是仙王境的强者了 经历的事情自然也不少 这种事情也没有萧辰想象当中的那么难以接受 所以在商量了一会儿之后 两人其实都并没有太大的意见 只是有些担心 萧辰最终会因为这两条都比较耗费精力和时间的道路上 变得平庸下来 毕竟专精一件事情肯定比同时做两件事情取得的效果大 萧辰也有些惊讶 同样没有想到张长老和鬼长老两人竟然真的有答应的可能 随后他眼珠子一转沉声道 两位长老不都说了吗 弟子的天赋绝对是绝无仅有的 百万年都难得一见 所以弟子觉得 以弟子的天赋 哪怕同时钻研有两条道路 也不会荒废任何一条 毕竟以弟子的天赋来说 哪怕是同时钻研两条道路 也要比那些资质普通的平庸的家伙们 专心一条道路还要简单一些 因此弟子觉得 这对弟子来说应该不会是什么问题 都已经到了这一步 消沉也唯有硬着头皮把自己吹得厉害一点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实际上 等到了后期 你会发现这样做 简直是在浪费你的天赋 鬼长老却依旧是摇了摇头 虽然很动心 但是却更加不想因此 让消沉在两条道路上都无法取得辉煌的成就 消沉也有些无奈 因为先前千算万算 没有想到算漏了这一点 但是此刻箭在弦上已经不得不发 他迅速转动了脑筋 然后灵光一闪 直接说道 弟子明白两位长老的担忧 那不如弟子这样 先暂时拜两位长老为记名师父 两位师尊同时教导弟子 如果过一段时间 两位师尊觉得弟子实在是无法同时钻研两条道路的话 那个时候再根据弟子 在这两条道路上取得的成就高低 选择其中一个专精如何 此时此刻的消沉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虽然两人并没有怪他贪心 但是却担心他如果同时钻研炼丹之术和阵法一道的话 最终这两条道路上的成就都只是平庸的 如果他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让这两位长老同意收他为弟子的话 甚至他都不可能再有机会拜他们为师 所以此时此刻 萧辰瞬间把所有能想到的理由全都说了出来 不管这理由到底靠不靠谱 又没有多大的依据 他只知道自己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张长老和鬼老头听到他的这句话之后 两人同时沉默了一下 因为萧辰刚刚所说的提议 说实话还是非常的靠谱的 先成为他们两个人的记名弟子 这样也不会占据他们亲传弟子的名额 也能看一看萧辰是否真的能够在两条道路上 全都取得辉煌的成就 而且一旦不行就转头其中一条 认真专心也还可以 免得直接成为亲传弟子之后 却发现同时钻研两条道路 时间和精力跟不上 那个时候难免会感觉到可惜 所以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考虑了一下之后 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这样也还可以接受 还有接近百年的时间 你们这一批新入门的弟子考核才会结束 就以百年为期限 在这百年当中 我们两个老家伙同时教导你 如果你同时钻研两条道路都跟得上的话 那百年之后就直接成为我们的亲传弟子 如果实在不行 就看看你在哪一条道路上有天赋 到时候再选择拜谁为师吧 多谢两位师尊 弟子必定全力以赴 不辜负两位师尊对弟子的厚望 萧辰文言瞬间松了一口气 然后冲着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连连行礼 毕竟同时拜师这种事情 的确显得有些太过不可思议 但是现在这两人竟然答应了 也足以可以看出 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对他是真正喜爱的 虽然萧辰他们为师是想找一个在宗门内的依靠 但他又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 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在拜师这件事情上都能做出如此大的让步 这份情意萧辰自然是感动的 所以在这一刻萧辰的心中就已经打定了念头 以后他肯定会非常努力认真的去学习炼丹之术和专业阵法一道 他向来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别人对他好 他当然会十倍百倍的奉还 何况炼丹术和阵法一道 如果成就高的话 在仙界混起来也更加容易 没有拒绝的理由 好 希望你小子真能说到做到 不让我们失望吧 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在听到萧辰改口喊他们师尊后 两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几分欣慰之色 紧跟着张长老和鬼老头又说道 虽然现在只是一个记名弟子 但是以我二人的身份 哪怕是说一个记名弟子也是要着搞宗门的 回头挑选一个好日子就宣告 虽然只是一个记名弟子 也不能委屈了你 这 萧辰瞬间一愣 因为他没有想到两人会这样说 还是因为他对宗门的规矩了解的太少 像张长老和鬼老头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著名长老 收一个弟子都是要宣告的 让所有人知道哪个人是他们的弟子 不过萧辰却瞬间就想到了一些事情 他虽然是想找一个靠山能够混得更容易一点 但是却不想这么高调 木秀于林 封闭催直 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 枪打出头鸟 他一下子被两位长老同时收为记名弟子 这样宣告出去 绝对会瞬间在宗门内引起轩然大波 引起所有人和长老的关注 那个时候对他来说可不一定是件好事 因此萧辰没有任何犹豫的就直接说道 师尊 这不用了吧 嗯 这是为何 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也是一愣 随后都看向了萧辰 弟子不想太过招人注目 两位师尊肯定也明白 太过高调了不是什么好事 如果两位师尊同时收弟子为徒的事情传出去 可想而知会怎样 那样会把弟子推在风口浪尖的 萧辰尴尬地笑了一下 没有解释的太多 但是他相信 以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的智慧和处事经验 肯定会瞬间明白他的意思 果然 他说完之后 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再度沉默了一下 点头道 你说的有道理 考虑的也挺周全的 同时收徒这些事情 以前也不是没有人做过 不过在宗门内 这可算是头一遭了 传出去之后 的确太过高调 对你的修炼也没有什么好处 是 师尊能够理解就好 萧辰连连点头 哈哈 不过话虽然是这样说 但是还要宣告一下的 不过就让鬼老头宣布 他把你收为记名弟子了吧 你不管怎么说 你现在也是我们两人的弟子 在宗门内的一些该争取的东西 还是要争取一下的 几名弟子的身份虽然不是多么的珍贵 但是在宗门内也能得到一定的权限和好处 张长老又呵呵一笑 话锋一转 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你就别再多说了 这是必须要宣告的 因为这代表了你以后在宗门内的一些话语权和地位身份 只是让鬼老头一个人宣告一下 不会引起什么太大的波动的 而且你也不要以为我们两个的贡献值可以无限的转给你 在宗门内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除非你有什么太大的贡献才行 否则的话我们能给你的贡献也很少 一切还得靠你自己 成为几名弟子之后 你行事就方便得多了 张长老看着萧尘 还有些犹豫的神色 又淡淡地说了一声 萧尘听出了张长老话语中的坚决之意 也只好不再多说什么 反正只是让鬼老头一个人宣告 收他为几名弟子 的确不会引起什么太大的轰动 只是被一个长老收为弟子 而且只是记名弟子罢了 这在宗门内还是很常见的 而且萧尘也知道 这是一种规矩 他虽然不想太过高调 但是该走的流程也还是必须得走的 也就没有再忤逆张长老的意思 好 那你小子今天就先回去吧 以后你按时到我和鬼老头这里学习 至于我那边 每次你要到来之前 我都会在内务堂发布一个任务 你接了任务过来 这样就不会让一些人怀疑什么了 我也能趁机给你转一些贡献值 不过 以此能转的也不是太多 但是对于目前的你来说 应该也足够让你用了 张长老又冲着萧尘叮嘱了一声 多谢师父 那弟子就先告退 萧尘感激地冲着张长老说了一声 然后就直接离开了 今天需要他帮忙的事情 已经全部都做完了 而且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拜了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为师 今天的收获 对于萧尘来说 真的是非常巨大的 回到别院之后 萧尘发现大黄一直在门口等他 见他回来之后 大黄满脸兴奋地凑了过来 大哥 我已经正式拜了黄长老为师尊 而且是他的亲传弟子 哈哈 黄长老说了 过几天找一个好日子 就会向整个宗门内宣告 到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成为内门弟子了 大黄黑黑笑着 很是兴奋 毕竟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考验 就可以直接成为真正的内门弟子 当然很开心 恭喜 萧尘也替大黄感到开心 嘿嘿 大哥你呢 上次大哥你不是说有两位长老也很看重你吗 现在怎么样了 有没有拜他们为师啊 大黄又开心的笑了笑 随后关心起萧尘来了 我也拜师了 不过是个记名弟子 萧尘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把实情全部告诉大黄 这并不是他不信任大黄 而是大黄这个家伙嘴巴上根本没有个把门的 这个事情现在还不适合宣扬 万一大黄一不留神说漏了嘴 那就不太好了 所以他只能在心中说了一声抱歉 他并不是有意隐瞒大黄 等到以后时机成熟 他一定会告诉大黄的 什么 只是记名弟子 以萧大哥你的天赋潜力 难道还不足以让那长老 把你说成亲传弟子吗 大黄文言瞬间有些惊讶 这件事情比较复杂 回头以后有时间 我再慢慢和你细说 记名弟子只是暂时的 等过一段时间 就会成为长老的亲传弟子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我 萧尘又笑着和大黄解释了一下 哦哦 好吧 大哥 我们可能要分开一段时间 因为我师尊说我现在刚刚飞升到仙界 正是打基础最好的时机 他给我准备了一些东西 让我闭关一段时间 所以可能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不能见面了 大黄点了点头 然后有些兴致不高地说了一声 显然在他的心中 并不想和萧尘分开 只是这是他师尊的吩咐 他也不能不听 这是好事儿啊 长老对你这么重视 说不定等你出关之后 就已经是天仙境的强者了呢 到时候大哥还需要你保护呢 萧尘文言 在仙界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更何况你闭关之后 在闭关的过程当中 也几乎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不久的 萧尘却是笑了笑安慰了起来 好吧 大哥 这是上次你给我的贡献值 我没有用多少 现在都给你吧 因为师尊那里 给我准备了好多东西 我都不需要再用贡献值自己去换了 大黄说着 便把自己的身份令牌拿了出来 随后把贡献值都全部转给了萧尘 萧尘也并没有拒绝 因为大黄的师尊 既然让大黄闭关那么久 肯定是准备了足够让大黄修炼的东西 反倒是他 因为自己那一丢丢的贪心 现在并没有成为张长老和鬼老头的亲传弟子 所以两人也没有办法直接给他太多的东西 一切还是得靠他自己 贡献值现在对他来说也挺是重要的 毕竟有了足够多的贡献值 他才能够提升自己的修为和实力 才能有更加多的心神和精力去钻研炼丹和阵法一道 又和大黄聊了好一阵子之后 大黄便直接离开了 而萧尘自己则是又去了内务堂 现在他手中的贡献值差不多有将近七十万 上次剩下的贡献值 再加上这次鬼老头给他的五十万 刚刚大黄离开之前给他的 萧尘瞬间成了土豪 虽然这大几十万的贡献值 去换取真正的好东西还差得远 但是他目前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真仙境小仙人罢了 也无需要太好的东西 这几十万的贡献值换到的东西 足够让他直接突破到真仙境二重天了 萧尘去兑换贡献值的时候 毫无意外地又引起了一阵轰动 毕竟他可是这一届新入门的弟子 前前后后换取的东西 却都快接近百万贡献值了 这如何让人不心惊 要知道就算是一些入门比他早的老牌弟子 正贡献值的速度也没有这么快啊 至于那些一起入宗的新人弟子们早就惊呆了 他们现在最富有的身上也就是几千贡献值 然而和萧尘这动辄快百万的贡献值比起来 简直是天差地别 不少人的眼睛都瞪直了 这家伙 不会是走了什么后门进来的吧 在宗门内有长老关照吧 不清楚 不过应该是吧 不然的话怎么会差距这么大 关系狗 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是现在比我们多弄了一点贡献值吗 等到百年之后考核完毕 成了正式弟子 那个时候可不见得会比他差 一些新人弟子看着萧尘 生出了几分嫉妒之意 言语之间都变得不怎么客气了起来 这也是人之常情 嫉妒之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见到和他们一起加入宗门的萧尘现在前前后后花的贡献值都差不多已经有百万了 而他们自己却仅仅只有几千贡献值 难免会生出不平衡之心 嫉妒也是很正常的 这就是人性 萧尘也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声音 但是他并不在意 或者说根本就不会去放在心上 与其去浪费精力和时间和这些人磨嘴皮子去解释什么 倒不如把这省下来的时间拿去修炼更实在些 从内务堂兑换了自己修炼所需要的一些天才地宝之后 萧尘就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别院 开始闭关突破了起来 他现在要突破到真仙境二重天 一旦突破之后 战力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大黄已经回去了 准确地说是已经去回到他师尊那里 开始长期的闭关了 这次的修炼对于大黄来说 肯定是有着巨大的飞跃 萧尘都无法预料 等大黄出关之后会是多少年之后 也不知道大黄出关以后修为会提升到怎样的程度 只剩下自己了 萧尘盘西坐在屋子里之后 看着空荡荡的屋子 心中竟也第一次生起了一股孤独之感 从弱小之时 他就和大黄在一起 两兄弟之间几乎没有怎么分离过 虽说到了这仙宗之内 两人也并不是同时住在一起 但是最起码知道另外一个地方住着大黄 会让他们在彼此心中都感到踏实 然而现在大黄闭关了 很多年之内很可能都无法见面 之前安慰大黄的时候 萧尘还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现在他才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之感弥漫心头 同时也想起了苏清一他们 不知道清一他们在中皇界现在如何了 萧尘的心中也开始思念起他们 最终萧尘怀念了很久 才收敛了心神 开始直接修炼了起来 思念也无用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要让自己不断地变强 变得更强 这样才能在将来 有实力直接从仙界回去看望他们 而此时 在中皇界 苏清一等人聚在一起 彼此在交谈着什么 时不时地偶尔抬头望一望天空 似乎那里有着他们的期待 尤其是苏清一 除了抬头望天 就是在抚摸自己那微微有些隆起的肚子 清一姐 你这都怀胎几十年了 这才刚刚有一些显肚子 估计你肚子里的孩子想要出生 还得至少再等个几十年吧 东方清武他们几女看着苏清一的举动 都调侃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当年苏清一怀孩子 却是谁也没有想到 一怀孕就怀了这么久 到目前都没有看到任何要出生的迹象 直到最近苏清一的肚子才微微有些变大 而且如果不是仔细观察的话 穿一个宽松一点的衣服 也同样看不出来苏清一的肚子变大 所以他们才觉得 这孩子想要出生最起码还得几十年 几十年 应该不止 苏清一却是摇了摇头 他自己的身体情况自己感应得最为清楚 这都已经好几十年了才略微有了一点变化 想要出生几十年的时间肯定是不够的 真不知道你这次怀的孩子 将来出生之后会何等了不得 以前听人说 越是在肚子里待的时间久的孩子 出生后资质越是逆天 将来也会成为了不得的大人物 这个小家伙如果真的在清一姐姐 你的肚子里待上个上百年才出生 那肯定是非常了不起 东方清五他们又笑了起来 也确实非常的期待苏清一肚子里的孩子赶紧出生 想看看这个小家伙会怎样的逆天 竟然会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出生 我只希望他将来平平安安 健康成长就行 至于成不成什么大人物都无所谓 苏清一却是轻轻一叹 言语虽然平淡 但却透露着这世间最伟大的母爱 其实对于每个母亲而言 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成为什么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并不重要 只要自己的孩子平安健康就知足了 哈哈 清一姐姐的愿望一定会成真的 东方清五他们嬉笑了起来 随后几人都凑了过去 挨个去抚摸苏清一的肚子 然后缓缓说道 小念辰呀 你可要快快出生呀 在你母亲的肚子里待久了 你母亲可是很难受的哟 是的 没错 对于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他们已经把孩子的名字都取好了 叫做消念辰 就是思念消沉的意思 可见他们对于消沉的思念到底有多么浓郁了 而且他们对于苏清一肚子里的孩子 几十年都未曾出生的情况 也并不感到多大的诧异 毕竟这种事情虽然不多 但是历史上也曾有过不少的记载 有一些天赋异禀的孩子往往在出生之前 就会在娘胎里待上很久很久 别说只是区区几十年 哪怕是上百年几百年都是正常的 所以现在他们都没有任何的担心之色 现在他们心中唯一牵挂的就是那远在仙界的消沉 不知道她在仙界过得怎么样了 一想到消沉 几女的神色当中都透出了几分思念之情 而后齐齐地全部抬头 看向了天空 因为仙界就在他们头顶更高层次的空间 每次抬头都似乎能够让自己的心 和消沉变得更近一点 而在仙界消沉也却并不知道 此时此刻苏清一等人是有多么的思念她 并且给她那个未出世的孩子 取了一个那样寄托思念的名字 如果消沉知道这一点的话 怕是肯定会难以遏制自己内心的冲动 也要想方设法回去看他们了 修行无岁月 对于仙人而言 这句话显然是更为合适 从消沉闭关开始突破真仙境二重天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 消沉才勉强完成了修炼 突破到了真仙境二重天 这还是有着他从内务堂兑换来的大量的天才地宝服用的缘故 半年的时间简直是转瞬即适 消沉几乎都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不过今天他却出关了 突破到真仙境二重天以后消沉出关了 这半年当中他用了贡献值兑换出来的天才地宝 突破之后已经无需要再继续闭关 而且在这半年当中 鬼老头也给他催促了好几次 给他留言说让他出关之后立刻过去 这么着急 消沉看着鬼老头给他的留言失笑不已 很显然鬼老头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弟子 已经想迫不及待地把那些阵法方面的知识传授给他了 而且鬼老头也早在他当初闭关后不久 挑了一个黄道吉日 向整个宗门内宣告 消沉已经是他的记名弟子 这宗门内也是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毕竟鬼老头在宗门内的地位是很高的 是宗门内最厉害的阵法大师 就算鬼老头的实力不是宗门内最强的 但是论影响力绝对是宗门内最靠前的 再加上鬼老头的脾气非常的古怪 在宗门内这么多年 都没有什么人能够让他看得上眼 却忽然宣布直接收了一个记名弟子 这自然让众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虽然只是一个记名弟子 还不是亲传弟子 但是这就已经很难得了 毕竟能够让鬼老头这么脾气古怪的家伙 收为记名弟子 足以让人佩服消沉的处事能力了 只是当时消沉在闭关 也没有人过来打扰 但是说实话 大家的心中对于消沉都还是非常佩服的 当然也同样会有一些人嫉妒消沉的好运气 因为也有不少的弟子都想方设法的想要拜师鬼老头 毕竟以鬼老头在宗门内的身份地位 一旦成为鬼老头的弟子 那在宗门内的地位也是瞬间提升很多 而且还能学到阵法知识 哪怕不能最终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阵法大师 可只要在阵法一道上掌握一些东西入了门 不管在哪里行走都还是挺受人尊敬的 然而现在却已经被消沉劫足先登 虽然只是鬼老头的记名弟子 但是说实话 论身份的话 也不比那些普通长老的亲传弟子要差多少 毕竟鬼长老的身份地位和辈分在那里摆着呢 所以当时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不少弟子都是非常的惊讶或者羡慕 甚至嫉妒 毕竟虽然只是鬼老头的记名弟子 但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 因为能够成为鬼老头的记名弟子 这就意味着他能够得到鬼老头的赏识 这就说明只要在以后的日子当中不犯什么大错 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直接被鬼老头收为亲传弟子 这才是让众人嫉妒的原因所在 因此现在消沉在去往鬼老头别院的时候 路上遇到了一些宗门里的其他弟子 那些人竟然停下来冲着他微微行礼道 见过师兄 虽然这当中一大部分人都只是外门的杂役弟子 但是也足以让萧尘感到兴奋了 毕竟这些冲着他喊师兄的人 有一些的修为比他还要强 可都是真仙境六七重天的呀 来到仙界之后 说实话 一直都处于最末端 虽然萧尘一直在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 但是多多少少也感受到有那么一点点的压抑 现在看到这些仙人弟子冲着他喊师兄 这种感觉还是非常爽的 实力 背景 在仙界这种地方最起码得有一种才可以 随后萧尘就暗暗感慨 没有实力也没有背景 在仙界这种地方想要混下去 简直是太困难了 而现在他虽然没有太强大的实力 但是成了鬼老头的记名弟子之后 也算是有了一种背景 毕竟鬼老头可是一个阵法大师 不单单是在仙宗内的地位高 哪怕是在整个南部区域也都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所以萧尘也算是有了一定的背景 因为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鬼老头目前唯一的一个记名弟子 那些门外的杂役能在得知鬼老头的宣告之后 自然是第一时间就打探出了萧尘的样貌和一些情况 现在见到他之后 一个个都是非常客气的行礼 虽然感觉很爽 但是萧尘却更加清楚 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自身得来的 他可以偶尔的享受一下这种感觉 然后提醒自己 现在已经不是挣扎在最底层的普通仙人了 但是却绝对不可以沉浸在当中 这些普通的弟子如此尊敬他 那是因为他现在是鬼老头的弟子 这些家伙们可都是一个个非常势力的 因为在以前他遇到这些人的时候 可没有人像这样跟他行礼过 因此萧尘也在挨个和他们回礼之后 便不再有任何的停留 把速度施展到了最大化 赶到了鬼老头所在的别院当中 师尊 弟子求见 萧尘站在别院外面轻声地喊了一声 进来 鬼老头的声音紧跟着就传了出来 随后萧尘进去 鬼老头已经在等他了 不错 已经真仙境二重天了 你的修炼速度还是蛮快的 虽然阵法一道 对实力的要求不是特别高 但是这只是针对那些普通的阵法师而言 想要在阵法一道上达到很巅峰的程度 其实对于实力的要求也是更高的 因为有一些厉害的高级阵法 如果实力不足 根本不可能布置出来 鬼老头朝着萧尘打量了两眼 然后点了点头 笑了起来 萧尘闻言 瞬间有些汗言 他的修炼速度快 可不是因为他自身有什么过人的能力 完全是因为之前那段时间 他和张长老两人给他的贡献值 才能让他去内务堂换了大量的天才地宝 让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提升了一重境界 都是师尊的关照 萧尘擂了擂嘴 客气的说了一声 行了 这些虚礼以后就少在我这儿说了 不要以为你成了老夫的弟子以后 就可以轻松了 老夫可以告诉你 恰恰相反 成了老夫的弟子 你必须得达到老夫的标准和要求 不然的话 老夫可是随时会把你逐出师门的 鬼长老却是面色一素 然后认真地说了一声 弟子谨记 萧尘立刻点头 同样无比认真地应了一声 他当然知道鬼老头不惜耗费如此大的代价 收他为徒 为的是什么 可不是为了只收一个绣花枕头 中看不中用 鬼老头把他收入门中 可是为了能够让他继承自己的阵法一道 将来成为明镇仙界的阵法大师 如果他觉得败入了鬼老头的门下之后 就可以高枕无忧 那么这个想法绝对是大错特错的 萧尘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当然鬼老头也知道萧尘不是这种人 也只是提醒一句罢了 随后鬼老头就招了招手 带着萧尘去了别院后面一个阁楼之内 虽然你的阵法天赋和亲和力太高 但是鉴于你以前从未接触过阵法方面的知识 所以接下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都不会直接教你布阵 而是会让你从最基础的知识一步步的学起 希望你能够不要好高无远 先把基础掌握牢固 鬼老头看着萧尘 随后手中出现了一份古卷 这是这段时间 我给你精心整理的一份 关于阵法方面的知识 从初级的知识 一直到一些比较高深方面的东西 全都包含 给你半年的时间 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理解透 半年之后我会考教你 如果能够做到让我满意 那么才会接下来进行新的教学 鬼老头把这份古卷递给了萧尘 而后紧跟着说道 由于之前和张老头的约定 所以我们两个在半年的时间 也商量过多次 最终商量出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办法 因为不管是炼丹还是阵法 一次几天或者半月的学习 不如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系统学习 然后再放松要来的合适 而且因为你现在是起步阶段 所以以半年为期限 半年之内在我这儿学习 另外一个半年就去张老头那里学习 如此反复交替 一共给你十年的时间 如果十年之内 你确实能够在两条道路上都取得不错的成就 那么到时候看情况 我们两个人就正式收你为徒 如果到时候 我发现在某一条道路上有些不太合适 或者说 不如另外一条道路来得更好 那么就选择更好的那一条道路摆尸 是 弟子知道了 弟子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绝对不会辜负师尊的期望 萧辰适当地表了表忠心 这也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现在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 有两位在各自领域上的真正的大师 愿意耐心地教导他 他自然也想趁此机会多学习一些 虽然东皇忠和焚煞剑这两个小家伙 在炼丹和布阵上的造诣 估计比鬼老头和张老头还要更深一些 但是毕竟这两个小家伙的记忆有些残缺 有一些系统方面的知识 两个小家伙还是无法教给他的 所以张老头和鬼老头两人对于萧辰来说 才是更加合适的师尊的人选 你就先看一下这个古卷 有什么不懂的再来问我 这半年之内我就在这里随时为你解答各种问题 随后鬼老头大手一挥淡淡地说了一句 之后便在萧辰的不远处直接盘膝坐下 微微闭目养神了起来 鬼老头在教导徒弟这件事情上 显然是非常严谨的 也是非常负责任的 以他的身份和地位竟然做到这种地步 真的是让萧辰感动不已 毕竟不是每个师尊都愿意这样如此耐心地教导自己的徒弟 更是不惜耽误自己的时间在这里等待半年 专门随时为他解答各种问题 这让萧辰的心中怎能不感动 师尊 弟子想问一下 有没有办法能够从仙界返回到夏卫界面 萧辰并没有立刻开始钻研古卷 而是一咬牙先问了这么一句 因为他最近这段时间的确特别地想苏清一他们 也想知道有没有办法能够回去 虽然东皇忠拥有穿梭界面的能力 但是现在的东皇忠根本没有能力带他穿梭仙界的界面 回到中皇界 所以他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可以从仙界返回到夏卫界面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鬼老头也并没有生气 只是朝着他看了一眼 笑了起来 在夏卫界面还有亲人朋友吧 其实每一个刚刚飞升上来不久的新人 都会有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可惜 想要从仙界返回到夏卫界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代价值的就算是我都有些难以承受 什么 萧辰文言瞬间打惊 虽然鬼老头在他面前一直都是异常的和蔼 是自己的长辈 但是请别忘了 鬼老头可是一个强大的先王境强者 而且还是阵法方面的先王境强者 他的身份和地位何其高 能够赚取到的财富 萧辰根本不敢想象 可是连鬼老头都说 想要从仙界返回到夏卫界面 代价大的连他都难以承受 那这个代价已经超出了萧辰能够想象的范围 我的乖徒儿啊 为师还是劝你尽量别想了 一旦成为仙人 就和普通的那些修士彻底不同了 仙人的寿源漫长无比 修炼也更加艰难 你的那些亲人朋友们 如果将来无法飞升 早晚有一天还是会天人永隔 我知道你现在的内心也肯定比较难受 但是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以后你慢慢就会习惯了 当然如果乖徒儿 你将来能够成为威震整个仙界的超级人物 那想要回家去见面就简单得多了 鬼老头也并没有在意萧辰现在 没有立刻开始钻研阵法 而是劝慰了一句 因为他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自然明白现在萧辰的心情 而且他也知道 唯有让萧辰的心中不再有什么执念 才能全心全意地去学习 成为威震仙界的超级人物 萧辰苦笑了一声 这个目标对现在的他来说 简直是想都不敢想 想要回去就努力学习阵法和张老头的炼丹之术吧 虽然我们两个人在彼此的领域上算是小有成就 可实际上距离真正的宗师还差得远 如果有朝一日你能在炼丹或者阵法一道上成就宗师境界 想要回去就简单得多了 或者就努力修炼 早日成为先帝 或者最强的那种先王强者 鬼老头轻叹了一声 为萧辰指出了目标 萧辰文言顿时心中一阵 先帝强者 最强的先王 或者成为单道宗师 或者震道宗师 他有些无力吐槽了 对于后两个几乎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 因为鬼老头和张长老两人现在都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两人可是很强的先王强者 又晋淫在彼此的领域上不知多少岁月 都还没有成就宗师 他如果想要成就宗师的话 哪怕是有着东皇忠和焚煞剑 这两个小家伙的指点 估计也需要漫长的岁月 他没有那么大的耐心 所以现在能够考虑的 就只有是努力修炼 提升自己的实力 成为最强的先王 或者直接成为先帝 不过他的心中也同样清楚 成为最强的先王境强者或者成为先帝 都不比在阵法或者单道上成就宗师要容易多少 毕竟东皇忠的老主人 以前可就是先界最强的那种先王 可以轻易击杀先帝 想要达到那种境界 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就连东皇忠的那位老主人都已经是最强的先王了 却依旧没有成就先帝 可想而知 想要达到先帝境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萧尘的脸色有些苦闷 鬼老头也只是看着他 并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这个过程还有心态的调整 必须得依靠萧尘自己去完成这个转变 别人说的再多 也不如自己调整好想通了来得更合适一点 因为唯有萧尘自己想通了 他才会专心致志的 不再多想其他的 去认真地学习阵法知识 因此鬼老头也只是静静地等着 没有催促萧尘去开始立刻学习 萧大哥 你其实也不必如此难受的 由我和焚煞剑帮助你 再加上这两个老头耐心地教导你 你在阵法上或者炼丹上成就宗师 要比他们两个人容易得多 东皇忠也是忽然开口安慰着萧尘 萧尘点了点头 眼中生出了几分灼热的光芒 是啊 虽然这两条道路不管哪一条道路 走起来都不是那么容易 可是它不仅有鬼老头和张老头两人的教导 还有着东皇忠和焚煞剑 这两个来历神秘的小家伙的帮助 在这两条道路上的修行速度 肯定会非常的快 几乎可以不用走什么弯路 相对来说成就宗师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东皇忠的下一句话也让他彻底有些安心起来 还有回到仙界之后 有仙灵之气的滋养 我感觉我自身也在慢慢地逐渐地恢复 虽然很缓慢 但是只要有一段时间 应该能够再恢复一些能力 到时候应该就可以穿越仙界和下位界面的空间 要是能够再找到一部分或缺失的躯体 那个时候就可以随意穿梭仙界和下位界面 肖大哥也不必太过担心将来无法回去 现在肖大哥就安心学习炼丹和阵法就可以 回去的事情早晚都一定能够回去 肖臣的眼神瞬间一亮 有东皇忠的这句话 他绝对可以放一万个心下来 因为东皇忠从来没有说过任何的大话和废话 既然东皇忠都已经这样说了 只要他自身在恢复一些能力 就可以穿梭仙界和下位界面 那就一定是真的 这意味着他将来想要回去见苏青一等人 就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了 这就让他的心中大为舒畅了 随后他就也不再多想了 既然知道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回去 那想的再多也是无意 反而还只会扰乱他的心神和耽误他的时间 因此肖臣深吸了一口气 调整好了心态 把神念探入到了古卷 开始学习鬼老头教给他的阵法知识了 而鬼老头看着肖臣这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开始去学习古卷当中的知识 脸上也是露出了几分欣慰的神色 然后就又微微闭目 不再出言多说什么 不去打扰肖臣 在一旁静静地等了起来 等待着肖臣把古卷当中的知识看完之后 再向他发问 肖臣却发现自己在开始学习这古卷当中的 阵法知识的时候 感觉自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进入到了一个更加奇妙的世界当中 因为阵法方面的知识和单纯的修炼世界 实在是有着太多的不同 虽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可是阵法一道却玄妙无比 简直就像是另外一个全新的体系 在冲击着他的心神 且很快 肖臣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按理说 他以前从未接触过这些方面的知识 虽然跟着焚煞剑学了一点点 但那真的只是皮毛 皮毛到他都不敢说自己学过阵法方面的东西 然而现在看着这古卷当中 记载的阵法方面的系统知识 肖臣却感觉自己学习和理解起来 竟然没有什么难处 似乎自己对于这些知识 天生就已经掌握了一样 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被他忘却 现在又看到这些东西 就好像唤醒了脑袋当中尘封已久的记忆 居然让他有一股说不出来的熟悉感 非常轻松地就把这些知识给掌握并且吃透了 这让他在不解的同时也有些震惊 莫非自己的身体内还隐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吗 亦或者只是如同鬼老头所说的那样 他对于阵法一道的确有着远超常人的天赋 肖臣有些惊恶 因为这的确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能够感觉到鬼老头给他的这一份古卷上 所记载的一些关于阵法方面的知识 前面的一些都很简单 他能理解也不足为奇 但是后面都是一些比较深入的知识 毕竟鬼老头都说了 这半年的时间只是让他熟悉一下最基础的东西 然而他这才不过只是过去了半个时辰的功夫吧 就已经把这一份古卷所有关于阵法方面的知识 全都理解透了 这让他如何不惊惧 虽然能够掌握得这么快 对他来说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可是快到这种程度 那可不一定是好事 这让肖臣感觉到隐隐有些惧怕 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煞我真的具有鬼老头他们所说的那样百万年都难得一见的阵法天赋吗 肖臣不知如何是好 只好悄悄地冲着焚煞剑问了起来 这小大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以前似乎也没有发现你在阵法上有着超逆天的天赋呀 也许是成就了真仙之体之后突然激发了也说不定呢 焚煞剑犹豫了一会儿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会突然激发阵法的天赋 而且一激发就这么的厉害 肖臣有些狐疑 这我也不知道 焚煞剑也的确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因为他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也不知道肖臣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对于阵法有了如此逆天的天赋 不过这对肖大哥你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 你的阵法天赋如此逆天 成为阵法宗师肯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而且在阵法上的天赋如此厉害 就能节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炼丹之术 这样一来肖大哥你就可以同时掌握炼丹和阵法 就很厉害的了 焚煞剑和东黄忠 两个小家伙又同时说了一句 宽慰起肖臣来了 毕竟这种事情放在谁身上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哪怕这种天赋出现得太诡异 可终究对于他的帮助实在是太大 如此逆天的天赋连他们两个小家伙都感到震惊 可想而知 萧尘有了如此逆天的天赋之后 将来在阵法上能够达到何等的境界 那我现在要不要就直接告诉鬼老头 说我已经参悟完毕了呢 萧尘又有些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毕竟他现在已经被自己刚刚突然冒出来的天赋 给彻底震惊了 不能现在就告诉 现在就告诉鬼老头 你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学完 那这已经不是天赋妖孽了 这绝对会把鬼老头吓个半死的 焚煞剑和东黄中 两人却是瞬间就阻止了 毕竟天才和魔鬼只是一线之格 他如果表现的天赋妖孽 也会得到鬼老头的重视 可是如果表现的太过分了 那可就不见得是什么好事了 对 我刚才有些慌了 是不能现在就告诉他 鬼老头之前说给我半年的时间 让我来参悟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 在半年之内把这些东西学完 在鬼老头心中 是我表现出来的那些天赋 所能达到的正常水准 那就等上四个月吧 到时候再告诉他 我已经参悟完毕 再逐步把自己表现得厉害一点 这样以后自己就算再做出什么 比较不可思议的事情来 想必他们也就会慢慢的接受 消沉被焚煞剑和东黄中两人提醒之后 瞬间就反应了过来 对 就应该这样 既然肖大哥你现在已经有了如此逆天的阵法天赋以后 肯定还会在其他方面表现得比较变态一点 所以现在应该也在逐步的把自己表现得更加妖孽一点 这样也好让这个鬼老头和那个张长老两人慢慢的接受你比他们想象的 还要厉害的事实 然后等以后你要是再做出一些什么比较妖孽变态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会比较容易接受 焚煞剑和东黄中两人连连点头 认同消沉现在的想法 那这四个月我要在这干嘛 总不能在这干坐着吧 要不小煞 你再教我一点别的阵法方面的知识 这四个月的时间总不能浪费了吧 而且不能明目张胆地修炼 否则被鬼老头察觉到我在修炼并没有去参悟阵法的话 肯定会怀疑的 萧辰嘀咕了一声 这当然可以 既然萧大哥你现在已经系统地学习了阵法方面的知识 我就根据这个古卷上记载的一些东西延伸你一点吧 焚煞剑对此自然没有任何的意见 转而就开始把他目前觉醒记忆当中的那些 关于阵法方面的知识 挑选了一些现在萧辰能够接受的和学习到的 给萧辰传授了起来 萧辰则是一边装作在继续参悟古卷的样子 一边则是在暗中悄悄地跟着焚煞剑继续学习 并不想浪费这四个月的时间 四个月的时间对于现在的他们而言的确是不算什么 在跟焚煞剑学习的过程当中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四个月的时间 这四个月当中 萧辰跟着焚煞剑学到了大量的关于阵法方面的知识 虽然焚煞剑所传授给他的阵法知识并不是很全面的 很系统的 甚至中间有一些断层 但是焚煞剑所传授给他的阵法知识层次却都是非常高的 虽然其中有一部分萧辰现在还不是特别能够理解 但是焚煞剑却是一股脑的把这些东西全部传授给了他 用焚煞剑的话来说 那就是萧辰要不了多久 就会明白他现在所传授这些阵法方面的知识了 这天是萧辰开始学习古卷的第四个月到来的一天 萧辰直接睁开了眼睛 看向了一旁在闭目打坐的鬼长老 师尊 弟子已经把您这份古卷上面记载的东西全部学习了 萧辰直接冲着鬼长老说了一声 后者的眼神瞬间睁开 眸子当中透着几分惊疑不定之色 还有几分寒芒 才过去了四个月 你就把这份古卷上面的东西全部都学习了 鬼老头死死地盯着萧辰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因为虽然他之前把这份古卷递给萧辰的时候 说萧辰在半年之内能够把这些东西学习就已经达标了 可是实际上他这是故意把难度说得轻松了一些 正常情况下 萧辰最起码得用接近一年的时间 才能真正地把这份古卷上面的东西理解吃透 他之所以跟萧辰说用半年的时间 就是也想给萧辰一些压力 想要找一下萧辰的潜力 看看他到底在阵法天赋上有多么厉害 可是没想到萧辰现在却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喜 四个月 才仅仅四个月呀 萧辰就说已经把这份古卷上的关于阵法方面的知识全都掌握了 这让他如何不震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他甚至都觉得萧辰是不是在欺骗他了 是 弟子不敢在这件事情上欺瞒师尊 师尊如果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考教弟子 萧辰面色沉稳地说道 好 那我可就真的来考教你了 如果你答不上来 可别怪老夫惩罚你 鬼老头文言二话没说 直接就答应了萧辰的提议 毕竟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他也没有什么抹不开面的 考教自然是要考教的 对于自己的弟子 他的要求可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那就请师尊考教弟子吧 弟子已经准备好了 萧辰再度沉稳地说了一声 没有任何的怯场 好 那我且问你 阵法的基础方位 如果逆行的话 需要注意些什么 遇到了哪些情况不可以逆行 如果强行进行的话 会发生怎样的情况 鬼老头瞬间就抛出了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在古卷当中 都还是属于非常靠后的那种 不是很好理解的那种 既然萧辰说已经完全把古卷的知识掌握完了 他自然一上来挑选的问题 都是非常有难度的那种 如果逆行的话 需要和空间的契合同样逆行 逆行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引起空间之力的暴动 导致布阵的失败 这没有任何好的办法 能够来完成逆行 只能依靠自己对阵法的掌控 还有经常锻炼来达到 能够随时做到逆行的程度 如果空间不是很稳固 还有空间的方位发生了一些改变 不符合最基本的五行方位 就不可以用来布置逆行的阵法 同时在某一些特殊的地形上 同样不可以布置逆行的阵法 否则会发生恐怖的反噬 一旦逆行失败 必须要第一时间撤掉阵法 如果无法在第一时间撤掉阵法 或者说阵法已经不受控制 要立刻隔绝空间之力向阵法涌入 同时尽自己的努力 去毁掉这个未完成的逆行阵法 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 必须第一时间让自己逃离 以免逆行的阵法发生暴乱之后 会让自己重伤 消沉的面色平静如水 瞬间就把鬼老头的问题 全部回答了出来 这些问题在古卷当中 其实都没有任何的记载 但是他却回答得流畅得很 颇有一种上学的时候 老师考教学生的意味 鬼老头文言眼中露出了几分诧异之色 似乎没有想到消沉对于古卷上的知识 还真的是掌握了不少 阵法力学方面的知识是很难掌握的 也不是很好理解 消沉能够回答成这个样子 说明消沉对于阵法逆行方面的知识 的确已经是掌握得很深入了 毕竟消沉的回答 简直可以说是非常的直白了 就算是他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也都不一定能够回答得更好 好 看来你的确掌握了不少 那老夫再来问你一个问题 鬼老头点了点头 心中刚刚的怒意有些消去 他觉得消沉多半不是骗他的 消沉也很快就把鬼老头的第二个问题 回答了上来 紧跟着鬼老头提出了第三个问题 消沉依旧是没有任何的犹豫 非常流畅地回答了鬼老头的问题 紧跟着鬼老头又问了好几个问题 全都被消沉毫无意外地非常流畅 准确地回答了起来 一连十多个问题之后 鬼老头砸巴了一下嘴巴停止了下来 因为他发现实在是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古卷上面记载的知识虽然多 但是他已经完全把其中所有重点 难点和要点都问了出来 消沉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 回答得非常的精准 这就足以让他判断消沉的确是没有对他说谎 真的是已经完全把古卷上的阵法知识 完全给掌握了 这才四个月呀 鬼老头又想到消沉仅仅只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本来应该在一年内才能掌握的知识 他的心终究还是忍不住一阵激动和窃喜 天才 妖孽 这才是真正的妖孽呀 鬼老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终究还是小看了消沉在阵法一道上的天赋 他有生之年能够收到这么一个如此妖孽的弟子 真的是已经值了 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 能够收到这样一个妖孽无比 自己又喜爱的弟子继承自己的一波 真的是没有比这更加让人欣慰的事情了 消沉看着鬼老头脸上露出的惊喜之色 眼珠子一转 却是主动地又问了一声 师尊 您可还有什么需要考教的吗 弟子已经做好了随时回答的准备 鬼老头文言瞬间一愣 然后一伸手在消沉的脑袋上敲了一下 忍不住笑骂了起来 你这个小东西是不是得了便宜还买贵 直到老夫已经问完了 还又再加一句 生怕老夫不知道你是真的已经掌握了吗 嘿嘿 徒儿这不是想让师尊满意吗 消沉黑黑一笑 看着鬼老头的神色 再加上鬼老头刚刚对自己的举动 消沉的心中也是彻底的放心了下来 他知道这第一关自己已经是过去了 鬼老头的心中 肯定已经是彻底的把他当作了亲传弟子来看待了 至于能不能真正成为鬼老头的亲传弟子 能够让鬼老头心甘情愿地 愿意让自己也成为张长老的弟子 那就要看他接下来的表现了 接下来的表现自然就是布阵 毕竟不管理论知识掌握得再好 布置阵法终究还是要靠实际行动的 如果无法成功地布阵 那么就算理论知识懂得再多 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果不其然 鬼老头在欣喜过后沉吟了片刻 就直接说道 你小子在阵法一道上的天赋 的确是让我吃惊甚至震惊 但是至于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一名强大的阵法师 还要看看你在布阵的过程当中 是否也能如同掌握理论知识这样轻而易举 所以既然你已经提前了两个月掌握了理论知识 那么剩下的两个月时间 你就需要亲自布阵了 老夫要知道你在布阵上面 是不是也真的能够做到这样的厉害 师尊的吩咐 弟子自然莫感不从 萧尘一副乖宝宝的样子说道 好 给你两天的时间休息调整 两天之后 开始亲自布阵 鬼老头大手一挥 做出了决定 是 萧尘点了点头 随后二话不说就盘膝坐下 开始去调整恢复自己的状态了 虽然他也并不需要去恢复状态 但是总得在鬼老头的面前做做样子 至于要亲自动手布置阵法 说实话 在之前萧尘可能还觉得自己或许没有什么把握 对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 但是现在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多出了这么厉害的阵法天赋之后 他的心中多多少少也有了一点底气 毕竟虽然掌握的理论知识再多 也不一定能够布置阵法成功 但是掌握了大量的理论知识 对于成功布置阵法 也是有着相当大的帮助的 再加上他莫名其妙多出了阵法天赋 所以萧尘现在也多多少少 算是对自己有了一些底气和信心 也并不惧怕亲自动手布置阵法 而且刚刚开始跟鬼老头学习布置阵法 想必鬼老头也不会刻意为难他 让他布置一些他目前能力根本无法完成的阵法 至于一些初级阵法 按照焚煞剑的话来说 难度并不是很高 只要萧尘在布置的过程中熟悉几次 前面可能失败几次 然后就会轻松地布置出来这些初级阵法了 一天过后 萧尘就直接冲着鬼老头 说他已经恢复完毕 鬼老头见状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就直接开始让萧尘布置阵法 是一个初级的杀阵 阵法分为杀阵困阵患阵等等 其中杀阵是最常见的阵法 也是最容易布置出来的阵法 鬼老头把布阵的诀窍和萧尘说了一遍 然后亲自又为萧尘演示了一遍之后 便让萧尘开始布置他的第一个阵法 到了真正开始布置阵法的时候 萧尘还是多多少少有了一丝紧张的感觉 毕竟不管是否对自己有了什么底气和信心 但是终究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全新的开始 不紧张也是不可能的 萧尘不要紧张 布阵的关键就是 把阵法时精准地按照每一个阵法不同的特性 放在相应的位置 然后融入到空间之中就可以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 萧大哥真的无需太过紧张 焚煞剑看出了萧尘事到临头又有些紧张 随后又忍不住安慰了起来 我知道了 萧尘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神色变得认真了起来 萧大哥 要不等下你布置阵法的时候 我牵引着你来布置 也好让你顺利一点 本煞剑犹豫了一下 又开口说了一声 不用 布置阵法还是得依靠自己 如果什么事情都要小煞你来引动我完成 最终我对于阵法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就和感悟 必须由我亲自来完成布阵 才能准确地把握到布阵过程当中 出现的每一分的变化 如果由你来牵引着我布置阵法的话 的确会让我顺利无比地完成阵法的布置 但是却会让我错过学习和进步的机会 所以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失败几次就失败几次吧 也无所谓 萧尘却是拒绝了焚煞剑好心的提议 他当然知道 如果由焚煞剑来牵引他完成布阵的话 那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一次就可以成功 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么在布置阵法的过程当中 他自己就完全无法学到任何东西 对于空间波动的感觉 也完全是由焚煞剑自己来完成的 他真的是什么都学不到 可以说 等于只是让焚煞剑借助他的双手 来完成了阵法的布置 而他只不过充当了一个机器罢了 既然现在已经打算自己认真专心的钻研阵法 萧尘自然也不想有什么偷懒 至于在布阵方面失败就失败了 就算他无法显得超级妖孽 让鬼长老感到震惊 那也无所谓了 最主要的是他自己得要学到东西 毕竟以后每一次布置阵法 总不能都让焚煞剑来帮助他完成吧 好 我相信萧大哥 你绝对会轻而易举的完成阵法的布置的 文煞剑文言也没有再坚持什么 因为他也知道 如果他帮助萧尘来布置阵法的话 对萧尘来说也是有害无益 刚刚他之所以那样说 也是随口一提罢了 小家伙别紧张 布阵失败 为师也不会责怪你什么 毕竟第一次布阵 是得多加练习才行 你就平心静气的 去布置阵法就可以 不要想太多 第一次布置阵法 不成功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要体悟到 在布置的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一切变化和波动 从而让自己 对布置阵法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然后才能加大布阵的成功率 鬼老头也看出了萧尘的紧张 随后笑着安慰了一声 是 师尊 那弟子现在就开始了 萧尘应了一声 随后就直接接过了鬼老头 递给他的阵法石 现在他要布置的是一个最初级的杀阵 杀阵 顾名思义就是以杀敌为主 杀伐之气最为浓郁 在布阵的过程当中 也是需要小心一些的 毕竟他是第一次布阵 有极大的可能会遭受阵法的反噬 从而伤到自己 因此萧尘在布阵的时候 倒是显得有些小心翼翼 毕竟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第一次布置阵法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敢大手大脚的 萧尘按照刚刚鬼老头所叮嘱他的 关于布阵方面的知识 瞬间就把手中的阵法石 按照形成阵法的方位打了出去 随着他把阵法石打出去 萧尘瞬间就也感应到了空间当中 传来了一股股的波动 阵法石触入了空间之中 开始彼此产生联系 紧跟着萧尘不敢再有任何的犹豫和耽误 接连地把手中的所有几十颗阵法石 全部打了出去 布阵的过程一定要连贯 才能让阵法在形成的时候浑然天成 当然如果对于阵法的掌控和造诣 到了一定的程度也可以中断 随后再接上 只是现在萧尘明显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所以还是按照最基本的来 随着他把阵法石接连打出 萧尘已经能够感应到阵法距离布置成功 已经不远了 然而就当他觉得即将成功的时候 脸色却是微微一变 随着一声爆裂声响起 萧尘正在布置的这个阵法轰然崩塌 那打出去的阵法石瞬间爆裂 这 萧尘有些傻眼 完全没有料到这是什么情况 因为上一刻他还觉得自己在布阵的时候得心应手 如鱼得水 怎么会毫无预兆的就忽然失败了 哪里出问题了 萧尘有些不解 因为他在布置阵法的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感应到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每一个阵法石都是无比精准地打在了相应的位置上 师尊 萧尘看向了鬼老头 眼中透出了几分询问之色 因为他觉得自己刚刚布置失败 完全毫无道理 因为他的确是没有感应到任何方面的失误 鬼老头的脸色也是非常的疑惑 以他的阵法造诣也能够看得出来 萧尘在刚刚布置阵法的过程当中 每一步都是极其的稳妥 没有任何失误的地方出现 他也同样不是很理解萧尘的失误出现在哪里 当然鬼老头疑惑归疑惑 但是他总不能当着自己这个弟子的面说出来 连他都不知道失误出现在哪里 所以鬼老头干咳了一声 故作高深地说道 第一次布置阵法 难免会失败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不要放在心上 再重新来吧 他这样说的意思 当然就是想让萧尘再重新布置一下阵法 好让他感应一下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失误 萧尘看出了鬼老头似乎也不太理解自己为何刚刚会失败 只是鬼老头竟然没有说出来 他当然也不好意思拆穿 只是点了点头再度开始了布阵 不过这一次他的动作明显慢了许多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因为他的神念中和焚煞剑在交谈 小煞 刚刚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会忽然的失败 你察觉到失败的原因了吗 焚煞剑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到 说实话 刚刚萧大哥你布置阵法的时候失败的太突然 我也没有反应过来 萧大哥你就再重新布置一遍 这一次我会仔细的感应一番 呃 连小煞你都没有察觉到吗 萧尘有些惊讶 因为竟然连焚煞剑都没有察觉到 这就真的比较尴尬了 随后他也就不再多说 手中的动作加快了几分 继续按照刚刚布置的流程 开始继续布置阵法 既然鬼老头和焚煞剑两人都没有来得及 察觉到他刚刚布置失败的原因 所以这一次萧尘打出阵法时的速度比之前稍微慢了一点 尤其是即将接近刚刚失败的地方的时候 他的动作更是放慢了好几倍 一个一个的把阵法时打了出去 这一次如果还是失败的话 他就需要给小煞还有鬼老头 争取到感应出来失败原因的时间和机会 终于哪怕是他的动作放得再慢 也又到了上一次布阵失败的地方 萧尘的心中有些忐忑了起来 却是毫不犹豫地把手中的阵法时又打了一枚出去 没有任何意外 随着他把手中的这一枚阵法时打出去 就在同一地方瞬间又发生了一次爆炸 阵法又失败了 几十个打出去的阵法时同样化作了鸡粉 这 萧尘瞬间在心中暗骂了一句 觉得实在是有些太过郁闷 明明一切都没有问题为何会失败 师尊 这一次您可感应到了失败的原因吗 萧尘无奈地转头看向了鬼老头 与此同时他也在心中冲着小煞问了一句 很奇怪 你明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按照你这样的手法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一次性就可以完全把阵法布置成功 为什么会忽然发生这种 也着实让人费解 这一次鬼老头倒是再没有装什么深沉了 他反倒是惊讶得很 因为他觉得萧尘布阵如此稳扎稳打 完全可以一次性就把阵法成功地布置出来 可偏偏发生了这种诡异的变化 实在是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因为他也的确是无法想到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异变 为什么好好的会忽然发生爆炸 从而让阵法失败 那现在要怎么办 弟子还继续布阵吗 萧尘尴尬地问了一句 因为他也觉得以他的阵法天赋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失败 完全可以得心应手地把这个初级的杀阵给布置出来 可偏偏到了最后关头 竟然会发生这种诡异的失败 也是让他的心中有些无语和烦躁 因为连鬼老头都不知道他布置失败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可就有些大条了 要么你再布置一次 我再细细地感应一下 或许失败个几次之后 能够找到其中的原因 鬼老头犹豫了一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声 因为他觉得自己怎么说也是一个阵法大师 小有名气 却连一个初级阵法 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都搞不清楚 也是让他的老脸觉得有些搁不住 好 消沙尘点了点头又答应了起来 但是神念中却是同样和焚煞剑交谈 怎样 小煞 刚刚你感应到我布阵 为何会失败的缘故了吗 焚煞剑语气也有些抓狂和尴尬了 很奇怪呀大哥 本来我觉得你第一次应该会出现一些失误 可是按照你刚刚的表现来说 根本不会出现任何的失误 绝对可以一次性地就把阵法布置成功 却发生了这种事情 我和鬼老头一样 也有些没有太清楚地感应到具体是什么原因 会让你失败 消沉无语了 鬼老头感应不出来也就算了 可是连焚煞剑这个在阵法造诣上 比鬼老头还要强大的小家伙也无法感应到 这就让他真的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大哥 你再接着布阵 虽然我刚刚没有感应到失败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不过我想到了一些事情需要再验证一下 你再布置一次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就可以肯定自己的推测了 焚煞剑似乎看出了消沉的无奈 忽然又出声安慰了一句 消沉听到这句话却是精神一振 既然焚煞剑都这样说了 就说明他心中有了想法 或许知道自己布阵失败是什么原因 只是不敢肯定而已 这样也让消沉看到了几分希望 既然知道了某些原因 那总比什么都不知道的强 他再失败几次也真的无所谓 旋即消沉没有再有任何的耽误 开始了第三次的布阵 这一次他听从焚煞剑的建议 并没有刻意的放慢速度 而是保持了正常布阵的速度 开始布置阵法 很快又到了刚刚失败的地方 这次同样是没有任何的意外 在到了前两次失败的地方的时候 又是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随后整个阵法轰然崩塌 你 虽然明知道这一次依旧会失败 但是真正当失败来临的这一刻消失 消沉还是又忍不住在心中怒骂了一声 因为这失败简直是太没有理由了 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的失败 却偏偏失败了 让他的心中如何不郁闷 怎样 小沙 这次有没有感应到什么东西 或者说 你现在能够肯定你刚刚所说的推测吗 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不阵失败吗 这一次 消沉直接冲着焚煞剑问了起来 没有再直接去问鬼老头 因为鬼长老明显已经被这种情况给彻底搞懵了 我 或许可以肯定消大哥 你为什么会布阵失败了 焚煞剑沉默了一下 说出的话 确实让萧尘有些欣喜若狂 为什么 是因为我的天赋不够吗 所以才会导致阵法莫名其妙的失败 萧尘忍不住问了一声 不是因为肯大哥你的天赋不够 而是因为肯大哥你的天赋太好了 好到根本没有办法去用言语表达的程度 焚煞剑却是黑黑一笑 说出了一句让萧尘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话 他的天赋好 如果好的话 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失败呢 小煞 你就别买官子了 快和我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萧尘撇了撇嘴 随后追问了起来 他现在真的是无法抑制自己内心 知道答案的冲动 好吧好吧 嘿嘿嘿 萧大哥 你布置阵法会莫名其妙的失败 那是因为你的天赋太好了 对于空间有一种天生的超高的亲和力 和敏锐的感知力 这种天赋好到一种旷世的程度 哪怕是在我觉醒的那一部分记忆当中 能够拥有这样天赋的人也是绝无仅有 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的天赋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才会在布阵的过程当中 在布置完成的那一刻 会下意识地想要把整个阵法布置成完美的程度 恰恰是因为如此才会让你们在布置阵法的时候 发生这种莫名其妙的失败 因为在最后即将成功的那一刻 你会完全不受控制地通过下意识感知到的空间波动和对阵法的超高天赋 想要把阵法布置到最完美的境界 而这种改动肖大哥你目前并不具备相应的硬实力 所以才会莫名其妙的失败 焚煞剑一口气说出了一大串的话 却是说的让萧尘还是有些云里雾里莫名其妙 难道天赋太好也会导致失败吗 你说的我不是特别能够理解 萧尘翻了一个白眼 嘿嘿 简单 萧大哥你待会儿继续布阵的时候 只需要在心中刻意地提醒自己 完全按照这个初级阵法的标准来布阵就行 在不知道阵法刚刚失败的那个步骤的时候 你不能在全身心的投入其中 下意识地任由自己把阵法石打出去 你要刻意地回过时来控制着阵法石 按照标准打入到相应的位置就可以 这样一来 你就不会下意识地想要做出改动 看似阵法石还是按照标准打出去了 但是在打出去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你控制着阵法石发生了一丝极其细微的改动 正是这一次改动才会让萧大哥你布阵失败 焚煞剑又解释了一通 这一次说出的话倒是让萧尘好理解了 简单一点来说就是因为我的天赋太好了 在布置阵法的时候下意识地我都完全没有察觉的 想要把阵法改变到最完美的程度 可是因为现在我在阵法一道上并没有足够过硬的掌控力和实力 所以才会让我刚刚的阵法导致失败 对吗 萧尘反问了起来 对 差不多 就是这个意思 正是因为萧大哥你的天赋太好了 下意识地就想去按照自己天赋所感应到的东西 把阵法布置到最完美的境界 可是又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力 自然而然地就会让布置阵法的过程发生失败 所以说大哥以后你布置阵法的时候 只需要刻意地提醒一下自己 让自己不要完全地沉浸在当中 刻意地按照每一个阵法的布置标准来布置 几乎就不太可能失败 奔煞剑笑着说了一声 原来如此 不过这还真是奇妙 原来天赋太好 竟然也会发生这种事情 不过话说回来 这样是不是意味着 以后如果我在阵法一道上的造诣提升了很大的话 就可以把一些普通的阵法都钻研到完美的境界呢 消沉轻轻轻一叹 然后眼中精芒一闪 对 是这样没错 所以说消大哥 你现在就要不顾一切地提升自己在阵法方面的实力 这样以后消大哥你布置的阵法都可以提升到完美的境界 要比其他人布置出来的阵法威力大上好几成呢 焚煞剑点了点头 表示消沉所说的完全有可能 哈哈哈哈 这样就好 刚刚吓我一跳 还以为自己在布置阵法上面真的没有任何的天赋呢 消沉哈哈一笑 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好了 大哥 你接着布置阵法吧 争取一次性完美成功 让这个老头看看消大哥你的天赋有多么厉害 焚煞剑又说了一声 便不再言语 消沉则是应了一声 随口深吸了一口气 朝着正在苦思冥想的鬼老头只看了一眼 也没有出言打扰 直接就自顾自地又开始布置起了阵法 消沉的动作顿时引起了鬼老头的注意 毕竟莫名其妙地失败了三次 消沉竟然又开始布置阵法 这让鬼老头也感觉到了一丝惊讶 不过他也同样地并没有去惊扰消沉 消沉在不知道如何失败的情况下继续开始布阵 或许也是有了一些眉目 鬼老头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很快消沉就已经又布置到了之前失败的地方 鬼老头的神色变得严肃了起来 而且他也能够看得出来消沉的脸色 到了现在的时候同样变得严肃认真了起来 要刻意地提醒自己 不能完全沉浸在那种布置阵法自由自在的状态当中 消沉的心中其实也一直在提醒自己 有了焚煞剑之前的提醒 现在他自然不敢让自己完全沉浸在那种特殊的状态当中 以免让自己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又想着把阵法弄到最完美的境界 从而导致失败 所以这一次到了这一个地步的时候 消沉通过潜意识的提醒 让自己保持在了一个相对清醒的状态下 完全按照这个阵法布置的要求 把阵法石挨个打出 这一次消沉在打出阵法石之后 消沉的心瞬间紧张了起来 不过阵法却并没有如同前几次那样发生爆炸 而是一股特殊的气息弥漫开来 整个阵法果然已经快要成功 成了 见到这一幕 消沉的心中瞬间松了一口气 颇有一股如释重负的感觉 现在看来他的天赋的确是如同焚煞剑所说的那样 不是很差 而是太好了 好得过分 现在他让自己保持在这种特殊的状态之下 详行提醒自己清醒 完全按照阵法的要求来 就能够顺利地直接布阵成功 既然已经知道了自己布阵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也知道现在如果让自己清醒 不可能会失败 消沉瞬间就没有任何的犹豫 让自己保持在相对清醒的状态下 迅速地把手中剩下的几块阵法石全部打了出去 紧跟着当他把手中的阵法石全部打出去之后 所有的阵法石之间瞬间产生了联系 焦香灰影 一股强烈的波动升腾而起 旋即一股朦胧的光辉升起 这个阵法直接布置成功 成了 哈哈哈哈 消沉忍不住大笑了一声 一旁的鬼老头也是被消沉突然不止成功的阵法给弄懵了 这就成功了 你 就算鬼老头见过了太多的事情 可是对于今天的事情 他的确是感到了发自心底的好奇和疑惑 尤其是现在看到消沉在没有经过他任何指点的情况下 就不正常了 这也让鬼老头在心中升起了几分说不出的古怪之感 似乎自己的这个弟子在阵法一道上 对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说实话 这种感觉让鬼老头感到有些受伤 不过看着消沉成功的布置出阵法 鬼老头很快就不再去想这些事情了 自己的弟子如此厉害 天父如此妖孽 这不正是自己之前所渴望的吗 乖徒儿 你是怎么做到的 怎么忽然就直接成功了 鬼老头的鬼老头心中也升起了强烈的好奇之心 竟然是冲着他自己的徒弟不耻下温了起来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前几次是弟子第一次布阵 所以下意识的就想要按照弟子感应到的一些感觉来投掷阵法时 因此发生了一些细微的改变 所以才会导致阵法失败 后来弟子就压制了那种感应 完全按照师尊你说的这个阵法的标准来布置 自然而然的就成功了 消沉简单的说了一声 他相信一鬼老头的智慧 肯定会明白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反正他之前都表现出了夸张的感应力 连锁苍穹那种大阵 他都可以感应到其中的失误之处 所以他这样说 鬼老头应该也是不会怀疑什么的 果然 听到他的话之后 鬼老头只是宁美苦思了片刻 就哈哈大笑道 原来如此 看来你这个小家伙 在阵法一道上的天赋 真的是了不起呢 消沉腼腆的笑了一下 并没有接话 鬼老头则是大手一挥 脸上满是喜色的说道 既然你找到了自己不知阵法失败的原因 而且在找到失败的原因之后 能够如此轻松顺利的布置出阵法 现在看来 你在阵法一道上的天赋 的确是非常了不得 不过以后可还是不能骄傲啊 要借交借造 认真学习 知道吗 是 弟子谨记 � covenant 消沉点头 躁 那么你再布置两种阵法给我看看 鬼老头点了点头 随后又拿出了两种初级阵法的布置方法给了消沉 是一个杀阵和一个困阵 萧辰看了一眼这两个阵法 并没有感觉到这两个阵法 比刚刚那个阵法有多难 因此只是在熟悉了片刻之后 就直接开始了布置 结果当然是非常顺利的 没有任何的失误 一次就完美的成功 这让一旁的鬼老头又忍不住瞪大了双眼 即便是心中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知道萧辰布置阵法的时候 可能会很顺利 但是一次就直接布置成功 多多少少还是让鬼老头感慨不已 萧辰这个家伙简直是得天独厚 当然他是不可能会去嫉妒自己的徒弟的 只是感到欣慰和兴奋 收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弟子 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好 你完全达到了我的要求和标准 这次的考教完全合格 本来说让你用半年的时间来学习阵法知识 现在你的学习程度已经远超老夫之前预定的目标 所以接下来还剩下的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老夫也就不再勉强你继续留在这里学习 毕竟也得有张有迟我给你在准备一份阵法方面的知识和几个厉害一点的阵法你拿回去自行钻研吧 等下一次再来我这儿的时候我还会继续考教你 要是能够把我等会儿给你的几个阵法在下一次到来的时候布置成功 那老夫可是给你有奖励的 鬼老头大手一挥 随后给了萧辰一个预检 萧辰点了点头 随后冲着鬼老头行了一礼 就直接离开了 因为鬼老头现在能交给他的 文煞剑虽然不一定能交给他 但是他既然已经拿到了鬼老头交给他的知识 回去之后即便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 焚煞剑也能够完美地帮他解答 也完全无需留在鬼老头这里 更何况留在这里学习 他有担心会暴露自身的一些情况 不如回去来得更自在 反正现在知道了自己多出了莫名其妙的阵法天赋 萧辰对于考教之类的 也就并没有什么担心了 回去的路上 萧辰是一场开心的 因为虽然自身突然多出了阵法天赋 这种事情有些莫名其妙 甚至有些细思极恐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对于目前的他来说 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所以萧辰的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毕竟自身多出了如此厉害的阵法天赋 以后等他的阵法造诣高一点 完全就可以自己独立 如果能再把修为和境界提升几个重天的话 哪怕不达到天仙境 他也同样可以出去进行历练 到时候想要挣钱和挣贡献值就容易的多了 而有了钱和贡献值 以后提升修为只会越来越快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强者越强 在修炼界就是如此一个道理 小煞 小钟 你们说说 我身上突然多出来的阵法天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虽然这对于我现在来说 有着很大很大的好处和帮助 但是莫名其妙地多出了如此逆天的天赋 还是感觉到无法心安 回到屋子之后 消沉盘膝坐下 等那个兴奋的劲头过去之后 他同时冲着焚煞剑和东皇忠 两个小家伙问了起来 毕竟这件事情太过诡异 如果不能弄出一个究竟的话 他也始终没有办法彻底的心安 两个小家伙的回答也同样是让他无语 但是也并没有太过的意外 因为东皇忠和焚煞剑两个小家伙都说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他的身上为何会忽然多出了这种厉害的阵法天赋 大哥 你就不要多想了 或许这种天赋你之前就有 只不过是因为以前在下位界面没有被发觉罢了 而现在来到了仙界 成就了真仙之体 或许一下子就把这天赋彻底的给激发了出来 因此才会这样 随后东皇忠和焚煞剑两个小家伙又开始安慰起了消沉 好吧 我知道了 先不说这些了 嘿嘿嘿 我先去学习一下刚刚师尊给我的那几个阵法 有什么不懂的 我再向小煞你请教 萧辰也知道这种诡异的事情 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够弄清楚来龙去脉的 也没有强求什么 而是在盘西打坐休息了一小会之后 就继续开始了闭关钻研 两个月之后 就是距离这一次在鬼老头那里学习的半年之期 他就得去张长老那里学习炼丹之术了 而去张长老那里学习炼丹之术 又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也不知道是否能够提前完成 所以他也要趁着剩下的这两个月的时间 尽量的把鬼老头刚才他临走之前 给他的任务完成 这样能去张长老那里半年之后 再去鬼老头那里就不会太过匆促 估计鬼老头突然又给他增加了这么多的任务 也是想看一下他到底是否会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刻苦学习 不过萧辰也不想去想那么多弯弯绕绕 他也只是觉得既然还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那自然不能浪费 以前在夏卫见面的时候 有一句话是叫做先苦后甜 就是说先把任务完成得到关键的时候 才能不用惊慌 萧辰直接又开始闭关学习 而且鬼老头这次留给他的知识 比之前他学习的那些知识要深了好多倍 之前学习那个古卷上的理论知识的时候 萧辰只用了半个多时辰的功夫 而现在学习这些比较高深一点的正法知识 虽然知识的数量和古卷上记载的数量差不多 但是萧辰却用了近乎半个月的时间 才把这些理论知识给掌握 这让萧辰有些感慨 以前在夏卫见面的时候 虽然焚煞见也提过 让他学习一点正法方面的知识 他却并没有学习 就是因为学习正法 真的是一个非常考验天赋 而且又费时间的事情 如果没有天赋 他手中的这些理论知识 别说半个月 估计就算是半年 几年都不一定能够学到一知半解的程度 更何况有天赋 依旧还得消耗大量的时间 毕竟正法也是天地间最玄妙的一种道路 越是到了后面 那些越是高深的正法知识 想要学习和掌握起来 就变得异常的艰难 前期的时候还稍微好一点 到了后面即便是有天赋 也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 掌握高深的正法知识 所以第一次只用了半个时辰的功夫 就掌握了大量的基础知识 这次却用了半个月 才掌握了同等的高级一点的知识 萧辰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意外 觉得这也很正常 而且他也很清楚 等以后学习到了更加高深的程度 那个时候想要学习和掌握起来 就会更加困难 这就是正法的艰难之处 所以每一个能够成为正法师的人 地位才会比较高 因为能够有天赋 有能力学习正法的实在是不多 不过让萧辰欣慰的是 虽然这一次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才掌握了这些知识 但是是完完全全彻彻彻底底的掌握 而且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解之处 也没有去需要咨询焚煞剑的 这还是让他有些欣慰 知道自己这忽然冒出来的正法天赋 或许真的非常厉害 紧跟着萧辰休息了一天 把这些知识完全的融会贯通之后 才着手去掌握鬼老头临走之前 给他留下的那几个阵法 其中有好几个厉害一点的杀阵和困阵 还有两三个普通一点的幻阵 幻阵在阵法当中 是最难学习和布置出来的阵法 所以之前鬼老头也只是考验了 他在布置杀阵方面的能力 现在直接却给了他三个幻阵 这也让萧辰感觉到有些压力 杀阵和困阵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其中的力量都很单一 杀阵主要就是杀阀的攻击力 用超强的力量去灭杀 现在阵法当中的敌人 困阵也同样如此 但是幻阵就不同了 想要把一个人困在幻境当中 必须得幻阵足够强大 能够变换出足够多的变化 能够让一个人彻底沉浸和迷失在其中才行 这是比较玄幻的事情 毕竟人的灵魂是最神奇最神秘的存在 而幻阵针对的就是人的灵魂 让灵魂发生混乱才会迷失在其中 所以幻阵也是阵法当中最难以学习的 有一些厉害的阵法大师 都不一定能够布置出来大师级的幻阵 所以萧辰也没有想到 鬼老头竟然对他的期望如此之高 他只不过是接触了几个月的阵法 鬼老头却都已经开始传授给他幻阵 很明显对他抱的期望真的是太高太高了 不过他有足够的信心让鬼老头不会对他失望 毕竟他的身上莫名其妙地多出了如此厉害的阵法天赋 再加上有焚煞剑的帮助 区区的幻阵也不太可能会对他的阵法道路造成什么阻碍 他先是朝着那两个幻阵看了一下 发现的确是比布置杀阵和困阵难了十多倍之后 也并没有立刻开始钻研幻阵 而是先把那几个杀阵和困阵给掌握了 这几个杀阵和困阵虽然比在鬼老头那里的时候 布置的那个阵法难了一点 但是提升的也不是太多 萧辰还是轻而易举的就掌握了 然后他才专心致志地去研究和学习幻阵 幻阵的难度的确是提升得很高很高 比寻常同等级的阵法至少难十几倍 对主要的是幻阵牵扯的方方面面太多了 萧辰足足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才对其中的一个幻阵有了一些眉目 还没有办法成功地布置 又愁眉苦思了数天之后 萧辰也不得不暂时放下了对幻阵阵法的参悟 因为他得去张长老那里学习练丹之术了 这是早就说好的事情 张长老和鬼长老那里他每半年换一次 就是在去张长老那里的时候 在路上萧辰的脑子还一直对那个阵法 有一些推演和感悟 直至他被张长老给敲了一下脑袋 才反应了过来 臭小子 想什么呢 想得这么入神 张长老看着萧辰忍不住臭骂了一句 哎哟 没 没什么 师尊 我们可以开始炼丹了吗 萧辰被张长老这一敲打 才算是彻底反应过来 瞬间把关于幻阵的事情全都给强行压制了下去 转而认真的问了一句 哈哈 你是在想关于阵法方面的知识吧 你这小子 别以为之前的事情我不知道 鬼老头都很得意的把你之前在他那的表现都说了一遍 还说你这个小子在阵法一道上的天赋实在是太厉害了 哼 让我直接放弃和他竞争呢 张长老笑骂了一声 都是师尊夸赞了 我没有那么好 萧辰谦虚的说了一句 行了 这些客气的话就不需要再多说了 我可不管你在阵法方面的天赋有多高 在我这儿阵法天赋是没用的 你必须得表现足够厉害的炼丹天赋才行 张长老瞪了他一眼 然后二话没说 也又递给了他一个预见 教学方法简直和鬼长老当时的教学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要让他在半年当中 把这些炼丹方面的基础知识系统的学习一遍 萧辰接过了预见 随后直接把神念探入了其中 哦 我怎么感觉 学习这些炼丹方面的知识 也同样非常的简单和容易呢 片刻后 萧辰轻吟了一声 在神念当中 又忍不住冲着东皇中和焚煞剑两个小家伙问了起来 因为他的确是被自己的感觉给惊住了 现在学习这些炼丹方面的知识 就跟他当时学习阵法方面的知识的感觉是一样的 似乎很轻易很简单就可以掌握 这让他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自己的身上忽然冒出了这种逆天的阵法天赋就罢了 可是怎么会连炼丹天赋也同样拥有了呢 这就真的太让人惊恐了 这 我们也不知道 也许萧辰大哥你本身就拥有极其厉害的阵法天赋和炼丹天赋罢了 只是以前在中皇界的时候没有激活 现在成了真仙之体完全激发出来罢了 萧辰大哥也无需太过介意吧 反正现在既然这种天赋都已经出现了 对于萧辰大哥你来说也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有了如此厉害的阵法天赋和炼丹天赋 这一下不管是鬼老头那里还是张长老 这里都可以同时进行 对萧大哥你来说 绝对是有着非常大的好处的 东皇中和焚煞剑两个小家伙说实话也有些无语 毕竟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玄妙了 怎么会突然多出了两种逆天的天赋呢 但是此时此刻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也只好安慰起萧辰了 好吧 好吧 萧辰无奈地嘀咕了一句 说实话他也没指望东皇中和焚煞剑两个小家伙能够为他解答疑惑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只是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诡异了 不过很快他也就没有多想了 连阵法那种逆天的天赋都出现了 现在只不过是多出一个炼丹方面的天赋 也就无所谓了 反正债多了不愁 狮子多了不养 而且正如两个小家伙所说的那样 现在忽然多出了炼丹的天赋 对于他来说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这样他在两条道路上都不会被耽误 而且都能够非常非常的精通 不再多想之后 消沉就按照上一次在鬼老头那里的表现一样 就同样是等了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和张长老说 他已经完全把预见当中的炼丹知识给掌握了 这一下可是把张长老也给吓了一跳 你小子真的把所有的知识都掌握了 这也太厉害了吧 你在阵法方面有着如此厉害的天赋就算了 难不成在炼丹方面也同样这么厉害 张长老很是震惊 这弟子也不是很清楚吧 弟子也是第一次正式的接触炼丹 消沉半真半假的说道 反正他的确是没有诓骗张老头 他的确是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炼丹 他的天赋也的确是不清楚怎么得来的 哦 哈哈 没事 现在看来你在炼丹上的天赋 也丝毫不弱于在阵法上的天赋 既然如此 那就是最好的了 看来你说不定真的能够在两条道路上同时钻研 而且取得的成就或许也不会太低 张长老很兴奋地搓了搓手道 本来他听鬼老头说 消沉在阵法上的天赋多么多么厉害 有些担心消沉在炼丹上的天赋不如阵法上的天赋 那样最终肯定也只能选择阵法 不过现在看来消沉在炼丹上的天赋 一点都不弱于在阵法上的天赋 这样的话将来或许真的能够同时钻研两条道路 而且都会比较厉害 你的天赋逆天程度真的有些超出想象 不过这样也好 说不定将来我和鬼老头两个家伙能够培养出一个真正爵士妖孽的徒弟呢 哈哈哈哈 说不定以后我们两个老家伙还要跟着你沾光出名呢 张长老哈哈一笑非常非常的开心 消沉甘笑了一声没有接话 好 既然你在炼丹一道上的天赋也如此厉害 那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的多了 我也学一学鬼老头 只要你待会儿能够成功的炼制出来丹药 我也就不再多管什么了 我会把所有初级丹药的配方全部给你 你回去自行练习就可以 张长老健壮没有再说任何的废话 直接大手一挥就让消沉开始炼丹 而且有了之前在阵法方面的经验 消沉对于亲自炼丹也并没有什么紧张之意 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知道 自己莫名其妙多出来的这个天赋 会让他在炼丹方面也绝对是轻而易举 不会出任何错误 并且他吸取在阵法一道上的经验 担心因为自己的天赋太好 也会想着把丹药炼制到最完美的程度 因此在炼丹的过程当中 刻意让自己保持了一份清醒 结局当然是没有任何意外的 消沉一次性地就直接炼制成功了一炉初级丹药 这自然是让张长老惊叹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毕竟在他漫长的寿源生命过程当中 也的确是没有遇到过像消沉这样天赋 如此变态的家伙 然后张长老就如同他刚刚所说的那样 的确是放手让消沉自己去学习了 他只是递出了好几个玉剪和一个空间戒指 里面装的是那些初级丹药炼制所需要的药材 这是完全已经彻底打算放养消沉了 被这样对待消沉还真的是有些无语了 毕竟在自己拜师之前 不管是张长老还是鬼老头 为了争夺自己甚至都不惜大打出手 可是现在真正拜了师 这两个老家伙却是一个比一个不负责任 竟然让自己去自学成才 这简直是坑爹 不过神念朝着手中的玉剪看了一遍之后 消沉也就把这一丝丝的情绪给压制了下去 虽然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看似是在放养他 可是给他教导的这些知识 还真的是非常全面的 加上他如此厉害的阵法天赋和炼丹天赋 对于这些前面的初级知识 也的确是不太需要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 时时刻刻为他解答什么的 或许等到他在阵法和炼丹一道上的成就 提升得更高一点 那个时候涉及到了更高深的知识的时候 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 肯定不会在这个样子对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也是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对他的信任 和对他天赋的肯定 果不其然 看到消沉把所有的东西收下之后 张长老淡笑了起来 不要以为这样 以后就可以偷懒了 没过半年 你还是必须到我这里来一次 我还是会考核你是否用功的 师尊放心 弟子定不会辜负师尊的期望 消沉认真地说了一声 嗯 那你就先回去自己学习吧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再来 随时可以过来找我询问 我会为你解答的 不过 为师相信 这些初级的丹药 应该难不倒你 张长老又挥了挥手 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想让消沉赶紧离开 消沉见状瞬间无语 这些老家伙们真是变脸一个个太快了 之前还对自己无比的渴求 想让自己成为他们的弟子 现在倒好 竟然有些不耐烦的想赶自己走 不过他也理解张长老的想法 是想让自己早点回去钻研炼丹之术 尽早地掌握他给自己的这些初级的丹药 哦 对了 炼制出来的那些初级的丹药可都不要扔了 虽然这些初级丹药对于你的自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但是这些交给内务堂都是能换取一些贡献值的 可比你去做任务要得到的贡献值大得多了 张长老又提醒了一声 是 不过师尊 如果弟子拿这些炼制出来的丹药 去内务堂换取贡献值的话 要怎么解释呢 萧尘文言则是反问了起来 因为他要是拿这些丹药去的话 就会暴露自己是炼丹师的身份 这样的话对他来说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 是我考虑有些不太周全了 不过 你可以先把这些丹药存着 等过一段时间 我正式收你为徒之后 通告了宗门 这样大家就不会多去猜测什么 张长老被萧尘的话问得一愣 然后眼中精芒一闪又说了一句 是 他弟子就先告退了 萧尘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也直接告辞离去 反正现在他也的确不是怎么特别的缺贡献值 这些丹药先存着也是可以的 回到自己的别院之后 萧尘没有耽误时间 直接就开始学习刚刚张长老给他的那些初级的炼丹术 开始炼制那些初级的丹药 炼丹师的境界想要提升 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就是要多练习 多多炼制丹药 等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能够炼制出高级的丹药 就可以提升炼丹师的境界 虽然现在他不管是在炼丹上 还是在阵法上 所拥有的天赋都非常的厉害 但是萧尘也清楚 万事开头难 虽然这么厉害的天赋 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但是他也绝对不能偷懒 更何况虽然成为了仙人 寿源无数 但是他却更想回去见苏清一他们 所以也是更加不敢偷懒和浪费时间 也想早日掌握高深的炼丹之术 有如此厉害的天赋 自然不能浪费 所以萧尘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 一直就在不停地炼丹 虽然是第一次正式地接触丹药 但是奈何他的炼丹天赋 实在是太过逆天 所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萧尘就已经成功地晋升为了初级的炼丹师 这个速度传出去的话 也是会非常的让人感到惊讶 至于张长老布置给他的任务 给他的那些初级的丹药配方 已经被萧尘全部都炼了出来 萧尘炼至一炉丹药的时间 所用的时间很短 所以虽然张长老给他的初级丹药的配方 足足上百种 可是两个月的时间 也是被萧尘埃个儿炼至了一遍 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 这也让东黄忠看得暗暗则舍 萧大哥 你在炼丹上的天赋 怕是比在阵法上还要厉害一点吧 正常情况下来说 一个第一次接触炼丹的人 哪怕是炼至初级丹药 成功率应该也不足五分之一 往往都需要炼至六七炉的丹药 才能够成功一次 可是你倒好 炼至丹药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绝对能把那些炼丹师 全部都给吓个半死 这个炼丹的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 就连当年我的老主人 在丹药上的天赋 是那么的精彩艳艳 也没有达到百分百的成功率 要不是我们很早很早就认识 我真的会以为 你是一个精通炼丹的老怪物 转世重修了呢 不过就算是一些老怪物转世重修 成功率也应该没有这么变态吧 这两个月的时间 东皇中见证了萧辰炼丹的一切事情 所以今天看到萧辰把上百种初级的丹药 彻底地炼制了一遍之后 也是忍不住出言感慨了一声 是吗? 炼丹还会失败的吗? 萧辰则是有些惊愕地问了一声 他这一问完全是下意识的 毕竟这两个月的时间 他炼制了上百种的丹药 而且还远远不止有一些丹药 平均下来每天都要炼制一两种 每一种都要炼制好几炉 可是却从未失败过 所以萧辰并不知道炼丹还会失败 他认为既然已经学会了炼丹 那自然是每次都会要成功的 现在听东皇忠义说才忽然惊醒过来 难不成炼丹也会失败吗? 萧大哥 如果我们不是认识了这么久 我知道你的为人 听了这句话 我肯定会觉得你这个人实在是太会装了 天哪 你竟然反问我炼丹会失败吗? 如果炼丹不会失败的话 那炼丹师的地位也不会这么高了好吗? 尤其是一些高级的丹药 失败率真的是非常高的 虽然现在萧大哥你炼制的都是初级丹药 但是百分百的成功率也可以看出一些事情了 你这成功率简直是高得过分 你知道吗? 东皇忠一手俯额 很是有些不爽地嘀咕了一声 好吧 反正我是觉得炼丹并没有什么难的 萧辰撇了撇嘴 他是真没觉得炼丹有什么难的 反正学会了那些丹药的炼制之后 就按照配方来呀 不清楚为什么会失败 要是被那个张长老知道 萧大哥你炼丹的成功率这么高 估计就算是萧大哥你表现出来的炼丹天赋 再稍微差上一点 他也会死死地拼了命地 要把你收为亲传弟子了 嘿嘿 因为炼丹的成功率也是影响一个修饰在炼丹一道上成就高低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到了后面炼制一些高级丹药的时候 如果成功率高的话 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材料 也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 这样积少成多下来 所能省下的时间和财富就是非常可观的了 因为那些高级丹药的材料一个个都是天价 东皇忠又道 我的老主人当年在仙界的地位那么高 除了自身的实力是无敌的先王 就是因为炼丹方面非常的厉害 他的炼丹成功率要比其他的炼丹大师高了不少 所以那些厉害的存在们都喜欢找我的老主人炼丹 因为他们可以节省大量的材料 那些高级丹药的材料真的可都是天价 所以如果萧大哥你的成功率在以后炼制高级丹药的时候 还能保持这么高的话 哪怕是降低一半 仅仅仅只有一半的成功率也足以成为丹师当中的第一人了 以后根本不怕没有钱赚 这么高的成功率 随随便便炼制一些丹药都能够弄到大量的财富 要是萧大哥你的丹师境界再高一点 那个时候根本无需萧大哥你去主动炼丹买 就会有大量的人找上门来请求萧大哥你炼丹 光是收取一些辛苦费就足以赚得盆满钵满了 这么厉害 那些厉害的人物们都会主动上门求炼丹 萧辰有些惊恶 当然 低级的丹药是没有人会主动上门求的 但是一些厉害的丹药 特别是只有一些大师 甚至宗师才能炼制出来的那些保命的丹药 一个个可都是珍贵无比 简直是有价无市的 要是萧大哥你能够炼制出来 并且成功率还不低的话 自然会有强者上门求购 毕竟一颗丹药在关键的时候就足以保命 丹药可是第二条命 谁不希望自己能够多有几条命 成功率高的最大优势 就是一次可以节省大量的财富 那些高级的保命丹药炼制一次的代价 估计就得几百万 甚至几千万的仙京 别人要炼制好几次才能成功一次 萧大哥你炼制一次就可以成功 节省的财富自然是大量的 要是那些真正顶级逆天的丹药 那炼制一次的代价就更夸张了 所以成功率高的丹师 哪怕是境界稍微低一点 也是更加受人欢迎的 东皇中非常清楚其中的门道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我知道了 成功率高一次就成功 会为他们省下大量的钱 所以求购的人就会多 是这个意思吧 萧辰微微汗手 对呀 虽然那些有能力 有资格求购高级丹药的人 本身极其强大 并不缺少财富 可是那些高级丹药的财富 一次也并不是小数目 谁也不愿意让自己 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白白地浪费 所以萧大哥 你以后尽量让自己 担要的成功率 保持在相对高的程度上 这样以后真的是不愁钱赚 有了钱之后 大哥你就可以买更多的 天才地宝来提升修为 哈哈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萧大哥 以后的生活 混得真的是有滋有味呢 东皇中又笑了起来 虽然阵法师的地位也很高 但是阵法师的主要作用 在于杀敌 但是论挣钱的能力和速度 是远远及不上炼丹师的 毕竟炼丹师炼之一炉高级的丹药 就能随随便便卖许多许多的钱 看来之前自己暴露了一下 跟着张掌老和鬼老头 学习了炼丹和阵法 还是赌对了的 虽然暴露了一些底细 但是却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加容易了 萧辰听到这些之后 第一次感受到了暴露之后 学习炼丹和阵法 是多么明智的事了 因为最起码以后 他不愁仙灵方面的问题了 不用再为了一点点的钱 去拼命搏杀 然后萧辰就估算了一下 他这两个月炼制的那些初级丹药 如果拿去内务堂的话 能换得贡献值足足有十多万 虽然初级丹药并不怎么值钱 但是架不住他炼制的数量大呀 这两个月他炼制了上百种初级丹药 每一种初级丹药 一炉的成品就是十颗左右 而他每一种都炼制了好几炉 现在他手中的丹药有好几千枚 哪怕一颗初级丹药 只有几点贡献值 也都是好几万的贡献值 再加上其中一部分的初级丹药 算是那种特殊的增幅类丹药 价值会更加贵重一点 所以综合下来十多万的贡献值 也并不夸张 而这只是他这两个月的成果 要知道 那些其他和他同一时期入门的家伙们 现在还为了一点点的贡献值 在努力地做任务呢 那些家伙们手中富有的 贡献值估计也不过就是几万之数 而他前前后后所赚取的贡献值 已经百万还多了 尤其是现在掌握了炼丹之数之后 他想要挣贡献值 那些普通的宗门内的弟子 根本不可能有人比得过他 哪怕是宗门里的其他那些 普通的炼丹弟子们 也都同样没有办法能比得过他 因为他的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 在这些初级丹药上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那些普通的丹药弟子们 又怎么可能比得上他赚钱的速度 所以刚刚东黄中说 炼丹师怎么怎么赚钱 他还没有太大的感受 可是等到他现在自己一算之后 才是对炼丹师的赚钱速度 有了一个相对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然后也就为炼丹师的赚钱速度感到震惊 毕竟现在他还是一个 只会炼制初级丹药的初级炼丹师 就已经这么夸张了 可想而知 那些高级的炼丹师 甚至如同张长老那样的炼丹大师们 赚钱的速度该会有如何的恐怖了 当然 他能拥有如此夸张的赚钱速度 完全是因为他的百分百的成功率 不然的话 按照正常的成功率来说 他赚钱的速度 最起码会下降个七八成 那样算下来的话 初级炼丹师也就不怎么挣钱了 甚至还得倒贴 毕竟炼制一炉丹药的价钱虽然并不贵 但是却需要去购买材料 而且往往要失败七八次才能成功一次 这些可都得倒贴才行 因此不是一般的大势力根本养不起 准确地说 不是养不起 而是没有办法培养得起一个厉害的丹师 毕竟炼丹的失败率太高了 初级乃至中级一点的炼丹师根本挣不到钱 完全是需要倒贴 哪怕是高级炼丹师 甚至炼丹大师们 越是高级的炼丹师 炼制丹药的失败率就会越高 想要炼制一炉高级的丹药 代价也是很大 所以也只有像萧辰这样 炼丹成功率百分之百的变态 才会完全不需要倒贴 还能赚取大量的财富 想通了这些之后 萧辰也才愈发地明白了 他那个百分百的炼丹成功率 有着多么巨大的作用 希望这么高的成功率 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吧 萧辰嘀咕了一声 然后也就没有时间多想 接着又去了鬼老头那里 现在又是一个半年过去 他需要去鬼老头那里 继续学习新的阵法知识了 嘿嘿 到了现在居然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炼丹和阵法 能够对他将来的修行 起到巨大无比的帮助的时候 萧辰的心中自然也是更加期待 自己能够早一点成为厉害的阵法师和炼丹师 那样的话就可以真正地独立地出去赚钱了 毕竟在宗门内 虽然在内务堂也能换取到大量的东西 但是相对来说 自然是不如去外面交易来得更加实惠一点 比如他这两个月炼制的那些初级丹药 普通一点的初级丹药 贡献值在五点左右 五点左右的贡献值根本换不到什么好东西 可是如果拿到外面去卖给那些普通的散修的话 价格就会翻上好几倍 这些都是对仙界有所了解的东皇忠告诉他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宗门内的贡献值没用 恰恰相反 宗门内的贡献值才能换取到一些在外面根本买不到的好东西 只不过需要的贡献值太大 而对于目前的萧辰来说 显然他更加需要那些更实惠一点的东西来帮助他提升修为 毕竟无法修炼到天仙境 或者说真仙境七八重天的话始终太弱 一些高级的阵法和高级的丹药在炼制和布置的时候都需要高深的修为来支撑才行 因此萧辰既然现在有这么厉害的天赋 也就必须得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修为才行 好在萧辰现在并不需要为了修炼发愁 因为现在他的手中还有不少贡献值能够去内务堂换到一些增加修为的天才地宝的 因为之前就已经说好过了的 因为现在只是鬼老头明面上收了他为记名弟子 他也不能老去张长老那里 所以每次去的时候张长老都是发布了任务 他接了任务才过去的 发布的任务张长老给他的贡献值也是相当多的 所以现在萧辰手中的贡献值换取的东西 刚刚好还是能够支撑他的修炼的 只不过并不能换取到那些非常逆天的天才地宝 不可能让他的修为一夜之间从真仙境二重天突破到天仙境 但是维持正常的修炼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最起码比刚刚到仙境的时候 在那个小小的村落当中好很多了 小钟 小煞 你们之前是不是说过 真仙境修炼起来还是相当快的对吧 有没有那种非常逆天的天才地宝 可以服用一个直接突破到天仙境 就算无法突破到天仙境 能够突破到真仙境八九重天也可以 萧辰虽然知道很可能会有这种逆天的天才地宝 但是他买不起 可是依旧还是想知道 有呀 有很多 不过那些东西 萧辰大哥你现在的确买不起 而且不是说服用之后 接连就能够提升那么多的修为 也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吸收炼化 一重天一重天地慢慢提升 萧辰大哥你现在也无需如此着急地提升修为 可以先提升炼丹术和阵法造诣就行 至于修为不知不觉就升上去了 而且等萧大哥你能够炼制中极丹药的话 中极的丹药里面就有一部分可以增加修为 增加的虽然并不多 但是也可以积少成多 东皇忠又提醒了一声 好吧 那小忠你觉得我现在能够炼制出来中极的仙丹吗 萧辰又问了一声 不好说 不过像大哥你的天赋来说 现在应该是可以 等下一次你去张长老那里的时候 直接问张长老要一些中极丹药的配方 看看自己能否尝试着练习一下 要是能够炼制中极丹药的话 萧大哥你以后的财路就不愁了 我知道有十几种非常厉害的 可以增加修为的中极丹药 这些中极丹药的成本并不高 但是却非常受一些普通新人的欢迎 要是萧大哥你能够尝试炼制的话 我们回头可以拿到外面的周一市场偷偷卖掉 换取大量的仙京 东皇忠沉吟了一下 随后也有些不太确定地说道 虽然萧辰现在表现出来的炼丹天赋 实在是强得有些可怕 但是初级炼丹师非常的好晋升 达到终极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而想从终极炼丹师升级为高级炼丹师的话 那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了 所以东皇忠觉得萧辰成为终极炼丹师 应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就等下次去张长老那里的时候考核一下 看看自己能不能直接成为终极炼丹师 萧辰文言点了点头 也没有再多问了 随后他直接去了鬼长老那里 半年一次的轮换又到了 这次去鬼长老那里就没有太多的麻烦 鬼长老只是又传授给了他几个新的阵法 让萧辰回去研究布置就可以 随后就直接把萧辰赶走了 这也是让萧辰很有些无言以对 收他为徒之前 一个个为了争夺自己 那叫打得一个惨烈 现在倒好 恨不得自己去了之后赶紧走 不过他也只是付匪了一下 倒并不是真的会去怪鬼长老和张长老 他也知道 这两个师尊这样做 也只是想让他尽最大的自由 发挥他的天赋罢了 毕竟有些时候 万一受到了局限 在于他拥有的这种逆天的天赋来说 还不是一件好事 可以说他的这两个师尊 还是相当开明的 所以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 萧辰也并没有放松自己 依旧还是在刻苦地钻研鬼长老这一次 让他掌握的那几个阵法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一次表现的天赋有些太过头了 这次鬼长老给他的这几个阵法还是相当有难度的 上一次鬼长老给他布置的那几个初级的阵法 几乎没有费多大的精力就掌握了 而这一次的阵法 半年的时间真的是全部用的一点都不剩 才勉强掌握了这几个阵法 而且也只是初步掌握 没有达到那种可以随心所欲布置下来的程度 这就是阵法一道的艰难之处 虽然他的天赋很厉害 但是阵法一道毕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掌握的东西 哪怕是有厉害的天赋 也只是能够让他在起步的阶段提供一些帮助 到了真正高深的程度 还是得依靠他自己的努力才行 如果一直想着自己的天赋厉害 而自己不去努力的话 终究也是没有办法 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长远的 此时此刻 萧辰也有些理解 为什么当时鬼长老和张长老两人 虽然都愿意收他为徒 但却依旧还是约定了一个期限 毕竟随着境界的提升 以后的阵法也好 炼丹之术也好 提升起来都会越来越困难 耗费的时间也会越来越久 如果天赋不太够的话 同时钻研炼丹之术和阵法的话 的确是很有可能最终一事无成 看来自己以后必须得加倍地努力才行 虽然前路充满了困难 但是萧辰依旧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然后他又继续马不停蹄地去了张长老那里 开始了又一次的轮换 这一次他在张长老这里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萧辰的心中还记着东黄中之前所说的话 这一次来他就想问问张长老 现在他能否直接成为终极炼丹师 尝试着炼制一些终极的丹药 如果可以的话 不仅会更加容易赚钱 他自己也能够炼制一些提升修为的丹药了 不过听到他的话之后 张长老却瞬间是一脸惊愕地看着他 难以置信地问道 你说什么 你现在就想要学习炼制终极仙丹吗 是 萧辰直接点头 他也知道 这样直接问出来 或许会有些惊世骇俗 毕竟从他真正的接触炼丹到现在 也只不过是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而已 就痴心妄想地想要去尝试炼制终极仙丹 换作任何一个人听了他的话之后 恐怕都会觉得他有些异想天开 张长老也同样如此 虽然他并不认为萧辰这话是异想天开 毕竟只要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修行之后 萧辰肯定能够达到终极炼丹师的地步 成功炼制终极的丹药 可是现在才过去了这么点的时间 萧辰就想要一步登天 张长老也觉得萧辰多多少少 可能有一些好高悟远了 觉得自己的天赋比较好 有些浮躁了起来 我之前给你的那些触及担忧的配方 你掌握了几个 能炼制多少了 张长老认真的问了一声 这 弟子全都掌握了 萧辰犹豫了一下 本想隐瞒 不想暴露的太多 但随后一想 为了能够早点学习终极的炼丹术 暴露就暴露了吧 反正他也表现得足够妖孽了 也唯有表现得再妖孽一点 才能让张长老也坚定要收他为亲传弟子的决心 是 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我没听清 你是说你已经把上次 我给你的那上百个初级的丹药 全部掌握了吗 张长老听到萧辰的话之后 满脸的不敢相信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他上一次也是不想麻烦 每一次等萧辰来都给他几个初级的丹药配方让他去学习 索性才会直接把上百个一并给了他 根本没有想让萧辰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就把那些丹药全部掌握炼制一遍 在他看来 在他看来说能够用个好几年的时间把这些所有的初级丹药都掌握一遍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可是现在呢 他竟然听到萧辰说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已经把他上次给的那些初级的丹药配方全都给掌握了 这让他如何不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萧辰没有骗他的话 那这可就太恐怖了 你真的全部掌握了 张长老还是有些不敢置信的确认的问了一句 是 弟子怎么敢在这种大事上欺瞒师尊您 萧辰再度点头 这 好吧 那你可曾把那上百个初级的丹药配方全部都炼制一遍了吗 张长老看到萧辰如此样子不像是在说谎话 虽然心中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但还是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 严肃地问了一声 炼制了 萧辰再度回答 炼制了多少 成功率有多少 张长老一针见血地问出了最关键性的问题 现在对于萧辰在炼丹一道上的天赋 他已经是丝毫不怀疑了 剩下的就是炼丹的成功率这个问题了 如果成功率也足够高的话 那萧辰以后成为高级的炼丹师 铁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成功率的问题 只怕是说了师尊您也不会相信 还请师尊暂且移步到旁边观看一下 萧辰想了想 还是打算对张长老说实话 说出他炼制低级丹药 百分百成功率的事情 毕竟张长老也是他的师尊了 而且对他也是真心实意的 连自己的师尊如果都没有办法相信的话 那还有谁可以让他相信 更何况他本身已经表现得足够妖孽了 百分百的成功率 张长老也不是无法接受 反而以后会更加的重视他 肯定也会愿意让他提前掌握终极的炼丹术 所以在这种综合的考量之下 萧辰还是打算现场炼制几卢丹药 让张长老彻底见识一下自己在炼丹上的实力 张长老被萧辰的话给说得疑问 不知道萧辰这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自己不会相信 还要现场炼制丹药给自己看 不过他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和萧辰也认识了挺长的时间了 对于萧辰的为人 张长老还是觉得自己比较了解的 萧辰不是那种随便说大话的人 也不是喜欢吹牛皮的人 更不是喜欢做无用功的人 因此现在萧辰既然说出了这么一个 有些诡异的要求 张长老自然也就是略微一犹豫 就直接答应了下来 他倒想要看看萧辰这样做是为了向他表现出什么来 然后没有过太久的时间 张长老的眼珠子都瞪得快要掉了下来 因为萧辰就在他别院当中的那个炼丹室内开始炼丹了 每一次炼丹的时间都极短 初级的丹药虽然说是最简单的 炼制起来也并不复杂 可是正常情况下 一个刚刚接触炼丹的人 想要成功的炼制出一炉丹药 也得好几个时辰的功夫才行 哪怕是他现在炼制初级的丹药 你最起码得小半个时辰才能成功炼制一炉 可是萧辰炼制一炉丹药的时间 才仅仅只用一克钟左右 这时间上的提升简直夸张得过分 当然更夸张的是 萧辰在炼制了一炉之后 又接连炼制了好几次 而且每一次全都是成功炼制 这张长老瞪大了双眼 呼吸都有些粗重了 然后他看着萧辰就明白了 萧辰为何会说关于炼丹成功率的问题 说出来他也无法相信 并且要现场给他炼丹的意图了 这分明就是想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萧辰自己的炼丹成功率 竟然达到了恐怖的百分百 乖徒儿 你 你 你炼制初级丹药的成功率 难道是百分百成功吗 即便是已经亲眼看到了 可是张长老依旧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他在想 是不是因为刚才萧辰只是运气的原因 才能达到了百分百的成功率 然而萧辰的回答 却是让张长老真的彻底无言了 是的 师尊 弟子炼制这些丹药的成功率都是百分百 那上百种的丹药 每一种丹药的成功率都是百分百 这是弟子上一次回去之后炼制丹药的总数量 师尊 您若是不信的话 可以看一下 萧辰说着拿出了一个空间戒指 这空间戒指当中放着的 就是他之前两个月炼制的那几千颗初级丹药 反正都已经暴露了 也不在乎多暴露一点 所以萧辰直接把这几千颗丹药 拿给张长老看了 张长老狐疑地接过了空间戒指 随后把神念探入其中看了起来 然后他的嘴巴又忍不住张大了 张长老敢发誓 他这么多年震惊的次数加起来 都没有今天震惊的次数多 因为萧辰所带给他的惊讶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你 就在那短短的两个月当中 炼制出了这么多的丹药 一次都没有失败过吗 饶氏张长老现在已经是先王静的强者了 心境也是非常坚韧的 可是依旧还是有些震撼 有些不敢相信 毕竟百分百的成功率 这实在是有些太夸张了 而且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竟然炼制出了四五千的丹药 这个数量也实在是太夸张啊 不过一想到刚刚萧辰那夸张的炼丹速度 张长老又有些释然了 这个小子真是一个怪胎 唉 好吧 我算是相信 你现在的确是能够达到百分百的成功率了 张长老轻叹了一声 旋即把手中的空间戒指还给了萧辰 师尊 所以弟子现在能否学习终极的炼丹术了呢 萧辰又紧张地问了一声 他今天之所以暴露出这么多的东西来 就是为了想要学习终极的炼丹术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从东黄中那儿 弄到一些终极的 可以增加修为的丹药来炼制 从而提升自己的实力了 东黄中和焚煞剑这两个小家伙 虽然在各自的领域上 知道的东西都很多 可是偏偏关于一些系统方面的知识 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 也唯有来张长老这里学习了 可以 你这天赋比我想的还要厉害了好多好多 而且已经把我之前给你的那上百种初级的丹药都炼制了一遍 成功率还都是惊人的百分百 这说明你在丹道的造语也足以达到终极炼丹师的程度了 这次张长老倒是并没有再拒绝什么 长叹了一声 直接又拿出了一个预检递给了萧尘 既然现在已经知道了萧尘在炼丹上的天赋如此的逆天 他也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甚至觉得萧尘的成长速度要是这么快的话 估计他要不了多久就没有什么能够指点萧尘的了 这也是一个做师尊的悲哀呀 此时此刻张长老也多多少少有些体会到这种诡异的感觉了 终极丹药不比初级丹药那么简单 虽然初级和终极之间只是隔了一个层次 但是其中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终极丹药的炼制难度 大概要比初级丹药难了十倍左右 你回去后一定要好好钻研 也无需太过急切 张长老随后又叮嘱了一声 是 弟子知道了 萧尘把张长老的叮嘱记在了心上 然后恭敬地说了一声 至于其他的一些关于炼制终极丹药的注意事项 我都放在那个预见当中了 你回去之后仔细地阅读一遍就可以了 以你的炼丹天赋 现在炼制终极的丹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等下一次你过来的时候 我再看看你有多少成果吧 这个空间戒指当中是一些终极丹药需要的材料 但是我也不能给你提供太多 尤其是你如果能够自己得到一些单方的话 单方上面需要的药材 还需要你自己想办法去弄到 但是我给你的那些单方上面需要的药材 如果没有了不够了 随时来找我就可以 张长老随后又拿出了一个空间戒指递给了萧辰 萧辰接了过来 这些材料对他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毕竟现在他算是身无分文 贡献值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现在还不适合直接把那些初级的丹药 拿去换贡献值 而中级丹药的一些药材 有一部分也是相当贵重的 如果单单依靠他现在自己去获取的话 难度太大 因此张长老给他的他也没有拒绝 反正他们已经是师徒了 这也算是张长老对他的一些关心和爱护 也没有必要拒绝 对了 你手中的那些初级丹药 最好也不要拿去直接换成贡献值 如果你缺钱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些 这些能够换取贡献值的丹药 你最好留着百年考核结束的时候再用 每一批的新人弟子在百年的考核周期结束的时候都会开启贡献值排行榜 你要是能够在这个贡献值排行榜上弄到第一名的话 那好处可就太大了 本来这件事情我还想在等以后告诉你的 不过这次看到你炼丹如此厉害 还是要提醒你一声 炼制出来的丹药最好都不要随意的浪费用掉 留到百年之后 直接去内务堂 换成贡献值 充一下贡献值排行榜 如果能够弄到第一名或者是前几名 用处也都是非常大的 宗门内会奖励非常珍贵的东西 张长老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随后又冲着萧尘叮嘱了起来 哦哦 多谢师尊提醒 弟子记下来了 消沉一愣 然后冲着张长老行了一礼 小事 你如果缺钱的话 可以来我这儿拿 不过我也不会免费给你 你需要用你炼制的丹药来换 当然我给你的比例会比外面的一些黑市上面还要高 不会让你吃亏 你也不要怪我太无情 毕竟我们是师徒 但是我不想让你因此染上依赖的习惯 在仙界如果习惯依赖上一个人 那基本上也就废了 在仙界想要得到什么 必须付出什么 这就是赤裸裸的生存法子 张长老忽然又面色严肃的说了一声 萧尘再度一愣 然后下意识的点了点头 张长老的话虽然看似无情 可这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而且他也的确不太想平白无故的拿人好处 张长老这样的做法 其实还是很符合他的心意 然后萧尘就直接离开了 他回去自己的别院 打算去参悟一下终极的炼丹术 看看能否成功地炼制出终极丹药 同时也想看一下炼制终极丹药的时候 他的成功率有多少 这对于萧尘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毕竟如果能够成功地炼制出终极丹药 而且成功率还不低的话 他从此以后的人生道路就会变得更加不同 按照东黄中的话 哪怕萧尘最终只是能够成为终极炼丹师 以东黄中手中掌握的那些非常特殊的终极丹方 就足以让萧尘发财 发一笔横财 因此回到别院之后 萧尘二话不说 立马就开始直接学习终极炼丹药 然后开始炼制终极的丹药 只要他能够炼制终极丹药 东黄中就会把那些特殊的终极丹方传授给他 然后不需要贡献值 他就可以利用这些终极丹药来快速提升自己的修为 当然那些终极丹药的药材就需要他自己去搞 不过这些对于萧尘来说 只要他能够成功炼制终极丹药的话 这些都不会是什么问题 不过炼制终极丹药的时候 他的成功率就没有那么高了 十次当中最起码要失败两次 有时候甚至失败三次 成功率由初级丹药时候的百分百变成了七八成 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锐减 说实话 萧尘还是有些沮丧的 大哥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好吗 炼丹的失败率本身就高 再加上大哥你才接触炼丹这么短的时间 正常的情况下 别说不可能炼制终极丹药 哪怕是初级丹药的成功率 能有个一两成就很厉害了 可是肖大哥 你才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就已经能够炼制终极丹药 成功率还有七八成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估计整个仙界都会沸腾 那些老不死的炼丹师们都会来抢着收你为徒了 而且我估计现在炼制终极丹药的成功率只有七八成的原因 还是因为肖大哥你接触炼丹的时间并不长 等过上一段时间 等你成功地熟悉了各种终极丹药的炼制方法 炼丹一道上的造诣再提升一些的话 这终极丹药的成功率估计还会恢复到百分百 可以说肖大哥你已经是相当变态的存在了 不要不知足了 你这个样子已经让其他的那些普通丹师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东黄中看着肖臣那一脸郁闷的样子忍不住吐槽了起来 因为他觉得肖臣对于自己的要求未免也太高了吧 从肖臣成为炼丹师 前前后后也还不超过一年的时间 就已经能够炼制终极丹药 成功率还能保持七八成 这已经是变态到过分的事情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他倒好还不满足 还嫌炼制终极丹药的成功率太低 要知道这可是七八成的成功率啊 要知道就算是张长老他们这样的炼丹大师 现在回过头来炼制终极的丹药 成功率估计也就是七八成左右 肖臣还不知足 这自然也是让东黄中有些看不下去 我没有说不知足 只是成功率一下子从百分百变成了七八成 心中有点落差而已 肖臣尴尬尬尬的干咳了一声 落差 好吧 肖臣大哥你的确是够变态 这才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已经能够炼制终极丹药了 我现在就把那十几个特殊的终极丹药的丹方 传授给你 至于材料的事情 就只能依靠肖大哥你自己去完成了 我估计内务堂里也有 但是要换取的话 估计肖大哥你的贡献值不是很足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外面购买 这些炼丹的材料 在外面的一些商铺里还是比较便宜的 东皇忠又轻声说了一句 随后便没有再开口 而是通过神念和肖臣继续交流 给肖臣传授那些丹药的丹方 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 如果肖大哥你在宗门内去兑换这些药材的话 很容易被人从一些蛛丝马迹分析出来 你是要炼制什么丹药 这其中的一些丹药是我的老主人自己独创的 具有很鲜明的特性 你要是现在就被人知道 是你在这里炼制我老主人独创的那些 终极丹方的时候 如果从这里传到当年击杀我老主人的四个老贼儿中 肖大哥你就危险了 所以这药材一定不能在宗门内收集 一定要去外面的商铺购买 而且还不能在一个地方把所有的材料全部购买完毕 炼制这些丹药虽然效果很大 可是也需要非常的小心才行 东皇忠又叮嘱了一句 说出了不让萧尘在宗门内兑换这些药材最大的原因 萧尘听得一阵愕然不已 炼制一个丹药还会引来杀身之祸 这真的是想想都有些吓人 小钟 当年你的老主人到底在仙界做了什么 会引起四大仙帝的追杀 而且都已经过去了无数年 一旦听到关于你老主人的消息还是会出动 这究竟有什么原因 萧尘听到了东皇忠的话之后 还是忍不住有些疑惑了起来 按理说人都已经被杀了 可是一旦听到关于东皇忠老主人的消息 依旧还是会追杀和东皇忠老主人有关的人物 这就有些费解了吧 这是有多大的仇怨 这我也不是很清楚 听说老主人似乎掌握了一种对于他们来说 非常重要的东西和一些消息 所以那四个老贼才会不放过任何和老主人有关的事情吧 东皇忠沉吟了一下 有些沉闷地说了一声 萧尘能够感觉到东皇忠的心情很低落 而且有事情瞒着他 不过这肯定涉及到东皇忠和他老主人之间的一些秘密 东皇忠既然不愿意多说 他自然也不会去多问 只是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心中暗暗把这些事情都记了下来 打算等以后有机会 也有能力的时候 再向东皇忠仔细询问 小忠 你传授给我的这些丹方 我现在是不是就能炼制 萧尘主动转移了话题 不想让东皇忠继续沉闷下去 是啊 我传授给你的这些丹方 炼制难度比普通的中级丹药要难上好几倍 不过现在萧大哥你的手中并没有相应的材料 还是没有办法立刻炼制的 我建议萧大哥你尽快离开宗门一趟 去一些城池当中购买一些需要的药材 东皇忠又道 离开宗门吗 宗门内是有规定 没有达到真仙境八重天是不得离开宗门的 而且想要自由活动 必须得达到天仙境才行 我现在才真仙境二重天 是不可能离开宗门的吧 萧尘文言却是眉头皱了起来 因为宗门内的这种规定 可以说是铁律了 一旦发现哪一个普通的真仙境弟子偷偷跑出宗门 那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 轻则直接被逐出宗门 重则极有可能会被废掉修为 而且很显然 不管哪一种惩罚 对于他来说都是很难承受的 萧大哥你笨哪 这个规定是对于那些普通的真仙境弟子来说的 大哥你现在可是鬼长老和张长老的弟子 而且以萧大哥你现在表现出来的炼丹上的造诣 你如果现在就去找张长老 告诉他你已经能够炼至终极丹药 而且成功率还有七八成的话 我估计张长老绝对会提前就把你收为亲传弟子 这样一来 你就会成为先宗内的唯一一个双师尊的弟子 特权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的吧 就算宗门的规定不能够违背 可是你可以从张长老和鬼长老那里申请回一趟南风城 这点特权还是有的吧 东皇中撇了撇嘴 对于萧辰现在的后知后觉 的确是感到了非常的无语 这 这样的话会不会太过高调了 如果张长老宣布收我为亲传弟子 估计宗门内上下应该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小了吧 太高调了也不太好吧 萧辰迟疑了一下 哈哈 萧大哥 你现在要弄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你觉得低调一点 能够让你的生活风平浪静 你喜欢这样的生活的话 那我也无话可说 但是这样的话 你的修为增加会非常的慢 虽然在宗门内有张长老和鬼长老暗中帮助你 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做得太明显 而且单单依靠萧大哥 你在宗门内挣的那点贡献值 想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 简直是做梦 东黄中冷笑了一声 继续说道 张长老和鬼长老之前 不是也说了吗 在你们是新人弟子期间 他们两个人 也不可能给你太多的贡献值 这样一来 就只能慢慢地磨上去 等你修炼到真仙境八九重天 乃至天仙境的时候 鬼知道要多久的时间 而这些时间里 你如果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一点 这个时间绝对可以节省一半还多 高调一点又怎么了 现在只是在宗门里高调一点罢了 对于大哥你来说 或许会引起一些其他弟子的忌妒 但是却坏不了什么大事 等以后离开了宗门 去闯荡仙界历练的时候 那个时候再慢慢低调也来得及 更何况肖大哥 你难道不想让自己早一点 晋升到天仙境 看一看这丰富多姿的仙界吗 你难道打算一直就这样 慢慢地在仙界私混下去吗 肖大哥 我说一句不当说的话 自从来了仙界以后 你似乎已经忘记了我们以前 在中皇界的时候是如何厮杀的 那个时候 我们可不管什么高调低调的 我也知道来到仙界之后 一下子由凡人界的巅峰 变为了最普通的存在 可能消磨了肖大哥你的一些锐气 但是肖大哥你要千万记住 哪怕你现在修为很弱 但是你是炼丹师和阵法师 这就注定了你永远也不会平静下来 早晚还是会高调下去的 还不如现在高调起来呢 反正在宗门内高调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还可以为自己争取到 足够多的好处和利益 能够让自己快速地提升修为 这个小小的南陵仙宗 也只不过是庞大仙界当中的 一余之地罢了 在这里高调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当然如果你实在是不想太出风头 那就可以继续这样下去 慢慢地修炼 慢慢地挣贡献值 让自己慢慢地成为这仙界 普通仙人当中的一员算了 小大哥 你好好想一想 我们之所以从下位界面 来到仙界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如现在这样不出任何风头 平平静静地在仙界度过那漫长的余生吗 东皇中的情绪似乎有些激动了起来 不知为何 萧辰则是听得一阵沉默 因为东皇中的一些话 的确是有些扎心 以前在中皇界的时候 不管遇到什么敌人 什么事情 他向来都是一副勇往直前的气势 可是来到仙界之后 自己似乎真的变得小心翼翼了起来 凡事都怕出风头 凡事你都不想高调 生怕自己会引起别人的关注 这不像是他的行事风格 东皇中说的没错 高调又怎么了 他拥有这么变态的炼丹天赋和阵法天赋 也注定了早晚会扶摇直上 那个时候同样还会引起别人的关注 而且到那个时候 关注他的人可想而知 也绝对都是非常厉害的那些人物 他早晚是要成为万众瞩目的存在 那为何不趁现在 多给自己争取到一些利益呢 与其自己小心翼翼 不引起别人的关注 从而苟且地活下去 倒不如在各种危难当中让自己变得更强 强到别人根本无法威胁到自己 这样哪怕是再高调又能如何 一瞬间消沉的眼中 我现在就去找张长老 告诉他我已经能够成功炼制中级丹药 而且成功率还不低 请求他直接收我为亲传弟子 然后我们就找个时间 直接回到南风城去购买你传授给我的那些丹药 需要的材料 消沉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答应了下来 哈哈哈哈 这才是我认识的那个消沉消大哥 你终于想通了 在绝大部分的时候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一味地想要自己不引起别人的注目 为什么不让自己变得更强呢 那个时候就算有千万人注意你 依旧可以活得更潇洒 东皇忠哈哈大笑了起来 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 唯有迎难而上拥有一颗真正的强者之心 方可 如果一味地逃避 哪怕有天大的机缘放在面前 最终也只会一事无成 消沉当然并不是这种一事无成的人 只是来了仙界之后 一时的心态转变 转变得有些极致 毕竟之前在中皇界的时候 可以说是站在巅峰的存在 然而到了仙界 却变成了最弱的人 虽然消沉及时地调整了心态 适应了仙界的生活 但是这种心态的调整 未免有些极端了 认为自己到了仙界 也只不过是普通仙人当中的一员 而变得有些畏首畏尾了起来 现在被东皇忠出言提醒之后 消沉心中的那一股不服输的热血 又再度被激发了起来 我现在就去张掌老内里 告诉他 我已经能够炼制终极丹药 回头问问他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离开宗门 出去回一趟南风城 消沉又冲着东皇忠说了一声 然后风风活活地起身 雷厉风行地朝着张掌老 所在的别院赶了过去 他向来不是一个喜欢拖沓的人 既然心中已经有所决定 那么自然就是事情办得越早越好 东皇忠也并没有阻止 因为他也觉得消沉是时候 要再找回一些 以前在夏卫界面的时候 拥有的一些激情了 师尊 弟子求见 张掌老别院之外 消沉冲着里面轻声喊了一句 嗯 消沉 你怎么这么快就去而复返 可是在炼制丹药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进来吧 张掌老有些惊讶的声音传来 随后别院的大门自己打开 消沉轻车熟路地走了进去 面见张掌老 张掌老出现在院子当中 看着走进来的消沉 脸上露出了几分笑意 他认为消沉肯定是在炼制中极丹药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什么问题 所以才会这么快就跑过来找他 这让张掌老的心中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得意 毕竟从开始教导消沉以来 消沉根本没有咨询过他任何的问题 张掌老的心中多多少少也有些不爽 毕竟怎么说自己也是他的师尊 可是这个家伙就跟无师自通一样 完全不咨询他问题 现在却有了问题找他咨询 张掌老的心中还是有些舒服的 因此张掌老看着消沉 笑眯眯地问道 乖徒儿 可是在炼丹的过程中 遇到了什么难以解决的麻烦吗 问题 不是 弟子是此番前来 想要告诉师尊 弟子已经能够完全炼制终极丹药 而且成功率大概有七八成左右 消沉并没有看出来张掌老内心的想法 只是微微惊愕了一下 随后把自己想说的直接给说了出来 张掌老脸上的笑意瞬间为之凝固 然后就瞪大了双眼 死死地盯着消沉 难以置信地问道 你 你说什么 你现在就能够炼制终极丹药 而且成功率还有八成左右 你莫不是在和围师开玩笑吧 张掌老当然很震惊了 从消沉在他这里拿走终极丹药 只不过过去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而已 消沉就已经完全掌握了终极丹药的炼制办法 而且成功率还高达八成 以张掌老的睿智和在丹道上的造诣 也第一时间就能够想得到 消沉只不过是刚刚接触炼丹 现在才会导致终极丹药的成功率只有八成 但是等到消沉再熟悉一下 估计终极丹药的成功率 依旧还是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 这张掌老的心中自然是久久无法平静的 他瞪着眼睛看着消沉瞧个不停 似乎就是在看一个怪物一样 眼神当中充满了说不出的震撼 你这个小怪物 良久张掌老才憋出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的就又追加了一句 道 所以你这么快跑过来 是想从我这里学习高级的炼丹术吗 话一出口张掌老又有些忍不住感慨 这才过去了多久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消沉只不过接触炼丹不足一年的时间 竟然都已经要开始炼制高级的丹药了 这让他都有些唏嘘不已 似乎感觉和做梦一样 这 不是 虽然弟子现在已经能够熟练的炼制中级丹药 但是成功率并不高 所以弟子现在并不想开始直接学习高级炼丹术 弟子之所以过来是想问问师尊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弟子回一趟南丰城 听到张掌老的话之后 消沉微微一愣 然后摇了摇头 虽然他现在的确是已经可以炼制中级丹药 但是从中级丹药到高级丹药之间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以他现在在炼丹术上的造诣根本不可能让他完成高级丹药的炼制 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松的炼制出来中级丹药 只是因为他本身的丹道天赋太过逆天了 但是这种天赋并不会让他直接就晋升成为高级炼丹师 因为晋升成为高级炼丹师 还是需要一些特殊的先决条件 而这些条件 消沉现在是并不具备的 这一点东皇忠和他说得很清楚 让他不要好高误远 除非他能够在中级丹药上 不管是任何一种中级丹药 都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成功率之后 才可以考虑去炼制高级丹药 所以现在他这么着急地跑过来 也只是想问问张长老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回一趟南丰城 他已经表现得如此惊艳了 应该足以让张长老为他走一次后门吧 哦 不知为何 在听到消沉说自己并不是要立刻学习高级炼丹术之后 张长老的心中竟然有一股放松之意 这种感觉也是让张长老感到哭笑不得 自己的弟子进步这么迅速 他竟然还感觉到了一些压力 随后他就看着消沉缓缓说道 你想要回一趟南丰城是吗 这事可不好办 因为宗门的硬性规定 你们这些普通的弟子 是不可以在成为正式弟子之前离开宗门的 难道师尊就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弟子破例一次吗 消沉一咬牙 还是坚持的又说了一声 你这么想回去南丰城 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如果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为师可以找人帮你去办 张长老看着消沉如此坚决的样子 也好奇地问了一声 是有一些比较要紧的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只能由弟子自己去办 旁人代替不了 所以弟子才会厚颜来恳求师尊 能不能帮弟子想想办法 当然 如果实在不行 弟子也不再强求 消沉看着张长老脸上露出了几分为难之色 心中微微一叹 也只是又说了一声 他已经打定主意 如果张长老还是说没有办法的话 他也的确不会再过强求 毕竟以张长老的身份 如果都不能帮他走后门的话 那他的确还是只能老老实实地 在宗门里慢慢修炼了 这好吧 这还是你成为老夫的弟子之后 头一次来求为师办事 而且还不是什么大事 既然如此 那为师就替你想想办法 张长老看着脸上同样有些失落之色的消沉 沉吻了一下 然后答应了下来 这让消沉瞬间露出了兴奋之色 多谢师尊 无妨 虽然安排你偷偷地溜出门 有些违背宗门的规定 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要你能够按时回来 不被其他人发现就行 张长老挥了挥手笑了一声 这种事情对于张长老来说 自然不是什么大事 他刚刚之所以没有答应的那么痛快 就是因为这件事虽然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事 但若是被宗门发现的话 对于消沉来说 可是会被记上一笔不良记录的 其实你要出去也是很简单的 你现在不是鬼老头唯一的记名弟子吗 到时候让鬼老头和宗门打一声招呼 就说让你替他去南风城当中购买一些材料 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出去 张长老在沉吟过后忽然眼睛一亮 想到了消沉现在是鬼老头唯一的一名弟子之后 觉得此事更加容易办了 毕竟鬼老头身为宗门内唯一的阵法大师 脾气古怪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而消沉则是鬼老头唯一的一名弟子 一些事情让消沉代替鬼老头去办 也是很正常的 有了这个身份 消沉要提前离开宗门 去一趟南风城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有了这个身份 鬼长老要安排他出去实在是太简单了 消沉也瞬间明白了张长老话语当中的意思 眼睛也是忍不住亮了起来 然后暗自庆幸当初的选择 让鬼老头宣布收他为弟子 倒是方便了今天让他提前离开宗门 去南风城购买需要的药材 眼看着离开宗门的事情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消沉又有些尴尬的红着脸冲着张长老说道 师尊 弟子还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张长老随意的问了一句 那个 师尊 能不能先借弟子五十万仙金 消沉的老脸一红 毕竟借钱这种事情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 虽说他的手中还有着不少的贡献值 贡献值虽然并不能在宗门内直接兑换成仙金 但是却可以从其他弟子的手中兑换 但是这些贡献值对于以后的他来说还是有着很大的用处的 所以消沉就只好厚着脸皮问张长老借钱了 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张长老有些诧异的看了一眼消沉 消沉如此着急的要回南风城本身就很奇怪了 现在竟然还要问他借这么多的仙金 虽然五十万仙金对于他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大钱 可是也很有必要弄清楚消沉要用这些钱去做什么 弟子想要买一些东西 消沉犹豫了一下也并没有隐瞒什么 哦 行 张长老又朝着消沉看了一眼 失去的并没有追问什么 然后直接给了消沉五十万的仙金 随后又道 这些钱就不用还了 钻石为师给你的见面礼吧 多谢师尊 消沉点了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却打定了主意 等回头挣了钱之后 肯定是会还给张长老的 他向来不是一个喜欢欠人情的人 虽然和张长老之间是师徒关系 但是有的时候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何况这么多的仙金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只是现在他并没有这个能力去偿还 所以一些大话现在也自然不会多说 你想什么时候离开宗门回南丰城 张长老又随意地问了一句 越快越好 好吧 那你今天先回去等消息 不出五天时间 我就应该能和鬼老头把这些事情给你安排好 到时候我再通知你 张长老点了点头 随后估摸了一下时间 然后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 让消沉先回去 好 谢谢师尊 消沉心中一喜 然后又郑重地冲着张长老道谢 你这个小子 你这个小子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 要是真想感激我 就在炼丹之上更加努力一些 早日成为高级炼丹师 然后尽快地追上师尊 成为炼丹大师吧 那样的话 师尊以后出去也是辈儿有面子 可以像那些老不死的吹嘘 老子不仅自己厉害 交出了一个徒弟也厉害 张长老忍不住冲着消沉笑骂了起来 弟子一定会努力 消沉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 直接离开了张长老的别院 回到了自己的别院 萧大哥 你的这个师尊 对你还真是够好的 不仅答应帮你安排离开宗门去南丰城 更是连你具体要买什么都没有问 还直接就给了你这么多的仙精呢 看来这个张老头估计在心中 都快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儿子看待了 东皇忠和焚煞剑两人开始调侃起了消沉 师尊待我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也不能辜负师尊 不过现在有些事情的确是不能和师尊多说的 所以等这次从南丰城回来之后 就需要小钟你的帮忙了 我也要早点成为高级炼丹师 让师尊欣慰一些 消沉点了点头 不管是张长老还是鬼老头 对他而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他自然也懂得感恩 这自然不会有任何问题 只要消大哥你能够成功炼制出 我给你的那些老主人独创的终极的丹药 并且把成功率维持在七八成左右 等你炼制个数十次之后 几乎就能够炼制出来高级的丹药了 到时候成为高级炼丹师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东皇忠拍了拍胸脯 一口答应了下来 毕竟他的老主人 可是以前仙界最厉害的炼丹师 他自然也跟着学了不少 虽然现在东皇忠的记忆有些残缺 可是对于炼丹方面的知识 远远不是张长老这些 普通的炼丹大师可以比拟的 更何况消沉本身的天赋 如此的拟天 想要把消沉培养成一个高级炼丹师 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消沉自然也是知道这一点的 也非常相信在东皇忠的帮助下 他肯定能够成为高级炼丹师 甚至炼丹大师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接下来他没有再多想什么 而是开始盘膝打坐 等待张长老的传唤 这五天的时间 他不打算再继续修炼了 毕竟这段时间不是在刻苦地炼丹 就是在勤奋地学习阵法 也是时候让自己的精神 得到一些恢复了 因此这五天的时间 消沉打算好好地放松一下 等到去了南丰城 购买了需要的材料之后 他就得再度投入到 艰辛的学习过程当中去了 虽然这也是东皇忠和焚煞剑的建议 两个小家伙建议他 没有必要时时刻刻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 毕竟有时候也得有张有驰才行 而且并没有让他足足等五天 几乎只是在第三天的时候 张长老就传讯告诉萧辰 说一切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 萧辰已经可以离开宗门 乖徒儿 我和鬼老头已经把你离开宗门 回南丰城的事情安排好了 你等一下直接去内务堂那边领一个身份令牌 就可以直接乘坐宗门里的传送阵 回到南丰城 不过这一次的时间很短暂 只有两天的时间 你必须在两天之内返回 知道吗 张长老非常严肃地叮嘱了一句 让萧辰现在就离开宗门 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次也只不过是因为借助鬼老头 这个身份的特性 才让萧辰能够如此顺利地离开宗门 时间上当然也不会很宽裕了 而且如果萧辰无法在两天之内 及时返回的话 回到宗门当中之后 可是会受到非常非常严厉的惩罚 那种惩罚就算是他和鬼老头两人的面子 也都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是 弟子谨记 弟子绝对会在两天之内返回宗门 萧辰同样也是异常严肃地点了点头 他自然也清楚 这一次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给他争取的这次机会 有多么难得 对于宗门内的规矩 他自然也是很清楚的 不会超过两天才返回 好 那你这就去吧 到去早回 张长老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切断了传讯 萧辰文言便没有再做任何的耽搁和停留 直接就朝着内务堂赶了过去 这三天的时间里 他也早就把该准备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现在自然是没有任何需要再准备的 毫不犹豫地直接前往内务堂领取了令牌 就直接乘坐传送镇离开了宗门 回到了南丰城 虽然宗门内有硬性规定 普通的真仙境弟子是不可以离开宗门 但是这种规定也只是针对普通的天仙弟子而言 对于宗门内的一些身份特殊的真仙境弟子来说 有时候也会经常离开宗门去城池当中 因此萧辰手持令牌 过去乘坐传送镇的时候 那两个负责开启传送的弟子 也没有流露出来什么太过惊讶的神色 直接就为萧辰开启了传送镇 这种事情其实也并不少 有一些天才的弟子们深得宗门内长老们的喜爱 几乎随时都可以离开宗门回到城池 这让萧辰看得一阵暗暗感慨 也更加清楚在仙界这种地方 有时候一些所谓的规定 也只是针对那些最底层的仙人们制定的而已 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强者而言 规矩也都是自己定的 随时可以更改 这让他更加清楚了仙界的生存法则 那真的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 没有实力和地位 什么都不如 随着一阵传送的波动之后 萧辰就已经直接出现在了南风城当中的分布之中 回来了 萧辰睁开了双目感慨了一下 虽然他在南风城当中的时间也并不长 可是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也总算是又回到了 让他一个略微有些亲切的地方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因为南风城是他进入仙界之后经历的第一个城池 对于他们这种从下界飞升上来的仙人而言 如果没有什么强大的背景 或者固定的去处的话 到仙界的第一座城市就是他们的家乡 此时此刻 萧辰虽然也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回到家乡的感觉 但是还是感到了非常的亲切和舒服 恭迎师兄 而就在萧辰感慨的同时 却听到两道声音从传送阵两旁响起 让萧辰一阵惊讶随后看了过去 两个真仙境八重天的外门弟子 萧辰 萧辰看着两人流露出来的气息有些惊讶 这两个家伙的实力可都是比他强了很多 不过能够在这分部当中负责传送阵也只是外门弟子罢了 因为这两个家伙才会如此客气地喊他为师兄 而且两人看着萧辰眼神中也的确都是敬畏之色 毕竟对于他们这些外门弟子而言 内门弟子可全都是值得他们去认真对待的 更何况能够在真仙境二重天就手持令牌 从宗门当中传送到这里 这种弟子一般在宗门内都是有着靠山的 自然也不是他们两个外门弟子能够得罪的 对于这些弟子 这两个外门弟子也知道如何相处 表现得再过恭敬也都不过分 谢谢两位师弟迎接 我还有一些要紧的事情要去城池当中办 就先告辞 还请两位师弟莫怪 萧辰冲着两人拱了拱手 客气地说了一声 恭送师兄 师兄慢走 这两个外门弟子冲着萧辰攻身说了一句 萧辰点了点头 随后便直接离开了分部 萧大哥 就按我们之前所说的 你去购买那些药材的时候 同时多买一些其他无用的药材 混淆一下试听 免得被有心人注意到 从而分析出一些蛛丝马迹 进入城中之后 东皇忠的语气也有些兴奋了起来 毕竟在先宗的时候可没有这么自由 知道 放心吧 萧辰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他和东皇忠早就商量过了 这一次出来购买药材 还是要多买一些其他的普通药材 这样混合在一起大量的购买 才不会被人分析出来 他要具体炼制什么丹药 正是因为要购买的药材数量挺大 所以他才会问张长老借钱 不过虽然借的钱挺多 但是萧辰却有把握在短时间内还上 因为他炼制终极丹药的成功率 虽然现在无法达到百分百 但是相对于其他人来说 同样是高得夸张 有了东皇忠传授给他的十几种特殊的终极丹药 只要他能够存下一点 等下一次来到南丰城当中的时候 就可以把那些丹药给卖掉换成仙京 相对于初级仙丹来说 终极的仙丹 不管是价格还是畅销的程度 都要高出个几十倍之多 虽然仙界之内的强者很多 但是普通的仙人却更加多 高级的仙丹和大师级的仙丹价格太贵 除非是非常关键的保命时期 有一些仙人才舍得用 其他大部分时候用来恢复也好 修炼也好 用终极仙丹的还是最多的 所以说终极仙丹其实才是销路最好的 根本不愁卖 不管有多少的存货都能够销售一空 而且东皇忠说过了 虽然传授给他的一些特殊丹药 是他的老主人炼制的不能外传 但是剩下的一些 却都是可以拿出来售卖的 只是比较特殊的丹药 如果拿出来售卖的话 价格几千到几万不等 要赚钱还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之前萧辰才会去问张长老 一张口就借了几十万的仙金 这是因为他有赚钱的底气 至于他之前炼制的几千颗初级丹药 还有这一次炼制的一些中级丹药 东皇忠却并不建议他这一次 直接在南风城当中拿出来售卖 因为那些初级丹药和中级丹药 都是张长老提供给他的丹药 也是张长老给他提供的药材 这些都是普通的丹药 拿出来卖钱的话不会卖得很多 不如等到以后在宗门内 换取贡献值来得更合适一点 毕竟丹药和药材都是宗门的长老提供的 虽然现在他卖掉了 张长老也不会多说什么 但是在宗门内的其他一些高层的眼中 却会对萧辰的印象不是太好 再加上那些特殊的丹药 已经足够让他赚得很多 这些普通的丹药既然宗门内都知道是张长老提供的 他去换取贡献值也没有人会怀疑什么 如果去拿那些特殊的丹药换贡献值 很容易就被人猜测出来 他身上有独门的丹方 那个时候估计宗门内也会打他身上单方的主意 所以东皇忠早就给萧辰规划好了 在宗门内炼制的普通丹药 全部上交宗门换取贡献值 用来兑换一些外面很难买到 或者说价值太高的东西 而那些特殊的丹药 则是全部都拿出来换成仙晶 萧大哥 我建议你去购买药材之前 最好还是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 这样等回头过来卖单药的时候 也比较方便一点 不太过于暴露 东皇忠沉吟了一下 又叮嘱了一声 毕竟萧辰这次要购买的药材 量还是比较大的 哪怕不在一个店铺里购买 也说不定会被有心人注意 所以还是要乔装打扮一下 才会更保险一点 对此 萧辰自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乔装打扮一下不是什么难事 最后他就直接进入到 南丰城当中的一家药铺当中 虽然南丰城在仙节当中 并不是什么大的城池 甚至都排不上名号 可是南丰城也是麻雀随小五脏俱全 什么样的商铺都有 也有专门用来供应药材材料的商铺 大大小小各不相同 萧辰辗转在各个药材商铺之间 洒下了大量的仙精 购买了大量的药材 仅仅只用了两个时辰不到的功夫 萧辰就把手中 从张长老那里借来的几十万的仙精 全部都花光了 当然换来的就是空间戒指当中 那庞大的药材数量 虽然中级仙丹是非常畅销的丹药 但是中级丹药的材料 大部分还都是非常便宜的 总之谈不上贵 毕竟丹药虽然畅销 可是实际上炼丹师却是少之又少 而药材的价格自然也不会太过变态 毕竟不管怎么说 也仅仅只是中级丹药的药材罢了 再加上炼丹的失败率那么高 所以这些中级药材的价格 一般都是不贵的 不过虽然不贵 但是要知道一般的中级炼丹师的成功率 可是非常低的 失败七八次才能够成功炼制出来 以炉丹药 也仅仅只是略微赚那么一丁点罢了 不可能像萧辰这样 有如此高的成功率才能赚取大量的钱 所以其他那些成功率不高的中级丹师们 想要依靠中级丹药赚钱 虽然能够赚一点 但是绝对不可能赚得太多 因此 看着空间戒指当中的那大量的药材 萧辰的嘴角也忍不住露出了笑意 毕竟他的成功率现在就能保持在八成左右 也就是说炼制十次 最起码有八次都能够成功 这个炼丹成功率和其他的丹师们 相比提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几乎每一炉丹药都能够在除掉材料成本的情况下 还能赚取大量的仙精 所以如果等他把空间戒指当中的这些所有材料 全部都炼制成丹药的话 赚取的仙精肯定不止几十万这么简单 此时此刻 萧辰才第一次有些直观地认识到了炼丹的成功率 有着多么巨大的用处了 毕竟就算这些终极丹药的材料再不贵 可始终还是有成本的 其他的终极炼丹师的成功率 也只不过是在两三成左右 也就是说炼制十次只能成功两三次 而失败的七八次全部都是要赔本的 这样算下来成功的两三次 再扣掉失败的那些次数的成本之下 其实也并不能赚多少钱 也唯有像萧辰他这样成功率高 才能保持相当大的利润 因此炼丹的成功率的重要性 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萧大哥 按照你现在的八成的成功率来算的话 把这些材料全部炼制成丹药之后 卖掉的话 最起码能有个两百多万的仙金 扣掉这次从张长老那里 借来的五十万仙金的成本费 还能净赚一百五十万左右 哈哈 萧大哥 你这变态的成功率 让本来就赚钱的丹师 赚钱的速度又变得更加夸张了 东皇忠则是直接就替萧辰把这些材料 所能转化的效益直接给计算了一遍 这么多 萧辰文言心中则是有些震惊 他以为在扣掉成本之后 还能再赚个几十万左右的仙金 就已经很不错了 没想到却能赚这么多 当然了 炼丹师本来就是最赚钱的职业 更何况萧辰大哥你的成功率这么高 赚钱的速度自然也是 同等条件下的其他的那些丹师的好几倍 甚至是比你高级一点的炼丹师的赚钱速度 都不一定能有你快呢 东皇忠却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毕竟萧辰的炼丹成功率的确是太夸张 比那些同级的炼丹师的成功率 要夸张得太多太多 赚钱速度当然也要是他们的好多倍才行 更何况这次他们的投入 可是足足五十万的仙金 净赚一百多万 其实也不是很多 也就是仅仅两三倍左右而已 这样一想 其实也并不是很夸张 经过了东皇忠的提点之后 萧辰这才缓缓地恢复了平静 的确这样一想的话 也真的是没有多么夸张 然后他就有些微微兴奋了起来 毕竟他可还记得刚刚到仙界的时候 在火烈他们那个村庄当中 为了一两千个仙金 就要出去冒着生命危险和那些凶兽厮杀 现在却是百万百万的仙金 不得不说身份地位之间的差距 还是非常的明显呢 回去吧 早点把这些药材转化成丹药 然后增强自己的实力 兴奋尽头过去之后 萧辰还是直接面对了现实 虽然能够赚取那么多的仙金 但是他不可能真的把这些所有炼好后的丹药都拿出来 毕竟其中的一部分的终极丹药 是东皇忠那个老主人独门创造的丹药 那些丹药他是要留下来增强自己的修为的 所以最终这些丹药售卖之后 可能也就只有一百万左右的仙金 不过现在萧辰倒是觉得 对于仙金并没有多大的概念 因为在宗门之内吃喝不愁 所以对仙金的用途也不是很需求 目前来说 仙金对他的唯一用处就是能够购买更多的药材 炼制更多的那种特殊的丹药 让他的修为能够提升得更快 当然这并不是说仙金没有用 恰恰相反 珍贵的天才地宝 一些逆天的好玩意儿 都是需要庞大到难以想象的仙金来购买的 不过想要购买那些东西需要的仙金 实在是太多太多 根本不是现在的他能够奢望的 所以萧辰才会觉得 仙金现在对他来说 除了购买材料之外 似乎没有多大的用处 但他的心底其实还是很清楚 他还是要尽可能多的攒更多的仙金 等到以后仙金的用处可是很多很多的 随后萧辰退去了伪装 朝仙宗在南风城当中的分部慢慢悠悠地走了回去 反正张长老说过了 只要他在两天之内返回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现在才只不过过去了两个多时辰的时间而已 所以他并不是很着急 并不赶时间 不过下一瞬 他却似乎听到了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 黑盘 你不要太过分了 这珠子是我们冒死得到的 仙宝阁那边如果卖的话 最起码能卖到三十多万的仙金 你只给我们几万 这和抢劫有什么不同 这声音 似乎是火烈大哥的 乍一听到这声音 萧辰就感觉到有些熟悉 然后他就分辨出来了 这正是火烈的声音 虽然当初和火烈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对于火烈 萧辰的印象还是很深的 这个老大哥当时对他和大黄还是很照顾的 只是后来他们通过了考核 加入到了仙宗之后 就没有什么机会联系和见面 现在忽然又听到了火烈的声音 萧辰的心中还是有些兴奋的 只不过现在听起来 火烈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 于是萧辰不动声色的 悄悄朝着声音传出的地方靠近了过去 然后他就看到了 火烈和一个一身黑袍的家伙相对站着 似乎在争论些什么 火烈的脸色很难看 而那个黑袍之人则是一脸的冷漠之色 冷冷地看着火烈 火烈 你的弟弟和你村子当中的那些家伙们 可是中了我的毒 这珠子现在我还能给你几万仙金的价格买下来 若是再等一会儿 我可就要变卦了 你知道我的脾气 我不会和你耽误太久的时间 现在卖给我 你还能得到几万的仙金 而且你的弟弟和你村庄的那些人 还能免费得到我的解药 如果再不识相的话 不仅珠子你得不到一分钱 就连你的弟弟和你村庄的那些人 也都得死 黑袍之人看着火烈 言语非常的冷漠 黑盘 你 火烈的脸色涨得通红 显得非常的愤怒 但是很快就把愤怒给压制下来了 一脸不舍地看向了手中一个火红色的珠子 然后看向黑袍之人冷哼道 黑盘 这一次我们忍栽 这火红色的珠子我卖给你 但是你必须要保证你给我的解药全部都是真的 如果我的弟弟和其他人服了你的解药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哪怕是拼尽所有 也要让你付出代价 黑袍之人听到火烈的这句话之后 那一向冷漠的脸上却是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意 同时不屑地说道 发现 叫你弟弟和你村庄的那几个人的见命 我还不屑从中动什么手脚 把珠子给我吧 火烈又朝着手中火红色的珠子看了一眼 一脸的肉疼 却是把珠子缓缓地朝着黑袍之人递了过去 火烈大哥 好久不见 然而就在这一刻 萧辰却是直接从藏身的地方走了出来 冲着火烈打了一个招呼 毕竟火烈以前对他和大黄 在村庄的时候还是真的非常的好 而且怎么说 火烈也算是他和大黄进入仙节之后的第一个朋友 也算是一个对他们颇有照顾的长辈 现在看到火烈有了大麻烦 萧辰自然也不能坐视不理 更何况 刚刚他也听出来了 这个火红色的珠子最起码能卖三十多万的仙精 而这个黑袍之人却只给几万 并且似乎还是以火烈的弟弟 还有村庄的其他人的性命做威胁 来要挟火烈如此贱卖这个珠子 萧辰的心中 对于黑袍人的这种做法自然感到了不爽 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直接站了出来 虽然这个黑袍之人和火烈一样 都是天仙境的修为 比他这个只有真仙境二重天的家伙强了太多 但是现在可是在南丰城当中 而他却是南陵仙宗的弟子 南丰城当中还有仙宗的分部 萧辰根本不担心这个黑袍之人敢在城中对他下什么杀手 否则的话这家伙也逃不掉 你是 萧辰 火烈见到萧辰忽然出来和他打招呼 先是一愣 然后就认出了萧辰 有些兴奋地也喊了一声 是我 火烈大哥 好久不见 似乎你遇到了一些麻烦 萧辰又笑眯眯地说了一声 随后朝着黑袍之人看了一眼 言语中的意味已经不言而喻 哎 一言难尽 萧辰兄弟 等我先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 回头再请你去吃一顿大餐吧 你在旁边等我一下 火烈文言则是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随后摇了摇头 并没有向萧辰解释什么 显然是并不愿意让萧辰掺和进来 虽然他也知道萧辰已经加入了南陵先宗 但是也同样不想让萧辰牵扯进来 因为他很清楚黑盘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 这个家伙虽然大部分时候是一个独行侠 但是背后还有一个不小的势力 虽然火烈也知道萧辰已经成为了先宗的弟子 但是黑盘和他背后的势力 虽然明面上并不会和这些大先宗过不去 但是如果找到什么机会 也会击杀先宗的弟子 更何况萧辰现在才只是真仙境二重天的修为 火烈也不想让萧辰涉险 这倒是让看出了火烈想法的萧辰 心中微微有些感动 火烈这个家伙还是一如从前 还是那么一副热心肠和好心肠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他还是在为自己着想 火烈大哥 你这是什么话 当初我和大黄两个人刚刚飞升上来先界 承蒙火烈大哥和村庄当中的诸位大哥们照顾 现在火烈大哥你遇到了麻烦 我又怎能坐视不理 刚刚我都听到了 你手中的这个珠子能卖几十万的仙京 而这个家伙却只给你几万 干嘛要卖给他 萧辰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朝着黑袍之人看了一眼 却是没有任何的客气 直接就当面把话给说了出来 嘿嘿嘿 小东西胆子挺大 敢来管我黑盘的事情 看你的服饰应该是南陵先宗的弟子吧 你觉得自己身为南陵先宗的弟子 真的就可以目空一切 谁都要畏惧你几分不成吗 黑袍之人听到萧辰的话之后 却是阴阳怪气地冷笑了一声 言语当中竟然没有多少对南陵先宗的敬畏 萧辰看着这个黑袍的家伙并没有说什么 一旁的火烈则是也苦笑了起来 萧辰兄弟 既然你刚刚已经听到了 想必也知道 这个珠子我不卖不行啊 这个家伙对左方他们下了毒 只有这个家伙的手中才有解药 如果我不把这个珠子卖给他 那左方他们一个人都活不了 虽然这珠子的价钱又损失不少 可是相比起左方他们的性命而言 这二十多万的仙金也就不算什么了 火烈文言又摇了摇头 苦笑了起来 什么毒 萧辰淡淡地问了一声 说实话 对于这些所谓的毒他并不在意 因为他现在就是一个终极的炼丹师 有不少丹药都可以解毒 而且能解的毒都非常非常的多 效果还非常的好 这个黑袍之人只不过是天仙境的修为罢了 即便是精通毒药 可是下的那些毒 萧辰觉得只要不是太过偏门的稀奇古怪的 他应该都有把握炼制出来相应的解毒的丹药 就算他实在不行 可是还有东皇忠呢 没有必要让火烈他们白白损失二十多万的仙金 他可是知道像火烈他们这样的散修 想要弄到一点仙金有多么的困难 这二十多万的仙金对于火烈他们来说绝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让这个黑袍之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给胁迫了去呢 哈哈哈哈 小子 你难道还想解毒不成 不是我说大话 我下的毒 就算是你们南陵先宗那个姓张的老头都不可能解得了 更何况是你 想出头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得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 快滚吧 我看在你是南陵先宗弟子的份上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滚 我还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否则的话 哈哈 黑盘冷笑了一声 说出的话却是让萧尘的心中有些惊讶 这家伙下的毒 连张长老都没有办法解毒吗 这样说的话似乎还真是挺厉害的 毕竟张长老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炼丹大师 不过萧尘虽然有些惊讶 但是心中也不会全信这家伙的话 或许张长老没有办法轻易地解毒 但是费一番功夫 绝对是有把握的 而且就算张长老真的没有办法解除这个黑盘下的毒 但是他相信以东黄中的能力绝对有办法解毒 毕竟不管怎么说 这黑盘始终也只是一个天仙境的仙人罢了 能够掌握的毒就算再厉害 也终究有一个限度 不会太逆天 黑魔毒 一旁的火烈则是摇了摇头 叹息了一声 说出了这个毒素的名称 这种毒素在仙界的低级仙人当中 简直是非常致命的存在 一旦中毒 如果没有解药 几乎是必死无疑 所以那些低级的仙人们 在听到这种毒素之后 全都是面色大变 如臂蛇蝎 黑魔毒 萧晨听到这个毒素的名称之后 却是一愣 因为他听说过这个毒素 毕竟虽然他是要成为炼丹大师 并不是成为用毒方面的高手 但是也多多少少要涉猎一些 和毒素方面有关的知识 毕竟炼丹大师有的时候要替人解毒 如果不清楚一些毒素的特性 是很难炼制出来相对应的解毒的丹药的 而这个黑魔毒 他恰恰听说过 张长老给他的那一部分记载当中 就提到过这个毒素的名称 张长老说过这个毒素的确是非常厉害的 不过并不是没有办法解除 只不过颇为麻烦 小钟 这个所谓的黑魔毒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轻易地解除 萧晨冲着东黄中问了起来 因为这个毒素 张长老给他的解毒的办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麻烦 根本不适合现在的情况 而且想要用张长老提供的那种办法 来解除黑魔毒的毒素 代价也是挺大的 而且非常的消耗时间 所以他直接向东黄中求助 小意思 这种黑魔毒 虽然是低级仙人当中 威胁最大的一种毒 但是对于一些高级的仙人而言 并不算什么 我传授给你的那十几种特殊的丹药之中 就有一种丹药 可以轻易地解除这所谓的黑魔毒 东黄中文言痴笑了一声 显然对这个所谓的黑魔毒 根本看不上眼 想要知道 他的老主人可是仙界 以前最厉害的炼丹师 对付黑魔毒这种低级的毒药 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 既然如此 我就不让火烈大哥 把这个珠子卖给这个家伙了 不过 如果这个家伙 再去村落当中报复下毒的话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预防呢 消沉又小心地问了一声 毕竟他现在虽然可以直接炼制出解毒的丹药 让火烈带回去 但是如果万一惹恼了这个黑盘 暗中又去村落当中报复他的话 那可就是防不胜防了 哈哈 不用担心 这种黑魔毒想要成功地下毒到其他仙人的体内 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种黑魔毒对于低级仙人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自然而然在下毒方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只要警惕一些几乎都是不太会中毒的 而且他们已经中过一次黑魔毒 对于黑魔毒的抵抗性会变得很高很高 就算再次中毒耗费一些时间 也能把黑魔毒的毒素给自己炼化掉 所以说消沉大哥无需担心什么 更何况这解毒的丹药 他们一旦服用之后 虽然不至于达到万毒不侵的地步 但是对于这种低级的毒素 也是可以免疫一大部分的 东皇中却是呵呵一笑 说出的话让消沉彻底放心了下来 小子 如果实想的话 现在就快快滚 少在这里碍眼 不然的话 哪怕你是南陵先宗的弟子 也休想讨得到什么好处 黑盘又朝着消沉看了一眼 有些不耐烦了 虽然他的确不是很在乎消沉背后的身份 但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 依旧不想和消沉有什么太大的冲突 毕竟他背后的势力虽然隐蔽 也敢向这些大宗门的弟子下杀手 但是却不敢在明面上直接来 否则一旦被查出个蛛丝马迹 肯定会被这些超级大仙宗给连根拔起 呵呵 不好意思 今天这事我还真是管定了 黑魔毒很了不起吗 不好意思 我的手中刚好有能够解毒的东西 所以要滚的还是你吧 只想用几万的仙晶就购买价值几十万的东西 你真当我火烈大哥好欺负不成 消沉文言冷笑了一声 毫不客气地冲着黑盘痴笑了一声 在这南风城当中 他的修为虽然不如这个家伙 但是却毫不惧怕 毕竟不管这个黑盘背后有着怎样的势力 肯定不敢在南风城当中 正大光明地向他下杀手 就你也敢大言不惭地说 手中有能够解除黑魔毒的东西 黑盘文言不怒返笑 他觉得消沉这个家伙实在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哈哈 那因为你是井底之蛙罢了 真以为黑魔毒是没有人能够解除的东西吗 消沉又吃笑了一声 没有再理这个家伙 而是冲着火烈说道 火烈大哥 你信我不 我的手中刚好有能够解除黑魔毒的东西 回头我把解除黑魔毒的丹药给你 不要把这个珠子卖给这个家伙 想用这么低廉的价格买到这个珠子 简直是做梦 你真的有能够解除黑魔毒的东西吗 火烈文言却是精神一阵 随后又有一些不敢相信地看着消沉 毕竟他也知道消沉虽然现在成为了南陵仙宗的弟子 但是进入仙宗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难以相信消沉的手中竟然会有这样的好东西 当然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和村落当中兄长的命开玩笑呢 消沉笑了起来 好 我信你 火烈文言震惊地朝着消沉看了一眼 随后就直接冲着黑盘说道 不好意思 你也听到了 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你出手帮助我 替他们解除黑魔毒的毒素了 这珠子我不卖了 所以你可以走了 好 很好 火烈 希望你将来不要后悔 还有你这个臭小子 不要以为自己是南陵仙宗的弟子 就可以破坏我的好事 除非你以后永远待在南陵仙宗之中 不然一旦被我找到机会 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黑盘文言瞬间大怒 但还是冷静地压制住了怒火 狠狠地说出了一句话之后 转身就走 小陈兄弟 这次我给你惹上大麻烦了 黑盘这个家伙不是什么善类 你以后要是离开仙宗或者城池的话 一定要小心一些 黑盘这个家伙牙子必报的 这次的事情他肯定会记在心上 看着黑盘离去 火烈又忍不住冲着消沉叮嘱了起来 同时也有些惭愧 因为几十万的仙精对于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要是卖给黑盘的话 简直要亏大了 毕竟这个火红色的珠子 这一次可是付出了天大的代价才弄到手的 直接卖给黑盘的话 几万的仙精还不够他们这一次的成本 所以为了这几十万的仙精 他也不得不按照消沉说的拒绝了黑盘 但是却为消沉带来了大麻烦 消沉文言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 道 火烈大哥此言诧异 之前我和大黄刚进入仙界的时候 还不是承蒙火烈大哥和村落当中的兄长们官长 才有了机会败入到了南陵先宗 至于这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我并不在乎 除非那个黑盘自己也想死 对了大黄兄弟呢 这次怎么就消沉兄弟你自己出来了 大黄兄弟没有跟着你一起来吗 听到消沉提起大黄 火烈这才反应过来 关心地问了一声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他闭关了 加入到南陵先宗之后 大黄的运气不错 直接拜了一个长老为师 他的师尊对他很好 现在让他闭关提升修为呢 消沉笑着说了一声 厉害厉害 火烈文言有些羡慕地砸巴了一下嘴巴 随后才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 又诧异地看了两眼消沉 然后又感慨了起来 看来消沉兄弟在先宗之内也混得不错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加入到南陵先宗之后 普通的真仙境弟子是不可以外出的 消沉兄弟现在真仙体二重天 就可以随意地出入城池 很显然在先宗内应该也混得不比大黄差吧 运气 运气 好了 客气的话 火烈大哥就无需再多说了 你现在去南陵先宗分部 所在的那条街道上等我一会儿 我去给你搞一点解除黑魔毒的丹药 你直接带回去吧 这次我出去的时间有些紧迫 不能和你一起回村落当中去看望诸位道兄 还请火烈大哥帮我向诸位道兄们道个不是 消沉摆了摆手 随后便没有再多说 冲着火烈叮嘱了一声之后 他自己便直接离去了 解除黑魔毒的丹药 他手中并没有现成的 还得去找一个地方现场炼制 不过这自然不能让火烈看到 虽然和火烈之间的关系不错 也愿意为了火烈不惜得罪这个天仙境的黑盘 但是炼丹这件事情毕竟事关自己的隐秘 还是要小心一点的好 所以消沉直接去城中找了一个客栈 要了一间房间 让焚煞剑帮忙布置下了几个禁制 防止别人窥视之后就开始了炼丹 破魔丹 特殊辅能够解除大部分的普通毒素和一些特殊的负面状态 这种丹药的用途很广 一般去某一些绝地探险或者去一些特殊的地方 服用一颗破魔丹就会让自己的生存性得到极大的提升 因此销量非常的广泛 一颗破魔丹市场价是在两万千金左右 这种特殊的辅助类丹药价格一般都是比较贵的 因为承担率通常都比较低 而且比较难以炼制 萧辰大哥只需要炼制成功一炉 就可以拿去给火炼让他带回去了 东黄中又冲着萧辰详细地解释了一下 这么贵 这么说按照我的成功率 炼制成功一炉 对起码也会有六颗完好的丹药 就是十多万千金 萧辰听到这个破魔丹的价值之后 有些惊讶 是啊 毕竟不管怎么说 破魔丹也是非常特殊的那种辅助类丹药 价格还是很贵的 而且破魔丹还不是我给萧大哥你的 那十多种终极丹药当中最贵的呢 所以我之前才说 只要萧大哥你能够成功炼制终极丹药 而且成功率不低的话 想要赚钱是非常容易的 东黄中点了点头 一脸的理所当然 以他的身份自然不会拿出来那种普通的终极丹药 来以次充好 好吧 多谢你了 小钟 萧辰砸巴了一下嘴巴 才算是对中黄中给他的那十几种丹药的价值有了一个相对直观的认识 然后感激地冲着东黄中说了一声 毕竟如果没有东黄中的帮助 他不可能这么顺利地达到现在的高度 哈哈 小意思 大哥你强大了 才能帮我去找老主人呀 而且大哥你的炼丹造诣 如果再提升一些 能够炼制高级丹药的话 到时候 我还会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 听到萧辰感激的话语 东黄中则是有些不好意思地害羞了起来 萧辰冲着他笑了笑 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因为现在左方等人还在感染着黑魔毒 情况危急 火烈也在那边等他 他也不想再浪费时间 因此 萧辰直接就开始炼制破魔丹 这种特殊类的终极丹药 炼制起来还是颇为复杂的 不过 萧辰有着超高的炼丹天赋 炼制起来倒是并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麻烦 只是相对于炼制那些普通的终极丹药来说 要稍微仔细和小心一些 不能出现任何一丝一毫的失误 否则都会导致破魔丹的失败 而这破魔丹的成本也不算太便宜 一炉丹药的成本就大概要五六千仙精材料的零食才可以 因此 萧辰也还是非常的认真的 毕竟如果失败的话 损失的可就是好几千的仙精 也会让他感到一阵肉疼了 好在他的运气不错 再加上之前在宗门的时候也已经炼制了不少的终极丹药 对于终极丹药的炼制还是非常有把握的 再加上他那超高的炼丹天赋以及成功率 在小半个时辰之后就成功地炼制出了一炉破魔丹 呜 炼制这种特殊丹药还真的是比炼制那些普通丹药要麻烦多了 也累了不少 炼丹成功 消沉微微感慨了一声 炼制破魔丹不仅比炼制普通的终极丹药要耗费精神 连时间都比炼制普通丹药要长上不少 这是当然了 毕竟怎么说也是非常厉害的特殊终极丹药 自然不是普通的丹药可以比拟的 东皇忠笑了起来 要是这种特殊的丹药也和普通的丹药那么容易就炼制出来 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价值了 不过虽然累一点 但是还是赚得很多的嘛 六千仙金左右的成本 卖掉之后就能净赚十一万多 这简直是暴力呀 消沉看着那六颗精盈剔透的破魔丹 还是忍不住感慨 笑大哥 你要知道 如果不是你的成功率有这么高 如果是普通的终极炼丹师 来炼制这种特殊的丹药的话 十次能够成功一次就不错了 普通的终极炼丹师 炼制同等级的终极丹药 十次当中成功两次就算不错的了 运气好一点的话 可能成功三次 而炼制这种特殊的丹药 十次都不一定能够成功一次呢 有时候甚至还要倒贴 不对 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需要倒贴不少成本才可以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赚钱的速度 都能和萧大哥你比的 东黄中听到萧辰的话之后 则是有些无语地撇了撇嘴 他觉得萧辰老是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并不是说炼丹真的就这么容易 每一次都能够以极少的成本 去赚取大量的先经 那样的话 哪怕炼丹再困难 也肯定会有大量的人拼了死命都要去学习 炼丹 根本不是这么容易的好吗 咳咳 好吧 萧辰干咳了一声 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也知道 普通的炼丹师 跟他完全没有办法相比 他那诡异莫测的炼丹天赋 再加上超高的成功率 才会让他自己炼丹赚钱变得这么容易 否则的话 别说是同一级别的终极炼丹师 哪怕是高级炼丹师 在炼制这种特殊的终极丹药面前 成功率也都是十次能成功一次就不错了 赚钱的速度 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夸张 好了 先去把这些破魔丹给火烈大哥 让他带回去 萧辰并没有再多想什么 直接就离开了这个客栈 朝着分布所在的方向快速地赶了过去 先前他让火烈在那边等他 就是因为他想要在炼制了丹药之后 顺路从分布当中乘坐传送阵回到先宗之内 很快他就见到了火烈 然后把手中的丹药递给了火烈 火烈大哥 这丹药可以破除黑魔毒 但是这种丹药比较特殊 所以还请火烈大哥帮我保密一下 不要传出这种丹药是我给火烈大哥的 否则的话 我将会有无穷的麻烦 萧辰把手中的丹药交给火烈之后 响了一下 还是又叮嘱了一声 虽然那个黑盘肯定能够猜测出来 破解黑魔毒的丹药是从自己的手中流露出去的 但是以那个黑盘对自己的修为不屑的样子 也可以看得出来 只要不透露出破魔丹具体的功效和名字 黑盘也顶多以为自己动用了先宗之内的关系 从而仇道地破除黑魔毒的东西 不会想到是自己炼出来的这种逆天的破魔丹 毕竟现在以他的修为 只是真先进二重天 在仙界之内简直是弱得不能再弱 没有人会想象到他竟然能够炼制出这种高级的丹药 就连火烈听到了他的话之后 也都没有任何的怀疑 而是万分的感激和惭愧地说道 小陈兄弟肯定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才换到了这些厉害的丹药 让老哥真的是万分惭愧 将来小陈兄弟如果有什么任何用得到老哥的地方 尽管开口 只要老哥能办到 绝对是在所不辞 小陈兄弟放一万个心 这件事情我不会再对旁人说起的 火烈大哥严重了 一些小事而已 至于代价也不算什么 火烈大哥 现在就赶紧回去吧 把这些丹药给左方大哥他们服用了 而且最好能换一个地方 免得那个黑盘去报复 最好把村子迁移到靠近城池的地方 小陈摆了摆手又说了一声 嗯 回去之后我就尽快去办这件事情 这段时间我们也弄到了不少仙精 再加上把手中的这个火红色的珠子卖掉之后 大家凑一凑手中的仙精应该也有不少 把村落迁移一下 应该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火烈点了点头 其实不用小陈提醒 他自己也有这个想法了 那就好 不过很可惜 最近这段时间 我的手中也是非常的拮据 没有多余的仙精可以帮助火烈大哥 不过再等上几个月的时间 到时候我的手中应该就会有不少的仙精 那个时候如果火烈大哥还需要的话 就可以给我传讯 萧辰文言又笑着说了一声 此时此刻 他的手中真的是没有哪怕是一块的仙精了 全部都用来去购买那些炼丹的材料了 小陈兄弟 你说这话不是在打我的脸吗 你都给了我这么多珍贵的丹药 还说什么仙精 其实我也知道 虽然加入到仙宗之中 在某些方面会比我们这些散修好混得多 也会有月凤发放 但是在仙宗之内也是要打点关系的 其实消耗也并不比我们少 反而更多 毕竟仙宗之内的竞争是那么激烈 小陈兄弟就不需要再操心我们的事情了 等到我们把村落迁移完毕之后 要是手中还剩一些仙精的话 小陈兄弟有需要 也可以随时和我传讯 火烈哈哈大笑了一声 然后又冲着小陈拱了拱手 直接告辞离去 现在左方他们还深中剧毒 时间真的是很紧迫 不敢再多做耽搁 小陈也并没有挽留 目送火烈离去之后 他也回到了分部当中 让分部的那两个外门弟子开启了传送阵 又把他传回到了南陵仙宗之中 回来之后 他并没有直接去张掌老和鬼老头那里 而是传讯给了他的这两位师尊 他已经回来了 让两人放心之后 就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别院当中 开始炼制丹药了 之前炼破魔丹的经历 让萧辰知道这些特殊的终极丹药 虽然难以炼制 但是价值实在是不菲 而且这些特殊的终极丹药炼制起来的时候 更加耗费心神 也就意味着能够让他的炼丹熟练度提升得更加多一点 能够让他对于炼丹有着更多的感悟 所以炼制这些特殊的终极丹药 对于目前的他来说 除了可以挣钱 更是可以提升他在炼丹树上的造诣 所以萧辰刚刚回到宗门当中之后 就立马迫不及待地钻到了房间当中 开始炼制丹药 当然炼制丹药最大的动力就是能够赚钱 破魔丹还不是其中最赚钱的呢 可是即便如此 一炼破魔丹就能够让他净赚差不多十一万左右的仙精 在这个世界上没钱是不行的 所以一想到自己如果把这些所有的丹药全部炼制出来之后 能够赚一百多万的仙精 萧辰就浑身上下充满了干劲 毕竟有了仙精他就可以去购买一些更好的提升修为的东西 一些稍微厉害一点的天才地宝让他的修为快速地提升一下 真仙精实在是太弱了 连独自出去的资格都没有 这次炼丹 萧辰一共炼了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这一次所炼制的丹药 全都是东皇中传授给他的那些特殊的中级丹药 炼制起来比普通的中级丹药都要耗费一点时间 比之前那些初级的丹药耗费的时间当然就更久 所以两个多月的时间 萧辰也只是把买回来的材料炼制了一部分而已 不过虽然只是先炼制了一部分 但是萧辰却觉得自己对于炼丹的掌握又加深了几分 有些比较熟悉了起来 很显然 这些特殊的中级丹药 的确是如同东皇中之前所说的那样 不仅可以让他挣钱 还可以让他对炼丹方面有着不小的提升 哦 剩下的材料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应该就能够全部炼制成功 不过 现在得先去鬼老头那里 到时间了 虽然萧辰有些想要继续沉浸在炼丹的过程当中 但是却不得不暂时停下炼丹 因为又到了半年一次的轮换时间 他现在必须得去鬼长老那里学习阵法 半年一次轮换 自己之前还觉得时间很充足 现在看来不管是阵法还是炼丹 到了比较高深一点的程度的时候 半年的时间根本不算什么 萧辰嘀咕了一声 嘿嘿 萧大哥 你现在还算是好的 等以后炼制那些真正超级逆天的丹药 或者布置超级厉害的阵法的时候 炼一次丹 就需要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呢 时间对于仙人来说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东黄中和焚煞剑两个小家伙同时嗤笑了一声 我先去鬼老头那里 上次他给我的那几个阵法也只是初步掌握了一下 并不是很熟练 希望这一次他不会怪我懒惰 萧辰咧了咧嘴 上一次鬼老头给了他几个比较厉害的阵法 其中还包含了两个幻阵 但是由于现在阵法并不能直接帮助他快速地赚钱 所以萧辰还是把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炼丹上面 对于那两个幻阵的掌控还并没有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 不知道鬼老头会不会责怪他偷懒 不过很显然是他想多了 当他去找鬼老头 告诉鬼老头他已经把那些阵法初步掌握了之后 鬼老头的双眼还是忍不住又瞪大了 尽管早就知道萧辰在阵法一道上的天赋非常的厉害 但是要知道上次他给萧辰那好几个厉害的阵法 包括那两个幻阵 也是刻意存在考验萧辰的意思 并没有期待萧辰在半年内能够掌握 尤其是那两个幻阵 想要掌握根本是半年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就算是专心钻研 也最起码得两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掌握 他把那两个幻阵给萧辰 就是存在了敲打的意思 想让萧辰知道阵法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想让萧辰因为看到自己 在阵法一道上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天赋 从而感到沾沾自喜和骄狂 却是死活也没有想到 萧辰竟然真的在半年之内就把那两个幻阵也给掌握了 这下鬼老头好一阵无言 完全没有料到 现在不仅没有起到任何敲打的效果 反而自己又一次被萧辰震惊了 这个臭小子 在阵法一道上的天赋到底有多拟天 鬼老头看着 有些一脸忐忑的萧辰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师 师尊 是不是弟子对阵法的掌握没有达到您老人家的要求 萧辰看着鬼老头一脸无语的样子 还以为鬼老头是对他这一次对阵法的掌握程度有些不满意呢 看着鬼老头两久都没有说话 萧辰忍不住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了一声 你这个小东西 鬼老头听到萧辰的话之后 差一点就没忍住 想要抬起巴掌直接给萧辰来一巴掌 他觉得萧辰这个小东西实在是太气人了 说什么不满意 简直是无法更满意了好吗 要不是看着萧辰一脸认真诚恳的样子 他真怀疑萧辰是故意说这种话来气他的 你掌握的还不错 不过也千万不能骄傲 以后要更加认真努力虚心的学习才行 知道吗 这一次的阵法掌握程度考核 算是勉勉强强马马虎虎的过关了 鬼老头深吸了一口气 强行忍住了想要夸奖萧辰的冲动 而是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声 因为现在萧辰在阵法上的天赋已经太变态了 他觉得自己真的不能再夸了 再夸几次 真怕萧辰会把尾巴都撬上天去 也是时候该敲打一下萧辰这个家伙了 看来你之前的半年当中的确没有偷懒 那么这些阵法你就继续带回去钻眼吧 有什么不懂的再过来问我 鬼老头也懒得再和萧辰多说什么 直接就甩出了一个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玉剪丢给了萧辰 随后双手一拍直接离开了 这还真是要把自己给放养了 萧辰见状郁闷地翻了一个白眼 而萧辰却并不知道 其实在鬼老头的心中比他的郁闷更加郁闷 因为这好几次以来 萧辰从来就没有问过他关于阵法上的任何问题 这让鬼老头的心中多多少少 其实还是有一些感受到了打击 他觉得自己收的这个徒弟 他自己完全帮不上什么忙啊 没有一点点作为师尊的存在感 我就不相信小臣这个小东西在阵法一道上的天赋 真的能逆了天不成 这次我给他的几个阵法当中可是有几个非常厉害的 他要真的能够在半年当中全部掌握的话 那我回头改叫他为师尊 鬼老头看着萧尘一脸郁闷离开的背影 嘴角却是勾勒出了一个说不出的古怪笑意 在心中冷哼了一声 而萧尘自己还不知道 因为他接二连三几次的表现 让鬼老头觉得受到了打击 所以这一次竟然给他设置了非常艰难的考验 所以萧尘在回去之后 开始学习阵法的时候才忽然发现 这次的阵法难度比之前提升了几十倍都不止 让他有一种难以下手的感觉 天哪 萧大哥 这个老家伙坑你呢 他给你的阵法都是高级阵法 而且其中两三个高级阵法 还是在高级阵法当中都算是非常变态的那种 哪怕是高级的阵法师想要掌握起来都非常的困难 他却要你在半年之内掌握 这不是在坑你吗 本煞剑的声音忽然传来 让正在皱眉的萧尘瞬间一愣 高级阵法 开什么玩笑 我现在连初级阵法师都算不上吧 他竟然给我高级阵法 小煞 你没有看错吗 萧尘惊恶万分 虽然他表现出来的天赋很厉害 可是终究只是接触了阵法这么短时间的人 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非常厉害的存在 虽说他在阵法上的天赋很厉害 可是实际上对阵法的造诣真的是非常的浅薄 严格来说的话 他现在连一个厉害一点的初级阵法师都算不上 可是鬼老头却直接给了他高级阵法 而且还是非常变态的那种高级阵法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我怎么可能看错呀 这几个阵法绝对都是高级阵法 这个老家伙不知道在想什么 怎么会一下子给你这么厉害的阵法 焚煞剑也是万分的疑惑 这 萧尘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因为他也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鬼老头现在给他高级阵法是出于什么缘故 或许鬼老头给萧大哥你这几个高级阵法 并没有让你在半年内立刻掌握的意思 或许他只是在考教你一下 想要看看你的阵法天赋和潜力极限在哪里 东黄中却是忽然开口分析了起来 若是论箭矢的话 他们三人当中东黄中的箭矢是最广的 焚煞剑除了对阵法方面有着不知从哪里来的传承记忆之外 对其他方面是一无所知 但是东黄中不同 东黄中有着以前仙界的丰富经历 所以东黄中看事情会看得更加全面 这种事情其实也很简单 一些师尊都会用这样的办法 在不知不觉当中对弟子的极限潜力做一个试探 应该是肖大哥你这几次表现得太厉害了 所以才会让鬼老头一下子给了你这么厉害的阵法 他这次给你的阵法 当中有一些厉害的初级阵法和一些中级阵法 再加上这些高级阵法 我可以肯定鬼老头一定是想要看一下你的极限在哪里 所以肖大哥你其实也完全不用紧张 那些高级阵法吧 半年之内无法领悟就无法领悟 鬼老头肯定也不会说什么 他应该就是在考验你 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那么就算这半年之内我无法领悟这几个高级阵法 想必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肖沉文言却是有些松了一口气 他相信东皇忠的推测多半是八九不离十 毕竟东皇忠一般在没有足够的把握之下 是不会轻易开口的 肯定没问题 这个老头肯定是想要试探你一下 肖大哥就尽力而为好了 不要想太多 能掌握的就掌握 不能掌握的也没什么 反正肖大哥你现在已经表现得足够妖孽了 不管如何 鬼老头对于是否要收你为亲传弟子 心中肯定也就早已有了定数 这一次的考验估计多半也是临时兴起的 并不会对肖大哥你将来造成什么影响 东皇忠再度开口 语气极其的笃定 肖沉见到东皇忠都这么说了 心中也就不再多想 对于东皇忠 他当然是非常非常信任的 毕竟东皇忠对于仙姐的事情 知道的比他们多了太多太多 如果让鬼老头听到东皇忠的话 本就郁闷的心情肯定会一口老血直接喷出来 因为东皇忠的猜测 真的是几乎非常贴近 鬼老头心中的想法 有了东皇忠的提醒 肖沉肯定不会全力以赴地去感悟那几个高级的阵法 肯定会让鬼老头的一些想法落空 因此半年以后 肖沉的确也是没能掌握那几个高级阵法 倒不是他不想掌握 虽然从东皇忠那里知道 鬼老头多半是在考验他自己 但是说实话 肖沉的心中也还是想拼一下 看看自己能不能掌握高级阵法 然而事实是以他现在的阵法造诣 的确还无法跨越大境界 掌握这种高级的阵法 就连那几个很厉害的初级阵法 他都是掌握得很勉强 倒是其中有一两个普通一点的中级阵法 他也同样是掌握了 看来这阵法跟炼丹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第一级当中比较厉害的东西 相对于高一级普通的东西来说 都还是比较难以掌握的 肖沉撇了撇嘴 随后便不再继续参悟 半年的时间又到了 他又得去张长老那里了 这种两头跑的日子 也让肖沉感觉到有些颇为的无可奈何 不过这一次去张长老那里 倒是没有费什么麻烦 反正他已经掌握了终极炼丹术 张长老的震惊自然是免不了的 但是在震惊过后他也真的已经习惯了 或者说是麻木了 随后张长老也是非常干脆地塞给了肖沉几张丹方之后 同样是撒手不管了 肖沉已经无力吐槽了 然后非常知趣地转身就走 没有多做停留 他回去把张长老给他的几张丹方随意地练习了一下 就放在一旁不管了 这些丹方都是普通的终极丹药的丹方 对于目前的他来说 帮助并不是太大 他还是继续炼制之前 并没有完全炼制完毕的那些特殊丹药 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终于把上一次从南风城当中购买回来的 那些特殊丹药的药草全部都炼制完毕 而炼制了这么多 他失败的次数一共也不超过十次 这个成功率随着他炼制的次数越多 已经远远超过了八成 提升到了九成之多 甚至可以说 有时候是十成十的成功率了 对于成功率的提升 肖沉心中倒是并没有太大的惊喜 最为直观的感受就是 随着成功率的提升 让他损失的药材更少 赚得更多一点 炼制这些丹药之后 肖沉又厚着脸皮找到了张长老和鬼老头 向他们两人又讨要了一次去南风城的机会 当然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都非常的惊讶 肖沉为什么要老是朝着南风城中跑 但是作为肖沉的师尊 现在又看到肖沉如此厉害的天赋 不管是在炼丹上还是在阵法一道上 都没有拉下什么之后 再加上两人觉得都并没有给肖沉提供太多的帮助 拜师之后几乎都是放养 肖沉也没有询问过他们什么问题 几乎都是依靠自己的天赋进展的如此神速 所以两人也觉得对于肖沉还是有些亏欠的 对于肖沉这唯一的一个要求 两人自然是毫不犹豫的就给肖沉办了 这倒是让肖沉行事起来方便了不少 甚至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 根本都没有问他去南风城要办什么事 或许在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的心中 还觉得肖沉初入仙界 对仙界的事情都比较好奇 也很难耐得住性子在松门内长期待着 偶尔的去城池当中散一下心也是挺好的 所以两人根本什么都没有问 也是肖沉在庆幸之余 对于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暗暗感激 不管怎么说 这两个人对他还是真心好的 轻车熟路的手持从内务堂领到的令牌 肖沉直接传送到了南风城当中的分部之内 分部之内依旧是上一次的那两个外门弟子在迎接他 见到肖沉仅隔了半年多就又到了之后 两名弟子对于肖沉更加的恭敬了起来 毕竟这种随时随地都能够出入宗门的普通真尖镜弟子 在宗门内的背景都是很大的 他们这种外门弟子绝对招惹不起 肖沉也没有和这两个外门弟子多说什么 在两人恭敬的神色当中就直接离开了 肖沉 你说我们的这些丹药去哪里卖比较合适 是分散开来卖给那些各个商铺呢 还是在压 乔庄打扮了一番之后 肖沉冲着东黄中问了一声 来到仙界之后 东黄中已经成了他们的智囊 当然不 这次肖大哥你要出售的可都是那些特殊的中级丹药 这些丹药的特性都是比较特殊的 而且肖大哥你手中的丹药数量比较大 那些普通的商铺吃不下 就算能吃得下 也会对肖大哥你动一些歪心思 估计在城里就会有人直接对你下手 那些商铺的背后 多多少少都和一些不能站在明面上的势力 有一些关系 我给你的那些能够出售的特殊的中级丹药 也都是非常罕见的那种 这小小的南风城当中 应该没有人能够弄到那种丹药 所以还是保险一点 我们直接去先报格售卖 东黄中摇了摇头 直接为肖臣指明了路 先报格是仙界的超级势力之一 这种势力是属于超然于物外的那种 异常庞大的势力 不是哪一区域的一些超级宗门可以比拟的 先报格的分布在仙界的任何一座城池当中都有 而且屹立仙界无数年不倒 信誉和口碑都是非常有保障的 在先报格当中售卖东西不管多么珍贵 客人的安全是有一定保障的 所以现在我们去先报格售卖是最好的 虽然先报格给出的价格可能比黑市要稍微便宜上那么一丢丢 但是其实也无关大雅 毕竟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这么厉害 分布竟然可以遍布仙界的任何一座城池 肖尘有些惊讶 虽然他飞升到仙界的时间也真的不能算短了 但是一直都是在南陵仙宗之中 对于这些常识还是知道的不太多的 现在听东皇忠这么一说 对于这个仙宝格他也感到了有些敬畏 厉害得很 当年我的老主人身份地位那么高 都不敢招惹仙宝格 不过话说回来 仙宝格里以做生意为主 都是生意人讲究一个和气生财 所以仙宝格对于那些厉害的炼丹师也好 阵法师也好 或者其他有能力有手段的仙人都是拉拢的 不会去刻意地交恶 我的老主人当年就是仙宝格里的超级贵宾 东皇忠也是用难得一见的口气 去说某一个势力厉害到了极致 好吧 那我们就去仙宝格售卖吧 肖尘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毕竟东皇忠所说的也是实情 他们现在少赚一点仙精没有关系 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毕竟在这仙界之中 现在只有真仙境的他实在是太弱了 万一去黑市的话 有些人对他动什么手脚 估计他连向宗门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仙宝格实在是好找得不得了 在每一个城池最繁华的地带 就铁定有仙宝格的分布 因此 肖尘在乔庄打扮之后 就直接进入到了南风城当中 仙宝格的分布之内 很快就有一个穿着一身红袍 极其美艳的女子 扭着水蛇腰朝着他靠近了过来 这位贵宾来到仙宝格 可是需要购买一些什么吗 这个水蛇腰的女子 虽然并没有表露什么气势 但是肖尘却觉得 此女最起码也是天降境的强者 但是对他却是非常的客气 并没有因为他只有 真仙境二重天的微弱修为 而对他有任何轻视之心 很显然 这仙宝格的确是如同东皇忠所说的那样 开门做生意 讲究一个和气生财 对谁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并不会因为修为的高低而有什么轻视 毕竟在仙界当中 虽然尊敬强者 但是也有一些豪门的弟子 虽然修为低 可是身家却不是一般的丰厚 因此仙宝格并不会因为修为而去轻视任何一个进入仙宝格的人 对待每一个客人都是一样的态度 一样的认真 这倒是也让肖尘感慨不已 仙宝格能够成为仙界最大的商铺 的确是有原因的 背景和实力强大是其中一个方面 这服务态度自然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了 这次前来是想卖一些东西 并不是想买一些东西 肖尘看了一眼这个美艳的女子 眼中并没有多少情欲的波动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 虽然这个一身红衣的美艳女子 浑身上下都透着魅惑人的气息 面孔也真的是极为的妖艳 但是肖尘也并不是没有见过什么女色的人 也不会见到任何一个漂亮的姑娘就有非分之想 更何况这个美艳的女子的实力可是比她强得太多了 还是仙宝格当中的一位直视 虽然欣赏这个女子的美 但是却不会有其他任何的想法 哦 卖东西 不知贵宾想要卖一些哪方面的东西 贵宾别误会 我们仙宝格当中 根据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收购方式和鉴别方式 知道贵宾想要卖什么东西的话 可以更加有效快速地帮助贵宾完成自己的交易 这个红衣的女子听着肖尘的话 也并没有什么意外之色 依旧是迅速认真的说了一声 担要 肖尘淡淡地吐出了两个字 好的 贵宾请随我来 红衣女子听到肖尘要售卖丹药之后 也依旧表现得很平常 冲着肖尘欠了欠身 随后带着肖尘朝着仙宝格的二楼走了过去 仙宝格的一楼大厅都是用来卖东西的 收购都是在二楼 二楼当中同样摆放着一些东西 不过都是价值比较珍贵的 二楼的人数也比一楼的少一点 红衣女子带着肖尘直接进到了二楼当中的一个房间之内 王老 这位贵宾想要出售一些丹药 还请您老鉴别一下 红衣女子冲着房间内一位须发揭白的老者恭敬地说了一声 哦 好的 这老头只是随意地点了点头 对于这些事情也是习以为常 可见前来售卖丹药的人其实也并不少 虽然南风城并不是一个大的城市 可是仙人的数量却不少 彼此厮杀争斗 得到一些战利品 当中就有一些自己用不上的丹药 都会拿来售卖 所以仙宝阁当中售卖的一些丹药 有一部分的来源都并不是炼丹失恋制的 而是那些仙人们在厮杀之后获取的战利品 前来仙宝阁售卖换取仙精 随后老者就看着肖尘淡淡道 贵宾 请把你想要售卖的丹药都拿出来吧 贵宾完全可以放心 我们仙宝阁同搜无期 绝对会按照最公平的价格 给你的丹药做出一个评估 好 麻烦前辈了 肖尘微微合手 然后客气地说了一声 直接一挥手 面前就出现了大量的丹药瓶子 里面装的全都是他之前炼制的那些特殊的中级丹药 他之所以这么干脆地把所有的丹药一次性拿出来 并且不担心这些家伙们杀人夺宝 除了是因为刚刚见识到了仙宝阁的一些惊人的实力 也是因为东皇忠之前对他的叮嘱和仙宝阁完全放心 所以才会如此 这么多 看到肖尘拿出来的丹药数量 这个须发揭白的老者和一旁的红衣女子都有些微微惊讶 因为按照寻常情况来说的话 那些修士们彼此厮杀获取的战利品通常都不会太多 前来售卖有个一两瓶都是很不错的了 但是肖尘拿出的丹药却足足有好几十瓶 这些如果全都是依靠厮杀当中获取的战利品来积累的话 那就未免有些可怕了 两人又不由地朝着肖尘打量了起来 肖尘虽然伪装了一下 伪装了自己的面容 但是修为气息却是无法掩盖住的 红衣女子和这个须发老者一眼就能够肯定 肖尘的真正修为是真仙境二重天罢了 除非肖尘的隐匿手段比他们强悍太多太多 才能在他们的面前连修为气息都能够隐匿的 但是的弟子或者仆从才会一次性拿出这么多的丹药来售卖 不得不说着老者和女子经历的事情太多 仅仅是从这些丹药的数量上就把事情推算得八九不离十了 当然他们没有敢推测这些丹药是肖尘自己炼制的 毕竟这样这事实太过惊悚 一个真仙境二重天的家伙能够炼制如此多的丹药 这绝对是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随后这老者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就打开了其中的几瓶丹药看了一眼 虽然丹药的数量很多 但是如果都是低级丹药的话 那么赚的也并不多 不过等他查看了这些丹药的品质之后 这须发揭白的老者也忍不住张大了嘴巴 这些都是特殊的终极丹药 老者的语气当中透着浓郁的惊讶 这些都是终极丹药 他并不惊讶 可是却是特殊的终极丹药 其中甚至是有一些 连他都感觉到非常惊艳的终极特殊丹药 因为有一些终极丹药的炼制方法 现在都已经失传 可是肖尘却拿了出来 这就让老者心中不由地郑重了起来 一旁的红衣女子听到老者的话 见到老者惊讶的神色之后 也同样诧异地看了一眼肖尘 毕竟能够让这个老者都露出这样一副精荣 可见肖尘拿出的这些丹药 有多么厉害了 肖尘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 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些特殊的终极丹药 都是东皇中精挑细选的 可以拿出来卖的 其中的确有一两种 是非常珍贵特殊的那种终极丹药 这样做的原因 就是为了能够让肖尘 在仙宝阁这里也得到一些重视 毕竟肖尘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很有可能都要连续在南丰城的仙宝阁分布当中售卖丹药 如果能够得到天宝阁当中这些执事们的重视 能让肖尘得到一些不少的额外好处 而现在看来似乎得到了一点点的成效 这个仙宝阁的执事对于肖尘拿出来的这些丹药 显然是非常的重视 而这老者在最初的惊讶之后 也把肖尘拿过来的丹药挨个儿清点了一遍 连连惊叹了起来 厉害 厉害 这其中除了一少部分普通的终极丹药之外 剩下的全都是特殊的终极丹药 这位小兄弟 数老头子多一句嘴 这些丹药可是炼丹师大人 让你拿来卖的吗 此话一出 则是让一旁的红衣女子有些惊讶地看了一眼老者 要知道这个老者也同样是一个练丹师 但是此时此刻 却称呼肖尘背后的那位练丹师为大人 可见肖尘背后的那位练丹师 要比这个老者还要厉害许多 是 肖尘淡淡地吐出了一个字 没有多说任何一句废话 这是东皇忠告诉他的 虽然要和仙宝阁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 仙宝阁的信誉也值得信赖 但是能不透露隐私 尽量还是别透露的好 呵呵 好 既然是这样的话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些丹药的总价值是一百九十多万现金 不过由于小兄弟拿来的这些特殊的终极丹药 都比较稀少和罕见 所以老头子做个主 给小兄弟凑成一个整数 整整两百万现金 不知小兄弟意下如何 老者看着肖尘的神色和态度 呵呵一笑 没有再多说什么 虽然心中对于肖尘背后的那个练丹师极其的好奇 但是老者也更加清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所以还是要慢慢来的好 因此也没有多提其他的事情 而是先把丹药的价钱给报了一遍 好的 那就多谢前辈了 肖尘点了点头 冲着此人微微恭声表示感谢 这个价格和东黄中之前给他报出来的价格相差不是太大 之前东黄中就说过了 这些丹药卖了之后他能净赚一百多万的现金 现在扣掉之前购购买材料的五十万现金其实也差不多 红月 区区一张白银鬼宾卡过来 一兵赠予给这个小兄弟 老者见到肖尘答应之后 眉头一挑 并没有直接拿出仙金给肖尘 而是冲着一旁的红衣女子说了一声 红衣女子文言露出了几分说不出的惊讶之色 看了看肖尘又看了一眼老者 似乎有些疑惑 嘴唇动了动 显然是在冲着老者传音 不过很快 红衣女子就躬身退出去了 肖尘听到这句话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示 毕竟他对仙界的事情根本不清楚 也不理解这个老头为什么要说给他一张白银贵宾卡 但是听到这个老头的话 东皇忠却是直接就在肖尘的脑海当中嘀咕了起来 肖大哥 这次你赚大了 仙宝阁的白银贵宾卡 可是相当难得的东西 这玩意儿并不是说有钱就一定能够得到的 而且因为这些丹药 直接给了你一个白银贵宾卡 以后肖大哥在仙宝阁内购买东西 除了一些非常珍贵特殊的玩意儿 都能够享受到不小的优惠呢 长期以往能省下不少的钱 而且仙宝阁的贵宾卡还有着一些特殊的作用 总之好处不小 哦 那这次还真的是赚大了 不过这都得感谢小钟你 要不是小钟你的话 我也不可能得到这贵宾卡 肖晨文言点了点头 不动声色地冲着东黄中传音了一声 表面上并没有露出太大的情绪波动 毕竟不管怎么说 以前在夏威界面的时候 也是霸主级别的存在 也不会为了这一点点的额外惊喜 就到喜行余色的地步 小事 看来这个老头还是识货之人 知道肖大哥你拿出的这些特殊的丹药 都非常的珍贵和难得 竟然拿出了一张白银贵宾卡 想要教好肖大哥你 东黄中咧嘴一笑 也是很有些开心 毕竟进入仙界后举步维艰的日子 可以说从今天开始就已经过去了 以后只要肖晨的实力提升起来 他就有很大的希望和机会 能够再去找到他老主人的信息 虽然他的老主人一次死亡 他也一直在说他的老主人可能陨落 但是实际上 东黄中的心中还是抱着那么一丝幻想的 放心 肖中我以前就说过了 只要我有能力去外面闯荡 就一定会尽全力去寻找你老主人的一切信息 肖晨感应到了东黄中的情绪变化 又认真地向着东黄中说了一声 嗯嗯 我知道的 肖大哥也不需要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等会儿仙境到手之后 肖大哥买一些东西再回去 这次回去之后 肖大哥的修为应该就能提升到真仙境三重天了 东黄中点了点头 又冲着肖晨叮嘱了起来 好 肖晨点头 随即便没有再和东黄中多说什么 因为那个叫做红月的红衣女子已经又进来了 尊敬的贵宾 这是我仙宝阁通用的白银贵宾卡 持此卡在仙宝阁所有分布当中 购买不同的东西都能够享受不同的优惠 最高能够享受八折的优惠 并且能够享受我们仙宝阁提供的一些额外其他服务 红月直接把白银贵宾卡恭敬地交给了肖晨 随后解释了一声 谢谢 肖晨不动声色地接过了贵宾卡 平淡地道了一声谢 心里还是有些高兴的 毕竟有了这个贵宾卡 就能够享受到不少的折扣 这样算下来的确是能够省不少的钱呢 贵宾客气了 不知贵宾客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服务的吗 红月又恭敬地问了一声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我要购买一些东西 肖晨点了点头 直接把东皇中跟他说过的那些要购买的 去帮助他提升修为的东西 名称直接说了一遍 小兄弟需要的这些东西 并不是太过珍贵之物 这些东西的原价值需要一百三十万仙京 小兄弟只需要付一百万仙京就可以 一旁的那个王老听到肖晨爆出的东西之后 呵呵笑了一声 直接一下子就给肖晨减免了三十万的仙京 这倒是让肖晨发自内心的冲着这个王老说了一声谢谢 毕竟他现在虽然可以依靠炼丹来买大量的仙京 但是对于目前现阶段来说 依旧还是入不服出的局面 这几十万的仙京对于他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一下子减了这么多 就能够让他购买更多的材料去炼制更多的仙丹 这减免的可是实打实的白花花的钱呢 小兄弟 老夫多嘴再问一句 以后如果小兄弟的那位炼丹师大人 有什么担忧的话 是否还会继续在这边售卖 王老冲着红月挥了挥手 是以后者去直接拿肖晨需要的东西 他则是冲着肖晨又笑咪咪地问了起来 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 肖晨笑了一下 刚刚东黄中提醒过他 这个老头之所以付出一张白银贵宾卡的代价来交好他 就是看中了他背后的那位所谓的炼丹师 现在果不其然 正事还是问了 肖晨笑着回道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我师尊的确是还会继续售卖一些这种丹药 不过时间可能不太固定 如果售卖的话 我一定还会来掀宝阁找前辈的 哦 那就太好了 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丹药 兄弟可一定要来找我呀 到时候我再给小兄弟更多的优惠 王老听到肖晨冲着他心中认为的那位炼丹师大人称呼师尊之后 眼中精芒一闪 却是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更加热情了起来 尤其是听到肖晨说 以后还要售卖这种丹药之后 更是热络了几分 虽然肖晨说时间不固定 但是无所谓 对于他们这种高级的仙人而言 时间真的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多久都等得起 哈哈 那就多谢前辈了 如果下次师尊还要售卖丹药的话 一定会第一时间来仙宝阁找前辈的 肖晨又微微躬身 冲着王老说了一声 王老面含笑意的点了点头 其实以他的身价也完全无需如此 只是仙宝阁内部的竞争也是异常的激烈 所以在看到肖晨拿出了这么多的特殊丹药之后 也还是想要尽力地拉拢一下肖晨 这样的话有助于帮助他冲击一下业绩 能够在仙宝阁内部的考核之时 给他的评分更高一些 虽然仙宝阁已经是整个仙界内最大的商会了 但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垄断整个仙界所有的买卖 所以依旧还是有一些小商铺和黑市活跃无比 而且赚取的利润也不一定会比他们仙宝阁少上多少 因此仙宝阁虽然是明面上最大的商会 但其实内部的竞争真的是非常激烈 他们这些城池中分布的负责人如果想要更进一步 就必须得做出足够亮眼的成绩 因此今天换作了其他人也会同样的极力交好肖晨 毕竟这种特殊的终极丹药是最为畅销的东西 对于他们这些想要充业绩的人来说 都是有着很大帮助的 毕竟炼丹师的地位本身就比较高 何况还是能够炼制出这种特殊终极丹药的炼丹师 能够结交到这样的一个厉害的炼丹师 那对于王老他们来说才是更加珍贵的财富 所以才会付出了一张白银贵宾卡 两人交谈之间 洪月已经拿着肖晨刚刚点名购买的材料 走了进来递给了肖晨 肖晨轻点了一下 便直接放到了空间戒指当中 然后直接冲着他们告辞 离开仙宝阁之后 确定没有人跟踪的情况下 肖晨又伪装了一下自己 便朝着城中的那些其他商铺当中 继续去购买材料去了 虽然他要购买的那些材料 在仙宝阁当中全都有 但是却担心被仙宝阁的那个王老 看出一些什么端倪 因此小心之下 肖晨还是没有在仙宝阁内直接购买 而是辛苦的在城中所有的商铺之内全都转了一圈 才又购买到了大量的材料 随后他的空间戒指当中的仙晶又只剩下了几万 这种花钱速度也是让肖晨有些无奈 虽然挣钱的速度也不算慢 但是花钱的速度却更加快 仅仅是买了一些材料和一些能够提升自己修为的天才地宝之后 这两百万的仙晶就没有剩下多少了 肖大哥 等回去把这些材料炼成丹药之后 又能赚好几百万呢 东皇忠又忽然冒了出来 笑嘻嘻地说了一声 赚得不少 花得更快呀 肖晨吐槽了一下 没办法 想要快速地提升修为 就只能用大量的仙晶去砸 真仙晶还算是好的 到了天仙晶呢 哪怕是想要快速地提升修为 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有仙晶都不一定能够让自己的修为提升得很快 反正钱这玩意儿本身就是用来花的 也没什么好心疼的 东皇忠嘀咕了一声 也知道花钱的速度肯定是远远比赚钱的速度要快多了 回去吧 回去之后就能把修为提升到真仙境三重天 然后把这次买的材料炼制成仙丹之后 下一次再来一趟南风城购买一些天才地宝 应该就能让修为提升到真仙境四重天了 这种提升的速度如果一直保持下去的话 要不了多久就能直接到天仙境了 消沉摆了摆手 没有再多说 直接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恢复了本来的面貌之后 朝着南风城南陵仙宗的分部走了过去 与此同时 他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在仙界当中的残酷 如果没有这一切一切的机缘和帮助 他是万万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能够把修为提升到真仙境三重天的 回到宗门之后 消沉依旧是先去向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报了一个平安 随后和上次一样 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屋子之内 开始修炼了起来 和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 他一头扎在自己的屋子之内 却并不是立刻开始炼丹 而是在服用从仙宝阁当中购买的那些天才地宝 突破自己的修为 突破的过程倒是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可以说还是相当顺利的 仅仅只用了十多天的功夫 他的修为就直接从真仙境二重天 提升到了真仙境三重天 提升得真是快呀 要是有足够的天才地宝 怕是直接突破到天仙境 也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消沉感慨了一声 随后收敛了心神 他当然清楚 他之所以能够突破得这么顺利 并且觉得修炼起来没有什么难度 是因为他恰好出现的那恐怖的炼丹天赋 再加上那变态的炼丹成功率 以及幸运地得到了东皇忠的帮助 才会让他在现阶段赚取如此多的仙境 从而购买了大量的天才地宝 让自己突破 不然的话 一个刚刚飞升上来没有多久的真仙境修士 没有什么背景的情况下 想要这么快地突破 弄到这么多的仙境 那简直是做梦 因此 消沉也愈发感激现在的一切 消大哥 你别感慨了 赶紧把购买的那些药材 全部炼制成丹药吧 这样等下一次再去一趟仙宝阁 就能够直接突破到真仙境四重天了 东皇忠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哈哈 好 不过小忠 我这样的话 修为会不会提升得太快 每次去一趟南风城 回来之后修为就提升一个小境界 会不会有些太夸张了 消沉哈哈一笑 随后又有些担忧地问了起来 毕竟现在每一次去一趟南风城回来之后 都会购买大量的天才地宝来提升修为 这样再多去几次 难保不会引起有心人的关注 哪怕没有引起别人的关注 张长老和鬼老头那里 怕是都不太好交代 并不夸张 而且肖大哥 你想得太简单了 不是 你每一次去一趟南风城 回来之后修为都可以提升 等到修为提升到真仙境 五重天或者六重天的时候 再想提升 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 不是炼制一些终极丹要买的仙境 就能够让你每次都获得提升了 真仙境六重天之后是一个坎 不是单纯地依靠一些天才地宝就能够强行冲关的 当然也可以 只是需要的天才地宝太过珍贵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肖大哥 你目前这种快速的提升速度 最多只能坚持到真仙境六重天 六重天之后 就会变得异常异常的缓慢了 东黄中摇了摇头 随后又为肖臣解释了一声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就先提升到六重天再说 到了六重天 修为比现在要强上好几倍 不管是炼制丹药 还是说外出历练 都有了一定自保的能力 肖臣有些意外 但随后就恢复了平静 他当然也知道不可能一直这样 无限制的提升下去 那样的话 仙界的仙人们也不会有那么多 都还是普通的仙人了 早就一个个成了仙帝 能够依靠这样快速的提升到六重天 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收获了 毕竟真仙境虽然只是仙人的 最低级的一个境界 但是每一个小重天之间的提升之后 实力也会得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真仙境六重天的实力 要比真仙境一重天的时候 强大了几十倍 别的不说 提升了修为之后 能够让他在炼制丹药的时候 变得更轻松 这一点的好处 对于目前的消沉来说 就已经是最大的了 毕竟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炼制丹药出售是唯一一个 能够快速获得大量仙精的途径 炼丹变得更加轻松 就意味着他赚钱的速度 能够多多少少得到一些提升 虽然到了六重天之后 修为的提升可能会变得缓慢 每一次的提升都需要大量的仙精 可是炼丹出售的速度提升之后 也能够加快他攒钱的速度 总是会能够攒到购买 突破修为的天才地宝的钱的 毕竟在仙界行走 没有足够的仙精傍身 那可是万万不行的 剩下的几个月的时间 萧辰就一直在炼丹 这一次购买的炼丹的材料 比上一次多了一半还多 虽然修为提升了一个小重天 加快了一些炼丹的速度 可依旧还是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才把所有的材料都炼制成了丹药 不过萧辰却并没有立刻 就向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 申请再度去南丰城 虽然理论上来说 修为可以快速地提升到六重天 但是实际上每一次利用 天才地宝快速地突破之后 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巩固的 否则的话就很容易造成根基不稳 他也并不是很急于求成 所以倒是继续留在宗门当中 参悟起阵法来 按照东黄中的话来说 这一次他最起码要巩固个一两年的时间 才能继续突破 毕竟按照正常的突破速度来说 真仙境三重天突破到四重天 可能需要上千年的时间 他现在利用大量的仙境 投机取巧快速突破 巩固的时间还不及正常突破的几百分之一 所以这点时间是万万不能够被替代的 哪怕萧尘再着急要突破 修为也必须得巩固之后才可以 否则万一根基不稳 以后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可就是得不偿失 萧尘也并没有反对什么 反正现在的突破速度对他来说 已经是相当的满意了 做人不能太贪心 因此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他就在张长老和鬼老头那里不断的轮换 虽然两人对于他修为的突破速度 也感到了一些惊讶 但是也并没有多问什么 毕竟对于他们的这个弟子 两人也感觉到了有一些神秘 现在炼丹一道和阵法一道同时修炼和钻研 居然没有落下任何一个方面 反而是提升的速度 都让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感到了说不出的诡异 尤其是这一次 萧尘去了一次南风城 回来之后就把修为提升到了真仙境三重天 虽然鬼长老和张长老两人并没有直接去询问什么 但说实话 心底还是非常好奇的 毕竟上一次萧尘的修为提升到真仙境二重天的时候 他们两人也同样清楚 这才过去了这么短的时间 就又把修为提升了一重天 这足以说明萧尘肯定是用了不少的天才地宝 而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用天才地宝把自己的修为给强行提升了一重天的 这其中所要付出的仙境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而且张长老也很清楚 他并没有给萧尘任何快速帮助他提升修为的担要 而且虽然那一次萧尘问他借了五十万的仙境 但其实上一次回来之后萧尘就又还给了他 所以这也就说明萧尘现在能够提升的这么快 肯定是通过其他的方法弄到了大量的仙境 这次去南风城 估计就是去购买那些提升修为的天才地宝去了 而这就是让他和鬼老头两人不解的地方 以萧尘现在这微弱的真仙境修为 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弄到这么多仙境去购买天才地宝 虽然萧尘现在都已经能够炼至终极的丹药了 但是张长老也很清楚 他给萧尘的那些材料 根本不足以让萧尘炼出来更多的丹药 去能够卖那么多的仙境 更何况宗门之内还有规定 利用宗门内的材料炼制出来的丹药都是要上缴的 萧尘也的确是给他上缴过来一批 所以现在萧尘能够提升的这么快 所购买的天才地宝所花费的仙境 肯定就是萧尘用其他的方法自己挣来的 这就让他们两人感到了有些惊讶 能够在短时间内挣到大量的仙境 这种办法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人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一个区区的真仙境二重天的弟子来说 就算是非常的厉害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不过好奇归好奇 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还是没有去询问萧尘 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秘密 又是一连两年多的时间 萧尘并没有再去南风城 除了学习阵法和学习炼丹术之外 都是在巩固自己的修为 这两年多以来 萧尘在阵法上的造诣也提升了不少 上一次鬼老头给了他几个高级的阵法 果然是存了试探之心 他那一次去接受鬼老头的考验的时候 并没有掌握高级阵法 鬼老头也并没有表现出来什么 也没有责怪他 而且当时鬼老头的神色 萧尘还觉得怪怪的 似乎自己没有掌握高级阵法 对于鬼老头来说是一个值得兴奋的事情 而他自己确实不知道 当初鬼老头在把高级阵法给他的时候就说过 如果他能在半年之内掌握这几个高级阵法 鬼老头就要拜他为师呢 如果他真的在那半年当中掌握了高级阵法 那他的天赋简直就是要逆天到无言以对的程度 鬼老头也会感到惊恐 不过看到萧尘终究还是没有掌握高级阵法之后 鬼老头的心中也是莫名其妙地松了一口气 毕竟有时候自己的弟子天赋太妖孽了也不好 给师尊都能带来压力 而这两年多 萧尘依旧没有能够掌握高级阵法 只是掌握了一些普通的终极阵法 这也让鬼老头已经非常的满意了 现在的进度来说真的不算慢 甚至可以说比那些所谓的阵法天才们的进展速度都要快了 毕竟满打满算 从萧尘开始正式地学习阵法到现在 也只不过是过去了几年的时间罢了 而且这几年当中有一部分的时间 萧尘还是在用来学炼丹 可是几年的时间就能让萧尘成为普通的终极阵法师 这种事情如果传出去 绝对会震惊所有人 因为阵法仪倒是非常小众的东西 非常的难以提升 普通的初级阵法师想要成为普通的中级阵法师 就算是天赋比较好的那一种 最起码得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行 可是萧尘却只用了仅仅的几年时间 这种速度不可谓不变态 而张长老那边 虽然萧尘现在还并没有办法成功地炼制高级丹药 但是对于中级丹药的炼制 可以说已经是非常的炉火纯青了 萧尘在炼丹一道的天赋 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张长老和鬼长老两人 倒是没有再去追究萧尘的其他一些小秘密 反正这个弟子本身就充满了神秘 身上再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两年一过 萧尘又向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 申请了一次去南风城的机会 这一次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也并没有阻拦 反正萧尘经常去南风城的事情 他们也都心知肚明 所以很痛快地又给萧尘办得妥当 有了上一次的办事经历 这次萧尘在天宝阁之内出售丹药 非常非常的顺利 没有费多大的波折 并且因为贵宾卡的原因 在购买提升他修为的那些天才地宝的时候 又为他省了不少的钱 不过说实话 虽然省了不少钱 可是在东皇中的建议下 把所有的东西都又购买了一遍之后 萧尘的囊中又是非常的羞涩了 唉 上次是只挣了一百多万仙金 买完东西身上只剩几万 这一次是弄了三百多万仙金 买完东西身上还是几万 离开仙宝阁 并且把炼丹的材料又购买了一遍之后 萧尘看了一下自己空间戒指中的仙金数量 忍不住吐槽了起来 这种感觉真的是相当的无奈 不管是钱多钱少 最后都是只剩下几万 没办法呀 上次萧大哥 你是真仙境二重天 这一次萧大哥 你已经是真仙境三重天了 修为提升 每一次所需要的天才地宝 价值肯定也是要翻上一番的 这很正常啊 东皇忠和焚煞剑两个小家伙同时笑了起来 好吧好吧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攒下点钱 我看仙宝阁里面有好多逆天的玩意儿 萧尘撇了撇尘了 等萧大哥你成为炼丹宗师的时候 或者阵法宗师的时候就可以了 东皇忠和焚煞剑两个小家伙又说了一声 阵法宗师 炼丹宗师 太遥远了 萧尘文言苦笑了起来 连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现在都只是阵法大师级别 他想要提升到阵法宗师 不知道得何年何月呢 虽然他的天赋似乎比鬼老头和张长老两人要好上不少 但是毕竟想要从阵法大师晋升到阵法宗师 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 就算是有着非常厉害的天赋 他都不敢夸口说 自己一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 所以这也意味着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不太可能会攒下什么钱 毕竟每一次炼制的丹药拿去卖了之后 都要瞬间再买一些提升修为的天才地宝 这样一尽一出是根本不太可能攒下大量的仙晶的 努力吧 小大哥 等以后你就知道现在的努力和辛苦 在将来会对你有着怎样大的帮助了 东皇忠和焚煞剑两人看着萧辰的神色 竟然给萧辰灌起了心灵鸡汤 我没说不努力啊 只是在感慨攒不住钱而已 萧辰翻了一个白眼 攒不住钱就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 还没有努力成为最强者 如果成为最强者 想要多少的钱都是有的 东皇忠和焚煞剑两个小家伙 竟然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歪理邪说 这一句话倒是让萧辰变得有些哑口无言了起来 你们两个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萧辰憋了半天 憋出了一句话 随后就不再搭理这两个小家伙 继续去钻研炼丹和阵法去了 等到了时间 他又分别去了张掌老和鬼掌老那里 不过这一次张掌老和鬼老头却是把他叫住了 之前他提升的那么快 两人并没有多说什么 但是这一次去了一趟南风城之后 他竟然又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 把修为从真仙境三重天提升到了四重天 这就让张掌老和鬼老头两人不得不询问了 毕竟这提升的速度也太快了 让张掌老和鬼老头两人心中有些担忧 萧辰是不是学了什么歪门邪道之术 拐徒儿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学了什么邪门歪道之术 用了一些非常邪恶的办法 让自己的修为提升的这么快 如果是的话 我们两人也不会责怪你什么 毕竟我们两个人当初 也是从弱小的仙人一步步修炼上来的 也很清楚有一些非生的仙人 在到了仙界之后 没有办法适应身份地位的转变 从而迫切地想要提升实力 结果却走了歪路 最终不得闪终 你现在还并没有到那种无法自拔的程度 现在要是退出来 还完全来得及 张掌老和鬼老头两人严肃地盯着萧辰 我 真没有 萧辰被这两人的问话搞得有些哭笑不得 没有想到 这两个便宜师傅平时不管不问也就罢了 好不容易对自己关心一次 竟然是关心自己有没有走上邪路 这怎么可能呢 没有的话 你的修为怎么能够提升的这么快 还是说 你是用大量的仙精去南风城购买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仙精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以你在阵法上的成就 应该还没有办法利用阵法去挣钱 张老头也说过 你炼制的那些终极丹药都上交给了宗门 也不可能买到大量的仙精 那么仙精又是从何而来的 鬼老头听到萧尘的话之后 依旧是不放心地追问了起来 虽然萧尘是他们的徒弟 也应该有一些隐私 但是毕竟萧尘最近一段时间修炼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快得有些不正常 他们也不得不刨根问底 仔细追问一番 免得将来追回莫及 这 好吧 其实弟子以前偶然得到过一些非常特殊的丹方 只是以前弟子并没有在意 因为弟子不懂炼丹 但是现在弟子翻出来那些丹方之后 却发现那些丹方都是比较珍贵的 所以弟子才会去南丰城购买了一些材料 炼制那些丹药 然后又拿去卖 所以才积累了一些仙精 购买了天才地宝 提升了自己的修为 萧尘想了想 在神念当中和东皇中沟通了一下之后 还是把事情的真相说出了一部分 毕竟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 现在是他在仙界可以说唯一的依靠 而且两人也是真心对他好 也是他的师尊 所以于情于理 他觉得自己都不应该有什么隐瞒 更何况现在以他的身份 想要随时去南丰城 就必须得让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帮他 如果现在他隐瞒真相不告诉两人 两人或许现在不会多说什么 但是心中肯定会戒备 对于以后的他来说不是很有利 反正他去卖单要的事情早晚也会传开 以张长老和鬼老头这两人的实力 和身份随便去打听一下就能够打听到了 现在直接摊牌 对于萧辰来说还是力大于弊的 特殊的终极丹药 听到萧辰的话之后 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一愣都有些狐疑 毕竟那些特殊的终极丹药的丹方都是非常稀少的 现在就连张长老的手中都没有几个这样的特殊丹方呢 石尊请看 萧辰并没有解释什么 而是直接把自己炼制好的那些特殊的丹药都拿出了一些 这是破魔丹 这是引灵丹 这是天长丹 天呐 你这个小家伙 手中居然有这么多特殊的丹药 张长老把这些丹药拿过来 挨个看了一遍之后 脸上的惊叹之色就没有消失过 因为这些特殊的终极丹药 连他都没有能够炼制的丹方呢 怪不得你这个小东西去一次南风城回来之后 就会修为提升一下 你现在炼制这些丹药的成功率应该很高吧 那一次你向我借了五十万的仙金 应该就是你炼制这些丹药购买药材的本钱对吧 五十万的仙金购买这些丹药的材料 以你那变态的成功率 一次你就能赚一两百万 然后再用购买天才地宝剩下的钱继续购买材料 这样翻滚下来 你就能够保证每一次炼制之后 就能让自己的修为提升一重天 我猜得没错吧 张长老的毛子中精芒一闪 竟然把萧尘这段时间经历的事情给推测了个八九不离十 师尊 您这 您也太厉害了吧 萧尘被张长老的一番话彻底给惊住了 随后他就不得不感慨 张长老不愧真的是活了无数年的老妖怪 这智慧简直如同妖孽一般 仅仅只是从自己说的一小部分的情况 就推测出了这么多东西 哈哈 这些情况其实并不算多么复杂 你说了一点点 再加上你拿出来的丹药 自然就能够轻易地推算出来 毕竟除了这 你也没有其他赚钱的路子 张长老笑了一声 好吧 师尊慧眼如炬 弟子佩服 萧尘只好苦笑了起来 你还年轻 以后我们两个老家伙的智慧 有你学的时候 一旁的鬼长老则是满含深意地说了一声 似乎在这一刻 他才找到了一点作为师尊的存在感 毕竟不管是在阵法上还是丹道上 萧尘让他们教的简直是少之又少 也唯有在这种人生的经历上 他们两个老头才觉得 萧尘有向他们学习的时候 是 师尊的智慧 弟子一定会努力地学习 萧尘又应了一声 好了 既然如此 你就自己去忙吧 本来我们两个以为 你是走上了什么歪魔邪道 才会提升的这么快 不过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 你是用这种特殊的终极丹药来换取零食 买的天才地宝提升的修为 那我们两个老家伙 自然也就放心了 而且这些终极丹药都比较稀少和珍贵 单方可千万不要随意透露 而且卖这些丹药的时候 最好直接去掀宝阁 免得被那些地下势力的人盯上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麻烦 张长老随后又叮嘱了一声 身为炼丹大师 他自然知道这些特殊的终极丹药价值如何 萧尘一下子卖那么多 肯定会被人盯上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仙宝阁当中售卖 仙宝阁在仙界无数年来的信誉 还是非常值得人信赖的 好的 师尊 其实 我之前的那些丹药 都是在仙宝阁当中售卖的 并且还得到了一张白银贵宾卡 萧尘咧了咧嘴 随后直接把实情也给说了出来 反正对于自己的两个师尊 他自然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而且从两人询问他关心的程度上 也能看得出来 两人真的是非常的关切他 自然也没有什么好隐瞒 你小子 让我们白担心死了 张老头和鬼老头两人顿时笑骂了起来 嘿嘿 萧尘憨笑了一声 随后便直接从两人这里离开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既然现在自己最大的秘密 都已经告诉了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 想必以后 他去南风城的时候也不需要再找什么借口了 两人肯定会为他办得妥妥的 而且张长老的眼神中 分明充满了一股自豪之感 毕竟这种终极的特殊丹药 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在炼制的时候成功率这么高 萧尘却有这么变态的成功率 而且还能炼制出那么多的终极丹药来供自己修炼 自己的徒弟如此厉害 这是真的让他非常的高兴 萧尘回去之后依旧是在不停的炼制丹药 至于阵法方面 鬼老头可能也知道 现在萧尘需要弄一些先经来提升自己的修为 所以并没有给萧尘布置太重的任务 其实现在也完全没有必要继续给萧尘布置太大的任务 来考验萧尘的能力了 因为经过了这好几年时间的检验 足以证明萧尘在阵法上和丹道上的天赋 都是非常逆天的 哪怕两条道路同时修炼 也不会耽误什么 所以现在两人的心中早已认可了萧尘 都打算收他为亲传弟子了 只是现在还稍微有点早 所以两人才并没有直接宣布 但是在两人的心中 早已经把萧尘当作了自己的亲传弟子看待 所以现在萧尘也相对自由了很多 至于炼丹方面 张长老就更加没有给他布置什么任务了 他现在炼制这些终极的特殊丹药 比炼制那些普通的终极丹药 效果要大得多了 所以萧尘现在自己倒是非常非常的自由了 把所有的终极特殊丹药全部炼制完毕之后 萧尘也并没有立刻开始去学习阵法什么的 而是直接就去了张长老那里 讨要了一个去南丰城的资格 就直接又去了南丰城 反正现在都已经和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说过了 两人也知道他去干嘛 因此并没有阻拦 虽然现在他们也的确是很想让萧尘多多的钻研一下 炼丹和阵法 但是也知道 萧尘现在的炼丹和阵法天赋那么厉害 以后的成就肯定不会太低 而若是想要成为高级一点的炼丹师或者阵法师的话 修为也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必须得有修为的支撑才能在这两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所以既然萧尘现在有那么大的赚钱的能力 他们两人自然也不会阻拦 萧尘早一点把修为提升高一点的话 将来炼丹也好 阵法也好 都会更加的有底气 所谓磨刀不务砍柴工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毕竟现在如果萧尘的修为太低 哪怕是天赋再妖孽修为不足 也没有办法炼制出更加高级的弹药和布置出来高级的阵法 因此现在萧尘去提升修为也是很必要的事情 萧尘到了南风城当中 真的是熟门熟路的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毕 随后他却并不想就这样直接回去 宗门反正每一次出来都有两三天的时间缓冲 他想回到村落当中去看一看火烈等人 上一次火烈从他那里拿走了丹药 也不知道现在村落当中的其他人病情如何 是否好转 也不知道那个黑盘有没有去报复 不过正当他想要去村落的时候 手中的传讯预检却是忽然一阵 里面传来了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非常急切的声音 萧尘现在立刻回到宗门来 放下手中的一切事物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 出大事了 萧尘瞬间一惊 然后便没有再去村落 直接去分部了 急事 什么急事能这么着急 赶去分部的路上 萧尘的心中却是万分的疑惑 不知道到底突然发生了什么急事 能够让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如此急切的传唤他回去 师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萧尘传讯回去 然而却并没有得到两人的具体回复 只是催促他 让他快点 好吧 萧尘无奈的撇了撇嘴 随后快速的赶回了分部 乘坐传送阵直接回到了仙宗之内 然后他就直接找到了张长老 不过张长老却是告诉他 现在让他跟鬼长老一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萧尘看着张长老如此一副匆忙的样子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和他多说几句话 心头的疑惑也就更加的重了 不过他还是听从张长老的话 直接找到了鬼老头 师尊 宗门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看好多弟子都是一副慌张的样子 而且刚才张师尊还让我过来找你 萧尘冲着鬼老头快速的说了一声 是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云之秘境开启了 这个秘境下至普通的真仙境 上至强大的仙帝都可以在其中获得一些好处 不过进入的名额却是有限的 我和张老头叫你回来 就是想让你进入云之秘境 如果这次顺利的话 从云之秘境出来 你或许能够直接达到天仙境 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你现在只有真仙境三重天的修为 不过达到真仙境六七重天或者七八重天 甚至真仙境九重天还是有那么一点可能的 而且除了修为的增加 还能得到一些其他的好东西和一些其他的好处 云之秘境可以说是我们南部区域最神秘莫测的地方 鬼老头则是一脸严肃地冲着萧尘解释 这么厉害 萧尘有些震撼 这个所谓的云之秘境太强大了吧 连先帝强者都能在其中得到好处 当然他并不关心先帝强者在其中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他最关心的就是鬼老头所说的 他如果进入其中就有可能突破到天仙境界 最不济也能把真仙境的修为提升好几个重天 这才是最吸引他的地方 哪怕不能在其中得到什么其他的好处 只要修为提升 对他来说就是现在最好的了 毕竟飞升上来之后 他也是深刻地体会到了仙人境的每一步 都是那么的难以提升 别看现在他可以利用炼制特殊的终极丹药 换取大量的仙境 购买天才地宝来让自己突破 但是东皇忠也说了 这种突破在他修为达到真仙境六重天左右的时候 就会变得极其缓慢下来 而且现在这个云之秘境却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他当然要好好地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就算不能真的突破到天仙境 也要尽可能地把自己的修为提升得很高一点 师尊 既然这个云之秘境如此特殊和厉害 弟子能进入其中吗 萧尘下意识地就问了一声 哈哈 你这个臭小子 那你以为我和张老头两人急急忙忙地把你叫回来 是为了什么 虽然进入云之秘境的名额很珍贵 也很稀少 不过你可别忘了 你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弟子 这个进入云之秘境的资格 证明是有你一个的 不然我们干嘛把你叫回来 还以为你小子整天神神秘秘的 对什么事情都能够很淡然呢 现在听到云之秘境的事情也还是激动了吧 鬼老头瞬间笑骂了一声 呃 萧尘有些尴尬地笑了一下 刚才他的确是太激动了 不过云之秘境虽然好处巨大 但是也有极大的危险性 所以进入之前最好多做准备 而且你这段时间能炼制多少那种特殊的终极丹药 就尽量多炼制一些 然后拿去卖掉 尽量把自己的修为提升一下 这样在真仙境区域也不至于太过吃亏 修为高一点进去总是好一点的 这段时间我和张老头也要全力准备 我们两个老家伙停止了这么多年 云之秘境算是继续晋升的机会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可能无法时刻关照你 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云之秘境一旦开启 整个南部区域都会热闹 甚至疯狂起来 有一些潜藏在暗中的势力 也会逐一浮出水面 而且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我们南部区域 相邻的其他区域的一些强者们 也都会过来 总之 行事千万要小心一点 鬼老头又冲着萧尘叮嘱了一声 随后也不等萧尘回答 就直接说道 距离云之秘境开启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你能炼制多少 那种特殊的终极单要拿去售卖 全力去炼制就可以了 材料前我和张老头会给你 在三个月之中 全力地提升自己的修为 这 萧尘的脸上露出了几分犹豫之色 从中皇界走出 从来都不太习惯太依赖别人 刚刚飞升到仙界的时候没有办法 但是现在既然自己已经有了挣钱的能力 自然不想再直接去问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要钱 鬼老头却是看出了他内心的想法 不由地笑骂道 你这个臭小子到这种关头了还在犹豫什么 要知道错过了这一次的机会 下一次云之秘境开启可是没有固定的时间的 就算开启也得好几万年 甚至十多万年之后去了 你觉得是自己的面子重要 还是抓住这次机会更重要 也只是因为这次的情况特殊 我和张老头两人才会给你这三个月炼丹所需的仙经 以后还是要完全依靠你自己的 好 既然如此 弟子就谢过师尊 如果弟子三个月全礼付 全部用来炼制丹药的话 所需要的材料费 大概是在两百万仙经左右 不过炼制完之后还要去南丰城当中出手 然后完了购买天才地宝过来 提升自己的修为 还是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既然如此 师尊就给弟子一百六十万仙经就行 萧尘估摸了一下 随后爆出了一个数字 好 这是仙经 你拿去吧 这三个月之内 我和张老头两人可能也顾不上时刻都注意着你的情况 就靠你自己了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也尽量不要再打扰我们 这次云之秘境开启 对我们两人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卡在这一步太久太久了 能不能突破 就看这一次了 就看这一次了 鬼老头面色严肃地叮嘱了一声 好的 若是没有超级重大的事情 弟子绝不打扰两位师尊 消沙尘应了一声 这一次云之秘境开启的地方就距离南丰城不远 相信此刻整个南丰城当中 应该也是风云涌动 应该有大量的强者涌入 你去南丰城买卖单药和采购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小心 三个月之后 不管再干什么 都要立刻出关 到时候我和张老头会联系你 若是错过了进不去 那可别怪我们两个老东西 没有给你争取这一次的机会 鬼老头的神色又非常严肃地说了一句 好 弟子谨记 消沉又应了一声之后 便直接离开了 现在时间紧迫 鬼老头明显没有多余的时间 和他在叮嘱一些什么 甚至连张长老都没有时间见他 而他现在也知道了这个事情 自然也是想马不停蹄地回去 立刻就开始炼丹 尽量在进入云之秘境之前 把自己的修为再提升一重天 随后 消沉便直接乘坐传送镇去了南丰城的分部当中 也不知道鬼老头和张长老两人用了什么办法 竟然从宗门的内务堂那里给他搞到了一张短暂的 无限制的通行令牌 意味着这三个月之内 他可以随时随地地出入先宗和南丰城 而且没有任何的时间限制 虽然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现在没有时间多照顾他 但是却是一切都替他打理好了 这让消沉非常的感动 毕竟现在是云之秘境开启的特殊时期 想要搞到这样的一张通行令牌 明显也是颇为费心思的 毕竟现在宗门的那些长老们都在准备着要进云之秘境 而且再加上现在云之秘境开启 别说整个南丰城 哪怕是整个南部区域都会异常的热闹 宗门中的那些普通真仙境弟子 自然是更加不会放他们出去 免得惹出什么祸端白白送了性命 可是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 却为他弄到了一张这么珍贵的身份令牌 在云之秘境开启前的这三个月当中 绝对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也让消沉暗暗地感激两人 消大哥 你的这两位师尊对你可是真的好到没话说 这样的好师父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也没有枉费肖大哥你之前 把实情告诉了他们 东黄中和焚煞剑两人也是连连感慨 尤其是东黄中 在他以前的记忆当中 可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的师父 就连他的老主人对待那些弟子们的时候 也都没有这么的费心费力过 嗯 所以我才更加要努力地修炼 不辜负两位师尊对我的期望 消沉点了点头 心中对于张长老和鬼老头两人自然也是万分感激的 消沉赶到南风城之后 也能够明显地察觉到 现在的南风城当中 先人的数量的确是比以前多了不少 准确地说是多出了太多太多 然后让消沉万分郁闷的事情就出现了 在他去购买那些药材的时候 却发现那些药材的价格比平时上涨了三分之一左右 老板 这些药材为什么忽然涨价涨得这么厉害 消沉非常的郁闷 因为这意味着他手中的那些仙精 只能购买到平时能够购买数量的三分之二 这可是相当大的损失 他当然很肉疼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